我创造了怪物序列 第二集 书接上文 李恒起身 沈少言连忙追了上去 兄弟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我可以给你钱 李恒看向他 走吧 沈少言愣了 啊 去哪 你不是说去小渔村吗 去看看吧 呲呲 这里是BA3号巡洋队 汇报最新进度 目前仍未有发现任何关于海妖的踪迹 一个月了 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是的 我 草 上帝啊 喂 发生什么了 我们 我们看到了一个 轰隆 呲呲 呼叫总部 这里是BA2号巡洋舰队 立刻汇报情况 我们 我们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章鱼 或者说是乌贼的什么东西 那东西大的吓人 我的上帝啊 它比两只蓝金加起来还大 我们要影像资料 快 立刻 我们 碰 轰隆 近日 某国的两队巡洋舰队接连沉默 期间没有传回任何影像 资料 只有两段模糊的音频记录 对此 当地一众沿海国家都陷入了沉默 比蓝金还大的章鱼或者是 鱿鱼的什么动线 你觉得那是什么 大王乌贼 大王乌贼的体型可没法达到蓝金的程度 更别说是两只蓝金 除非是某种史前生物 难道是白俄纪时期的生物 不可能 先不说它是怎么扛过物种大灭绝的 就算假设它一直被冰冻在深海 它也不可能活过将近400多万年 我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可能这是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 史前章鱼类生物族群的遗留 章鱼也好 乌贼也罢 我都不觉得 它们有能力在一瞬间摧毁掉两只巡洋舰队 联系 GOC了吗 联系了 但是 GOC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目前正在重新调度整备阶段 也就是 指望不上GOC了是吗 就在这时 一道影像忽然介入到了他们的会议之中 各位早上好 或者说晚上好 我叫秦龙 九尾湖前欧武议会首席 现唯一最高统帅 一人拿着雪茄截掉一截 我听说过你们 九尾是吧 但 我不记得 我们有邀请过你 你多少有点冒昧啊 秦龙文言双手背负 恕我直言 诸位在海上看到的东西 无论那是什么 都不是你们所能处理的 九尾会介入此次行动 当然 我不是在向各位申请 我只是在通知各位 拿着雪茄的人目光一宁 等等 秦总指挥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你说的这些话 是仅代表你个人 还是代表你背后的国家 若这仅是代表 你个人的意见 我想 我们可以当作是听了一场比较滑稽的话句 若这是你背后国家的意见 我想 你们应该换个人来跟我们说 你 还没有这个资格 秦龙文言 面色平淡地说道 我代表的是什么 与你们而言 这或许过于复杂 借用张在先生的横曲四句 我所谓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生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几位翻译官在听到秦龙的话后 齐齐面露难色 怎么不说了 他在说什么 啊 他说他借用张先生的四句话 我的心是为了天地 为了人民的生命 为了学术的神圣传承 为了永恒的和平 众人 文言对视也 我们有没有什么名言 拿回去对一对 嗯 这个 我不是来给你们伴嘴的 我所谓于此 若你们惜命 便让你们的人离开海洋 秦龙说吧 直接切断了通讯 裂缝空间内 陈叶闭着眼睛侧着头 他的脑海中 正在勾勒着一个画面 一张解剖图 此前 陈叶让002捕莱兰金 大王乌贼等巨型海洋生物 与此提取诸多细胞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了聚化药剂的第一版 实际的应用效果 不算特别成功 至少没有达到 陈叶预期中的那种大小 002在服用药剂后 身体急速膨胀变大 其四肢仍在 甚至说 人类的身形 还有所保留 不过身上增加了 许多新的鱼类特种 其直立起来的身高 有将近80米 肩宽19米 体重目前无法计量 其头部形似一只蜥蜴的骨头状 脑后长满了鱿鱼 或者说章鱼的触须 而这种触须 不只是在脑后 还长在其他的肢体上 它的整个身体 就像是由触手扭曲在一起的聚合物 在头部的口腔中 有多重套叠的口腔 002在海中直立起来后 头部浮出水面 就像是某种巨大的乌贼 或章鱼类生物 这种单看头部的形态 与恐怖鹦鹉螺比较类似 或许是人类天生 就对未知的生物存在恐惧 亦或者是 巨物本身 便让矮小的生命感到恐惧 002在进化为新形态后 进化出了 名为恐惧的固有特性 一直不坚定的人 在看到002的容貌后 会立刻被恐惧所吞噬 全身颤抖 无法行动 这倒是一个意外收获 陈叶正在研究 关于恐惧与未知方面的特性研究 002的特性突破 正好给予了他方向 除此之外 002原生的固有和刺激能力 都得到了强化 002可以通过自己的躯体 分裂出更高级的眷属 陈叶将这种眷属 命名为达贡 002本人 则称达贡为祭司 这种眷属不能变为人类 它们会一直保持愚人状态 各项能力远超深浅者 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潮汐 进行一些带有特殊能力的祭司 同时 这种名为达贡的单位 可以大批量地转化深浅者 并控制深浅者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 002没有操控潮汐的能力 但它的一举一动 都能掀起滔天巨浪 而002原有的声波能力 也得到了强化 它发出的声波极限 可以在一瞬间覆盖半个地球 并且 这种声波 还可以选择由何种生物来接收 简单来讲 002可以选择让谁听不到它的声音 比如说 它不想让某个人听到它的声音 那它的声波 就会自动避开那个人 002的声波 除了可以感知生物所在于体征外 目前还多了一个能力 那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污染 这种精神污染说不上强烈 但若是 长时间听到 人的精神就会变得恍惚脆弱 接近疯狂 以上这些是陈叶看到 外加002自身口述的变化 而为了确保这些信息没有披露 陈叶又拿放大镜 重新观察了一遍002 你别说 陈叶还真看到了一个 两人都不知道的信息 海洋中的神秘在复苏 当它出现的那一刻 海洋被注入了某种活力 一种无形的能量被释放了 那些被埋藏在深海下的东西 它们存在了 它们变成了真的 包括水手们在大洋彼岸带回来的东西 那些古老的 那些遗失的 那些诡异的 那些不可理解的 它们被唤醒了 就是这样的几句话 却让陈叶感到一丝微妙 它们变成了真的 这个它们指的是什么 是物体还是活物 陈叶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为此 它已经让002的生前者们去寻找了 另一边 黑暗中的大蛇 瞳孔一闪 它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 两眼紧闭的陈叶 然后张开嘴吐出舌头 在大蛇的舌头上有一颗珠子 这颗珠子宛如珍珠 通体洁白 没有任何杂质 珠子上散发出某种光韵 开始不断向外扩散 突然间 陈叶睁开了眼睛 感觉到陈叶苏醒 大蛇立刻闭上了嘴 将珠子吞回喉咙 陈叶转头看向大蛇 大蛇的额头上 开始不断流下冷汗 而就在这时 陈叶突然起身接近大蛇 并仰起嘴角 露出一抹恐怖的笑容 大蛇 3 O Delta O 3 完了 全完了 被它发现了 无命休矣 大蛇绝望地闭上眼睛 不料陈叶突然伸手 拍在了他的头上 我要去外面走一走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应该没问题吧 大蛇愣了一下 然后连连点头 陈叶闻言淡笑一声 直接挥手撕裂出一条裂缝 同时褪去死神的容貌 化作人类外形 走了出去 看着陈叶离去的背影 大蛇突然松了口气 紧接着 他再次张开嘴 吐出珠子 不料就在这时 陈叶的头 突然从裂缝中探了回来 大蛇直接吓傻了 立刻闭上嘴巴把珠子吞了回去 要乖啊 听到陈叶的话 大蛇一边流着冷汗 一边连连点头 陈叶走了 这一次许久没有回来 大蛇也学奸了 他等待了许久 才张开嘴 他先是试探性地吐出珠子 然后又赶忙吞了回去 确定陈叶没有出现后 他紧张地再次吐出珠子 光运再次向外开始扩散 各种信息在此刻 穿透了裂缝空间 抵达了有人存在的世界 入夜 某处地下室内 一大群黑袍人聚在一起 他们的黑袍上 有着一条蛇的图案 这图案好像是一棵树 舌头向下延伸是树干 蛇身上是无树之手 代表了树叶 造物主教导我们要信仰神明 造物主教导我们 要远离善恶 造物主告诉我们 善恶之果 食之必死 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直到有一天 大蛇来到我们面前 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 恶元为蛇所造之地 善恶之树 乃蛇所值 造物主自卫之一世而来 将大蛇封印于此 镇此永世 一个黑袍人 站在一众黑袍人之前 亮出手臂 他的手臂上有着一个刺青 依旧是那蛇手之树 他将手臂放在胸前 向着下面的人高呼道 我们是看守乐园之人 我们也是乐园的囚徒 我们是愚昧的非教化者 但善恶之果能开启智慧 大蛇让我们吃下了善恶之果 让我们获得了智慧 我们逃出了造物主之欲 造物主怒斥我们 为扭曲异常 造物主诅咒我们 不得好死 造物主派出了他的仆人们 要将我们带回封印之地 但我们不会坐以待毙 我们传播我们的理念 四处招收我们的同伴 给予他们我们的知识 造物主想要抹去智慧 那我们就传播智慧 造物主想要统治顺民 那我们就举而为逆 造物主想要囚禁我们 那我们就四处奔离 我们将会星火燎原 无人能敌 世界将会从此改变 将会从此融合变迁 我们将会自由自在 重建真正的乐园之地 人人都将开启智慧 人人都会变成异常 这浪潮将不可阻挡 天命如此 乐园是蛇之地 无等是蛇之手 无等将高举蛇名 哪怕会昭之末日 我等乃造物主所造之物 我等乃侍奉大蛇之人 蛇之手必将重塑人世 与此立世 与此立世 一众黑袍教徒 齐齐举起右手 在他们的手臂上 全都有着蛇之手的刺青 他们受大蛇托梦 自认为得到了真理的启示 他们打算救回被困娱乐园的大蛇 至于乐园所在何地 他们虽然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 至少他们是如此坚信的 九尾湖总部 秦龙坐在办公室内审批着文件 直到办公室外 传来一阵敲门声 进来 奈拉索金文言走进办公室 首长 三件异常事件 你想先从哪个开始听呢 秦龙抬起头 可不重要地开始说 奈拉索金点头 然后拿出一份文件 最近 国外某地出现了一个名为 蛇之手的秘密结社 他们的规模 正在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着 这不是简单的传教 教中的每个人都说是 得到了大蛇的启示 我想 这应该和某个收容物有关 秦龙点头 下一个 奈拉索金继续说道 还有一个组织 光明教会 他们原本是一个趁着血族出没 卖圣水发国难财的敛财组织 但是 秦龙抬起头 但是他们捡走了天使 对吗 是的 奈拉索金点头 不过天使 还沉浸于梦魇的永恒之梦中 至今没有苏醒 秦龙想了想 应该找个机会 把天使收回来 但过程绝不会顺利 GOC重整后 一定会第一时间回收天使 奈拉索金道 加上上次我们强行插手 008事件所引起的社会舆论 各方都不会让我们顺利收容天使的 还有一件事呢 秦龙道 奈拉索金拿出一张照片 放在秦龙面前 最近 各国内外突然涌现出了许多收容物 它们几乎都与海洋有关 或者说 它们全是在海里被人挖出来的 您请看这张照片 这是一艘渔船 在海里打捞出来的金钥匙 它可以随意变化外形 打开世界上任何一把有锁新的锁 秦龙两眼一眯 这些收容物 必然不是原本009分裂出来的 所以 只能是海里的那个东西搞出来的 首长 关于海里 我们会介入这件事 但你要记住 无谓的接触与贸然的出击 全非可取之道 再不清楚对手是什么的情况下 再不清楚如何能保命的前提下 我不会让任何人接近目标 听到秦龙的话 奈拉索金点了点头 这么说倒是没错 更何况 在海上作战 对我们无疑是不利的 莫说 是有怪物 哪怕是没有怪物 出海对人类来说也是 极其危险的 不然 人们又怎么会说 您在地上挣3000 不在海里挣3万呢 秦龙文言看了看奈拉索金 但那只是对正常人来说 对你来说的话 海洋应该不算什么 奈拉索金点头 是这样 不过有一个人 他比我更适合在海里作战 你是说第七席 016 是 毕竟有水的地方 也是异鬼的主场 秦龙点了点头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 但016行踪不定 难以寻找 我目前打算 让人先从这些 与海洋有关的收容物入手 而这次行动 你就不必参与了奈拉索金 奈拉索金愣了一下 为什么 我还渴 秦龙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上次 你们都辛苦了 这次就好好休息 一段时间吧 此外 我手里有一个东西 秦龙说着 突然拿出了一朵 幽蓝色的诡异花朵 这是 麒麟花 又名 湛罗花 目前最新测试 它能刺激人的天庭学 赋予精神活性 可以快速增强一个人的意志 或者说精神力 这是秦龙 在另一个世界的魔法学院中 拿到的 那个世界的人 将这种花制成蜜药 服用蜜药后 可以快速凝聚精神力量 增强意识 这恰好是奈拉索金所需要的 秦龙打算在九尾湖里 开创出一个特别小队 将里面的人 全部训成精神力极高的魔法师 而奈拉索金 便是这只小队的队长 接下来的实验 对我们极其重要 而你 将是重中之重的一环 我们将成立一支 名为右手的特殊部队 你来担任队长 这支部队 直接听命于欧武议会 不接受任何人调动 欧武议会 指的是九尾湖原本的五人议会 但现在 欧武议会只剩下秦龙一人 其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他们只听命于秦龙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秦龙就是九尾湖的唯一统帅 但实际上 九尾湖的各项设施运转 和各部门中 都有一位或几位直属上司 他们有自主权利 可以调动九尾湖机动部队 一些事情 他们自己就可以做主 不会上报给欧武议会 欧武议会只处理最高级别的事件 或者是在面临一些下面人 没法做主的事件时 才需要欧武议会来决策 右手 奈拉索金说着 直接向秦龙行了一个军礼 我保证会配合完成此次实验 另一头 一处靠海的小渔村内 沈绍颜和李恒二人刚到此地 就看到了正在忙着泄货的一众渔民 一艘大船停靠在海岸边 一众渔民相继在里面 抬出了不少珍奇稀有的海货 李恒看向沈绍颜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渔村 沈绍颜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这里 我 二人话音未落 两只手突然 从背后拍在了他们的肩膀上 你们是谁 李恒瞬间转头 就见他们的身后 是一位男人 男人有着深绿色的瞳孔 和一头黑色短发 看到男人后 沈绍颜吓得立刻退后一步 是愚人 李恒文言没有行动 因为他见过眼前这个男人 在游戏里见过 这家伙是 叶公 听到李恒的话 叶公愣了一下 然后脱下手套 露出掌心的到三角圆圈图案 李恒文言也抬起了右手 露出了到三角的圆圈图案 确认过图案 两人心照不轩地对视了一眼 你在那里见过我 你的ID是什么 雷克斯 叶公文言突然回忆了起来 原来是你 沈绍颜在一旁 听着两人的对话 一脸猛逼 不是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叶龙看向那边的渔船 我叫叶龙 给你们一个重肯的建议 想活命的话 离这里远点 李恒文言立刻反问道 你也知道这里危险 那你为什么要来 叶龙叹息一声 我是在这里长大的 这里是我的家 在这里长大的 沈绍颜文言给了李恒一个眼神 但李恒却没有理会他 你的意思是说 这里有你的家人 叶龙点头 那边那个 就是我的家 那位是我父母 我父亲死了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李恒目光一转 很快便发现了一位中年妇女 那位中年妇女力气很大 单手就能扛起一箩筐的鱼 她是鱼人 嗯 我知道 叶龙说道 在很久很久以前 村子里就有人被转化成了鱼人 我和我母亲就在其中 后来 又一群鱼人来到了村子里 他们这次不由分说的 把大家全部变成了鱼人 并让我们向海里的王献上忠诚 原来如此 李恒回想起了之前那几个人跟他说的话 他们都说 叶龙十分了解鱼人的弱点 从一开始 他就比所有人都强 对付鱼人更是毫不费力 原来是这样 叶龙看向李恒 我能感觉到 你比我更强 但若是 你想对这里的人出手 即便我打不过你 我也会拼死一战 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们离开 李恒点头 然后看向沈少妍 听人劝吃饱饭 我们走吧 沈少妍 李恒是比叶龙更强 比鱼人更强 但他不喜欢无意义的杀戮 除非是别人要杀他 不然哪怕对方是怪物 哪怕对方犯下再多恶行 那都与他无关 毕竟他又不是什么正义使者 但如果亲眼看到怪物杀人的话 他该就还是会救一下的 毕竟为人总有个底线 就在几人对话之际 突然间 船上走下来 一位拿着拐杖的愚人老头 他穿着一件长袍 鱼鳞和鱼鳍 就暴露在外 不做任何隐藏 他几乎在第一时间 锁定了李恒和沈少妍二人 客人远道而来 哪有直接赶人走的道理 你的代客知道是怎么学的 看到老头子愚人后 夜龙瞬间咬紧了牙关 达贡 什么是达贡 沈少妍不解地问道 达贡是愚人大祭司 他们的手段是你无法想象的 他们能换来潮汐 召唤出比生前者更可怕的怪物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达贡 之前只是听人提起过 达贡 愚人大祭司 李恒对视像愚人老头 就见愚人老头 伸手拿出一根如珊瑚材质的拐杖 一触地面 既然来了 便莫要走了 就在此刻 所有愚民全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纷纷僵硬着 转头看向李恒二人 沈少妍见此看向李恒 就见李恒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举起双手 既然如此 诸位 我们纯属路过 沈少妍 啊 不是 兄弟 你不是亲王吗 你怕个毛线啊 看到沈少妍的表情 李恒耸了耸肩 愚人老头见此大手一挥 愚人们一拥而上 直接将李恒二人 捆住手脚绑了起来 转头两人 就被扔到了一间地窖内 碰 铁门反锁 沈少妍再也憋不住了 不是兄弟 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李恒文言 靠在墙边坐起身来 你不是要调查愚人吗 现在不就是一个好机会吗 李恒说着 就见那位达贡 缓步来到了二人的面前 他暗黄色的双眼 一闪看向沈少妍 我听说你来过一次 怎就不辞而别了呢 是我们招待的不到位吗 听到鱼人老头的话 沈少妍咬紧牙关 你们要吃我 难道我要傻呵呵地留在这里 等你们先动手吗 老头文言有些诧异 吃你 抱歉 我们从不吃人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我们是海洋的眷属 是拥抱进化的先驱者 我们不以人类为实 那为什么要抓我们 沈少妍说道 鱼人老头淡笑一声 抓你们 这是你们的荣幸 因为你们即将踏入我们所在的世界 与无等一起拥抱进化 来吧 将身心都献给拉拉耶 我们将受到大海的赐福 我们将无语伦比 鱼人老头说着举起右手 阿乌阿西亚喀末 祭司大人 嗯 鱼人老头一脸不善地转过头去 就见一名裹子脸的男人 跑来跟他小声说了几句话 鱼人老头文言后愣了一下 竟然真的找到了 好好好 加上上次回收的古遗物 老夫在劫舍中的地位必将再次跋生 哈哈 劫舍 古遗物 鱼人老头看了二人眼 看好他们 等我回来 说吧 鱼人老头直接离开了地窖 两名鱼人听从达贡的命令 呈一左一右守护在地窖旁 但就在这时 两只血手突然在背后袭来 直接扼住了两只鱼人的喉咙 啪啪 饿了 李恒的头在两位鱼人的视野中浮现 别急 问你们两个问题 他刚才说的结社是什么 两只鱼人双眼瞪大 嗯 你 嗨嗨 试试 达贡劫舍 用来做什么的 不 不清楚 达贡劫舍里 全是 全是祭司 有多少祭司 不知道 那古遗物呢 他刚才说的古遗物又是什么 听到李恒的话 两名鱼人对视一眼 然后齐齐出手抓向李恒 但就在这时 两人背后的血手猛然发力 直接将两只鱼人同时摁在了墙壁上 碰碰 看来是机密了 一只鱼人被血手扼住 有些难以呼吸 我 我说 放 放开我 李恒解开血手的束缚 鱼人直接跪倒在地 剧烈地喘息起来 鼓 鼓一物是 呜啊 鱼人说着 突然发出一声嘶吼 那声音的波调极长 瞬间在地窖中扩散了出去 这是 李恒反应过来 回手甩出一道血线 切开了沈少言手脚上的绳子 快走 不等沈少言反应 李恒直接一把抓住了他 同时被声双翼冲出了地窖 碰 外界 无数鱼人已将此处团团包围 但他们好像不会飞 李恒的视线扫过所有鱼人的脸 确定了没有他要找的目标后 他二话不说 转头便带着沈少言扑出了重围 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夜龙穿上了一件黑色的羽皮 转头消失在了一众鱼人之中 另一头 公路上 李恒和沈少言二人从天而降 沈少言还没有在李恒那超速飞行的震撼下回过神来 这时 李恒突然蹲了下来 现在看也看了 问也问了 你还有什么打算 沈少言抬起头对视向李恒 关于古遗物 关于达贡劫舍 关于海底下的东西 难道你就不好奇吗 李恒摇了摇头 不好奇 好奇心害死猫 什么都刨根问底 只会害了你 老同学一场 我就说到这儿了 这浑水 不是你一个普通人能烫的 沈少言愣了一下 我是不行 但这不由你吗 李恒站起身来 我李恒 只想过普通的生活 想法挺美好 但身在乱世 谁能置身事外 就在这时 公路的另一旁 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李恒放眼望去 就见夜龙 穿着一件黑色的羽衣 在林子内走出 更何况 你我本身就是怪物 要想逃过怪物之间的纷争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夜龙来到二人面前 李恒看向夜龙 你有事吗 夜龙瞥了一眼沈少言 他不是想知道 关于结社 以及古遗物的事情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但相应的 你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帮我偷一样东西 具体一点 帮我偷一件古遗物 不帮 李恒说着便要离去 夜龙见此摘下羽衣的兜貌 既然你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又要来这里 为什么 李恒为什么会答应沈少言的请求 有部分原因 是出自于他个人 在回家后 李恒几次联络李渊 都没有回应 而据他母亲所说 李渊很久之前 就和家里决裂了 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李恒在多方打探后 人无踪迹 李渊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 消失的无影无踪 直到有一天 李恒无意间听到了一条小道消息 有人说 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的消失了 那么 那个人有大概率是变成了愚人 或者是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个重肯的建议 如果你有朋友失踪了 不要去找他 因为一旦你找到了他 或许你就是下一个 在那之后 沈少言找到了李恒 向他讲述了愚人村的事件 假设李渊真的是变成了愚人 还是些别的什么东西 那他就有很大的 可能会在那里 怀抱着这样的心情 李恒决定陪沈少言走上一遭 但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在这些人里看到李渊 所以对于夜龙抛出的提议 无论是达贡结社 还是古遗物 他都不关心 见李恒离去 沈少言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看了看夜龙 然后指了指自己 你觉得 我能帮你偷那个什么古遗物吗 夜龙翻了个白眼 你不行 同样的 我也不行 在我目前认识的人中 只有他来做这件事 才有可行性 亚洲 某城市的书店内 陈夜正在安静地翻阅着一本书 书店内十分安静 这种氛围 让陈夜很是享受 直到两个小孩子 大吵大闹地 在书店里嘻嘻打闹起来 陈夜合上书本 然后默默走到前台 就买这本 书店的老板是一位女性 他看了看陈夜 然后拿起标签扫了一下 二十 陈夜拿出手机付款 老板 我想开个书店 不需要太好的地理位置 要偏僻安静一点的店面 老板文言想了想 不需要太好的地理位置 还要偏僻安静一点的店面 那能挣钱吗 谁开店不是为了挣钱 不为了挣钱 开什么店 要偏僻安静的话 在家里 难道不够安静吗 城管桥间那边都是老楼 没什么人 出租的店面一抓一大把 别说是安静了 大白天你连个人影都觅不着 陈夜文言淡笑一声 听起来还不错 多谢告知 说吧 陈夜直接带着那本书 转身离开了 他行着一个小巷旁 其身影一闪进轨一般的消失了 裂缝空间内 看到突然出现的陈夜 大蛇连忙缩了回去 可陈夜却直奔着他走了过来 你说 你能不能进化个书架 或者是图书馆出来呢 啥 图书馆 书架 陈夜一边说着 还一边描述了起来 想象一下 你是一座图书馆 骨头延伸形成书架 血肉作为房间的墙壁 能想象到吗 大蛇 看大蛇 那副蠢萌的样子 陈夜摇了摇头 没戏 还是看看能不能用药水灌出来的 看着陈夜走到双尔湖旁 拿起各种素材开始配药 大蛇的身体 不禁颤抖了起来 糟了 他又要开始了 离开这里 一定要离开这里 不然总有一天会被玩坏的 在大蛇恐惧的目光中 陈夜拿着一瓶药剂 转身走了过来 来 该喝药了 大蛇眼神惊恐地晃动着脑袋 他紧闭着嘴 就见陈夜一把扣住他的上下颚 将他的嘴缓缓掰开 嗯 这是什么 陈夜在大蛇的嘴里 看到了一颗洁白的珍珠 他将珍珠抠出 大蛇顿时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陈夜不予理会 直接将药水灌进了大蛇的嘴里 大蛇全身抽搐僵硬 很快便没有了动静 在大蛇安静后 陈夜拿起珠子 走到了工作台前 他拿出放大镜看向珠子 在信息显现后 他的嘴角下意识扬起 竟然还藏了一个 神性结珠 固有特性 可以跨越空间传递信息 接收信息者将会在一定程度上 被赋予类神性的思想刚毅 东西是不错 可惜思想刚毅于我而言 没什么用 因为陈夜的药水 自带类似于忠诚烙印的效果 而且 现在的陈夜 也不需要所谓的忠诚 造物们听不听话与否 对他而言关系不大 造物不听话 不配合 他可以用强硬的手段 掰开他们的嘴 把试验药剂塞进去 就和大蛇一样 不过这东西 拿来制药 应该能衍生出点不错的特性 比如说 实现真正的神性 看着面露微笑是陈夜 大蛇的眼角 流下了一滴眼泪 蛇蛇我啊 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是你无法想象的 陈夜将珠子 放到一旁的货架上 期间不小心 弄掉了一颗种子 那是一颗红色的种子 上面还贴了一个标签 标签上写着 金红树之种 陈夜弯腰捡起种子 因为太小 差点把它给忘了 我记得 我打算用它做什么来着 疑惑的陈夜 翻开了自己的笔记 在一连翻了几页后 陈夜找到了他要的信息 有了 姆巴瓦树人序列 洪流之主 之前没有材料 现在正好可以用002的最新素材 来进一步提升恐惧与未知特性了 公海 一艘私人游轮上 海水翻涌 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快速接近船只 扑通 一个穿着潜水服的人 在海下探出脑袋 然后高喊道 老金 王哥 你猜我发现什么了 几个男男女女文言纷纷靠了过来 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那把你乐成这样 穿着潜水服那人文言笑道 海底下有一艘沉船 里面有好几个大箱子 特别沉 沉船 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困了 喂 海底下的东西 还是别乱碰得好 出来玩嘛 咱也不是差那点钱 就是寻个乐呵 走走走 一起下去看看 说着 上面的人都 换上了潜水服 跳入了海面 这片海域倒是不深 阳光甚至能照到海底 几人一路下潜 很快便找到了那人所说的沉船 那是一艘木质的帆船 船身的木板 已经被泡烂了 裸露在外面的 仅剩下半个船头 几人一路下潜来到船头内 刚一进来 就看到了不少穿着衣服的窟窿 一人瞳孔紧缩 他似乎说了什么 但其他人听不到 有两人尤为兴奋 他们直接钻了进去 就见船舱内摆放着三个 镶嵌着金属的厚重木箱 其中一个木箱上 还挂着锁头 几人合力推开一个木箱 木箱内是许多发黑的首饰 以及一些珍珠和大块 且不规则的黄金 有的黄金外形尤为诡异 它们或是骨头形状 或是手臂形状和头骨形状的 另一个箱子里的东西也差不多 一人摇了摇头 直接指向了那个带锁的箱子 其余几人点了点头 掏出锯刀割向锁头 或许是因为泡了太久 这锁十分脆弱 几人合力锯了几下 便将锁头锯断了 他们推开箱子 箱子的底层 还是许多不规则的黄金 可在箱子的顶上 却有着一张不黑不服的黄金面具 入夜 一群人将海下的东西捞上来不手 但也没拿太多 因为有的黄金块太大 太重 他们抱不起来 他们只拿了一小部分黄金和珠宝 以及那张金面具 那金面具的外形极其古怪 在面具的额头上 镶嵌着一颗红宝石 两侧的脸上 还有两只银质的凸起来的手 其中一人拿着面具把玩起来 卧槽 这个做工牛逼啊 我要是把这个丢我爹 他还不得把门牙都笑掉了 话说 好像最近经常能听到有人 在海里找到宝藏的新闻 我还以为那只是玩笑呢 我也听说过这件事 本来我就是听一乐的 按理来说 如果真有什么沉船宝藏 还在这么浅的位置 来往的船只那么多 怎么会发现不了 有可能那些人眼瞎呗 你倒是够天真的 那还能是怎么样 总不能是这些宝藏啊 沉船啊 以前压根就没有 都是一夜间凭空出现的吧 几人说着 就见一名女生 拿起黄金看了看 然后突然尖叫了一声 啊 怎么了 那些黄金 那些黄金 怎么这么像 像人的骨头和肢体是吧 谁知道呢 可能是从哪个雕像上 敲下来的吧 如果真是从雕像上 敲下来的 那这个黄金雕像的工艺 将是人类的巅峰工艺 以黄金来雕刻 能将人的皮肤与毛细血管 乃至于每一根毛发 都雕的活灵活现 这要是放在几百年前 我可不敢想 可惜了 这些黄金要是完整的 定是无价之宝 哎呀 别管了 反正大家出来玩 就是图一乐呵 你要是计较这些 就没意思了 其他的我不管 这个面具我要了 喜欢你就拿走 我对跟死人沾边的事情 不感兴趣 切 没意思 一群人分了一下 打捞上来的黄金与珠宝 然后分别回到了 各自的房间 一切都很平静 直到入夜后 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几人听到惨叫后 顿时惊醒 连忙在房间里走了出去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好像是 老金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妈的 搞这么大动静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下面多猛吗 那女孩是第一次来吧 哎呀老金嘛 正常 他那对象 换得比我 裤衩子换得都轻 看一眼去吗 看啥呀 看人家办事啊 走了走了 回去睡觉 就在几人转头之际 老金的房间 突然被推开了 一位戴着金面具的男人 在房间里走出 看到男人后 几人都愣了一下 不是 你不是说拿回去给你爹吗 你怎么还戴上了 戴着面具的人 瞳孔成金色 他一言不发地 来到几人面前 然后突然出手 抓住一人脸庞 啪 卧槽 你干什么 我 咔嚓 那人话说到一半 突然间 他的脸开始由血肉 转化成金灿灿的黄金 这黄金蔓延的速度极快 还不等众人反应 那人 就已经变成了一座精致的黄金雕塑 看到这一幕 几人直接吓傻了 戴着金面具的人转过头来 一人直接双腿 瘫软地跪坐在了地上 老金 憋 不要 咔嚓 一名男人看到这一幕 二话不说 掉头就跑 可他跑出船舱 眼前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而恰在这时 带着金面具的人追了出来 听着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男人在这一刻 汗毛倒立 不行 他一咬牙一跺脚 直接一头扎进了海里 噗通 看到那人跳海 带着金面具的人 面色一冷 直接转身回到了船舱 过了一会儿后 海面上钻出一个脑袋 他看着越来越远的轮船 呼吸开始变得急促 把人变成黄金 这到底是 什么东西 不 比起这个 眼下还有一件更要命的事情 我现在该怎么办 这茫茫大海上 他该怎么回去 这种情况 不出意外的话 他只会有两种结局 体力耗尽 淹死 或者直接淹死 要说等待救援的话 最近出海的船只少了很多 现在又是大晚上 即便有船 他们也不会注意到 海上有一个人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男人绝望地转头 竟发现远处有一块礁石 一道轻瘦的人影 坐在礁石上 正在拍打着浪花 那是 什么 一个人 男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直接找准方位 开始拼了命地游向那块礁石 但不幸的是 他的脚突然抽筋了 冰冷的海水 在一瞬间淹没了他 男人瞪大双眼伸出右手 就 咕噜咕噜 男人转瞬沉入海面 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一股窒息感随之涌来 嗖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飞速窜出 一把拽住了男人的手 不过是转瞬间 那道身影便将他拽出了海面 带到了那块礁石上 嗨嗨 男人剧烈地咳嗽起来 大量的海水顺着口鼻流出 他抬起头看向眼前的人 结果不看不要紧 一看差点吓得翻回海里 这特么又是什么 美人鱼 男人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生物 那是一位鱼尾人身 且拥有着一头墨绿色长发的少女 像极了故事中的美人鱼 先是点石成 是点人成金 又是美人鱼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男人喘息了片刻后 尴尬地向那人鱼招了招手 你 好 人鱼少女看向男人 然后拿出一根手指 抵在了嘴唇上 噓 他们来了 他们 就在男人疑惑之际 海面上突然浮现出了 一双双橙黄色的大眼睛 他们在黑暗中格外显眼 下一秒 无数鱼人突然在水面下钻了出来 其中一名鱼人 拥有着女性特征 且手中拿着一根珊瑚般的权杖 他来到少女面前 然后缓缓弯下腰来 海王有请 望您能跟我们走一趟 赛人大人 关于猴符咒 他可以改变生物外形与内在体征 理论上来说 确实可以杀死肉体不死的生物 但这对概念不死无效 例如说 手握狗符咒拥有不死概念的人 即便改变内在与外在 依旧是不死的 死神能看到所有生物的命线 若他没有亲口说过 谁死了 那个生物的命线一定没有锻炼 002曾在许久之前的九尾湖基地里 看到过关于007的收容信息 也是在那时 他才知道了原来还有007的存在 并且得知了 对方也是一条鱼 在赛人被接走后 祭司看向了礁石上的男人 现在 你有三个选择 鱼人老太说着 直接扼住了男人的喉咙 一股窒息感涌来 男人赶忙说道 我选能活着的选项 祭司文言淡笑一声 直接开始了转化仪式 对于你的求生欲望 我不讨厌 阿乌阿西亚 卡莫格多斯 随着一段诡异的导词 被鱼人祭司迎送出来 鱼灵开始自祭司的身体 疯狂蔓延向男人的皮肤 不过是转眼间 男人便被祭司转化成了深浅者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告诉我 你们在那艘沉船里 拿走了什么 鱼人面色的痛苦地抱住头部 呃 我们 我们拿走了 拿走了许多的黄金 以及 以及一张 黄金面具 黄金面具 它是古遗物吗 我 不知道 但戴上面具的人 可以点肉成精 祭司文言双眼一眯 然后拿出了一本 由蛙皮构成的诡异血肉书 他翻开血肉书 一连翻了许多页后 突然停了下来 惊像鬼 何万能要是出自铜元 皆来自于黄金宝库 扎一刻 祭司手中拿的蛙皮书 也是一件古遗物 上面记载了四分之一海洋内 古遗物的信息 剩下的四分之三 则被记录在了另外的三本书上 这四本蛙皮书 又叫《潮汐之书》 其中将古遗物分为四大类 分别跟四个存在有所关联 黄金宝库 扎一刻 深渊杰掠 弗朗西斯 大洋征服 巴尔罗萨 吴卫开拓 卡伦 所有的宝藏与古遗物 都和这四个人有关 尽管它们可能从未存在过 但至少 在这四本书里 古遗物的由来 全部被指向了这四位 而这四位的古遗物 分别对应了四种特性 黄金宝库 扎一刻的古遗物 对应着贪婪特性 深渊杰掠 弗朗西斯的古遗物 对应着幽灵特性 大洋征服 巴尔罗萨的古遗物 对应着诅咒特性 无谓开拓 卡伦的古遗物 对应着海洋特性 对应的四本潮汐之书 被掌握在 达贡结社中的 四位大祭司手中 深海下的王 拉莱耶之主命 他们去寻找这些古遗物 要将这些古遗物 献给某位更加古老 更加鬼秘的存在 愚人老太看向眼前的愚人 给你一个任务 找回金像鬼 那个黄金面具 达贡或者说祭司 他们是深浅者的上位单位 他们可以命令和控制深浅者 深浅者绝不可能反抗达贡 或者说祭司 我想 如果在陆地上 这对你来说应该很难 不过 愚人老太说着 手中珊瑚 全杖一转 阿悠撒悠 扎尔哥撒 奇幻古老者 愚人老太脚下的岩石 忽然一阵蠕动 就见几只血肉 触手在岩石中钻出 然后缓缓爬起 古老者是比人和深浅者 都更强大的生命 由他们来协助你 我想 你能完成这项任务 古老者 愚人抬起头 看向眼前的几个怪物 就见一尊尊巨大的 方若锤状的大桶 出现在他的面前 大约有七英尺高 也就是两米多 身体底部生 有海星状的腹肢 顶部的头部 方若五角星 生有五只眼 另外 他们还拥有五对类 皮革制的异状物 和五组从主体中 萌发出来的触手 整体来看 这些怪物 就像是一个个 长有翅膀和五只腿的 巨大残涌 或者说是一个个 巨大的花苞 祭司不仅能召唤古老者 还有一些其他的怪物 这种能力 名为远古奇幻 祭司的本体 虽然不比于 其他深浅者强大 但他们从降生开始 脑海中便携带着 一篇禁忌的知识 其中每个祭司 携带的禁忌知识 都或多或少有所不同 但控制潮汐的咒语 以及转化身前者的咒语 几乎每个祭司都会 鱼人站起身来 就见那群古老者的身上 延伸出触手 瞬间缠绕住他的肢体上 还不等他反应 这些古老者 便带着他 一下飞向了天空 身后的鱼人 见此有些不解 祭司大人 为什么要让他来做这些呢 我们中明明有 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鱼人老太转过头来 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生命 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一些人生来就高高在上 一些人却从底层崛起 一步步走到高处 天命如此 生命只要活得够久 终会站到顶点 几名鱼人 闻言有些不解 民事说 他能成为上位者 鱼人老太但笑一声 不见得 但他一定比你们活得更久 深海下 一座巨大的海下城市内 赛人看着眼前硕大的海下古城 有些震惊 这些东西是原本就存在的 还是被人修建出来的 带路的鱼人像是 看出了他内心的疑惑 原本这里确实是一座海下城市 但已残废了千年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我们在亚特兰蒂斯的废墟上 修建了新的家园 建造了这座名为 拉拉耶的海下城市 这是一座 只有我们能到达的城市 它在海下的深渊层 人类的潜艇 虽然能到达这里 但我想 能到达和能回去 应该是两码事 走吧 拉拉耶之主 深海下的王 已经恭候多时了 赛人在鱼人的带领下 穿过硕大的城市 城市中有部分建筑 或许还未来得及修建 仍是一片废墟 这里没有任何光亮 但不妨碍深浅者们 能看清海下有什么 赛人来到拉拉耶的尽头 眼前模糊地涌现出一个巨大的轮廓 那好像是某个人形生物 但是大的吓人 单看轮廓的话 它或许有将近二十层楼那么高 呼 海下泛起波动 一双巨大的眼睛在黑暗中睁开 绽放出金黄色的光芒 赛人下意识向后仰头 有一种看恐怖片时 身体自主向后退去 想将屏幕拉远一点的感觉 欢迎来到深海 我听说过你 赛人 鼓动 一阵阵闷声在海中炸开 那声音极其响亮 仿若大海的震动 让整个拉拉耶都为之颤抖了起来 赛人双手在腹部交叉 姿态有些扭念 那个 我有点紧张 我能唱首歌吗 大可不便 黑暗中的李渊说道 通过九尾湖的档案记录 李渊知道赛人的能力是什么 那是一种概念级的精神污染 李渊虽然也有类似的能力 但那绝对说不上是概念级 007 你认得我吗 赛人挠了挠头发 嗯 不太认得 你不认得我 但我认得你 你的能力 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是海洋怪物的起源 海洋中的东西 全是自我衍生而来 黑暗中的李渊 伸出一只大手 那只大手由触手凝聚而成 还在不断地蠕动着 上面 还有许多只眼睛 请坐 赛人看了看他的手 嘴角下意识抽搐 不 不必了 我喜欢站着 啊不 我喜欢游泳 李渊文言 收回巨大的右手 是吗 我听说你想回家 你真的想回到大陆吗 赛人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 李渊在黑暗中侧头 他好像坐在了 某种巨大的物体上 但地上 没有我们的栖息之地 不只是九尾 还有那些蜜蜂 他们都极力地排斥我们 你无法回到 你所熟悉的生活中 我想你已经深有体会了 赛人沉默了片刻 但我讨厌水 讨厌无边无际的大海 讨厌没有方向的感觉 李渊正是向他 但他也让你远离纷争 在深海下 你可以无忧无虑地 做一条鱼 可一旦你走到陆地上 你就是人类口中的怪物 是九尾口中的收容物 在那样的世界下 你的生存空间 或许只有一个笼子的大小 每天被人围观 被人研究 直到无用时 被处死 那样的大路 你还想回去吗 赛人沉默了 李渊继续说道 你若喜欢歌唱 路过的水手们 都愿意倾听你的歌声 大海将为你伴唱 你长着鳞片和鱼鳃 大海才是你的归宿 赛人在听到这一番话后 有些郁闷 或者说 有些难过 因为这是不争的事实 李渊伸出一根手指 赛人直接坐到了 他的手指上 他不断晃动尾巴 心情异常的不好 你就没有家人吗 在陆地上的家人 在陆地上的朋友 或者是在乎的人 听到赛人的话 李渊摇了摇头 亲情 友情 不过是最低级的生命趣味 我现在追随着 那位存在的脚步 进化与统治 将是我此生仅有的宿命 你也该试着 解开你身上的枷锁 放下眼前的执念 届时你会发现 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浩瀚星海 无边宇宙 终有一日 我们会直达云霄之上 俯瞰星海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 你要先在接下来的物种 逐烈取优的淘汰下 活下来 世界的规则从未改变 强则强 弱则亡 你或许认为自己很强大 认为自己掌握了 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 但那 不过是我们所能看到的 沧海一束 掌握着强大力量的人 他们 我们 都想要淘汰掉彼此 这场战争 或许有许多赢家 同样的 也会有许多输家 但若是你足够强大 赢家便只会有一位 我已统治了海洋 下一步就是陆地 我要在陆地上 建起新的王朝 新的文明 新的秩序 即便圣经中的大洪水 再次降临 我的王朝也不会覆灭 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地 我的族群将取代人类 成为崭新的智慧种族 如果你愿意协助我 海洋的王座上 当有你一席 赛人看向李渊 你 怎么做 李渊挥手摆动波浪 掀起大洪水 吞没大陆 以神的手段 来淘汰掉地上的生命 当然 如果你来协助我的话 这个过程会更加轻松 我们的第一步 是珍珠港 哇 赛人话音未落 李渊却突然皱了下眉 只见他金黄色的眼睛一闪 一道投影 瞬间自他的瞳孔中射出 照耀在黑暗中 这道投影 他是得祭司传来的 投影显现出了一个小渔村 小渔村里 一群渔人包围了一个 长着蝙蝠翅膀的男人 看到那男人的脸 李渊的目光突然一凝 李恒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008真左的能力 李渊骤然起身 顿时在海下掀起滔天大波 险些直接把弱小的赛人 给掀飞出去 还好他及时抓住了李渊的手指 你还真是紧追不舍呀 弟弟 亚洲 香港 某拍卖会上 一位带着黄金面具的人 坐在贵宾席上 他看着下面的黄金人雕 露出一抹微笑 几名女性站在男人的身后 这位是什么来头 不清楚啊 反正好有钱哪 就在几位女性议论之时 贵宾席后的门 突然被人一脚踹开了 几位穿着西装 戴着墨镜的人 突然持枪闯了进来 戴着金面具的人转过头去 若你们是警察 我希望你们 能懂得一个道理 说着 戴着金面具的人猛然出手 不料带头的人伸手极其敏锐 直接反手 就将戴着金面具的人 放倒在了地上 可戴着金面具的人 却突然咧嘴一笑 他一把抓向男人的手 肢体接触到的一瞬间 男人的身体 顿时转化成了黄金 天真 碰 一道枪声响起 直接打进了金面具男人的脑袋里 房间内的女性 突然开始尖叫起来 子弹轻松地穿透了男人的大脑 男人身体僵硬了片刻后 直接失去了意识 怎么 一人走上前去摘下面具 全程他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们是九尾湖的B级人员 负责回收这些 从海里弄出来的古遗物 几人将金面具放到箱子里带走 很快又有人冲进来 带走了变成黄金的男人 以及那具尸体 至于那几名女性 则也被顺手抓了去 确认回收成功 一人说着 提着箱子走出大门 可黑暗中 突然钻出一只爪子 直接刺穿了男人的喉咙 扑痴 几人反应过来 连忙将枪口吊转向黑暗 可黑暗中猛地钻出来 无数道触手 直接贯穿了几名九尾狐猎兵的胸口 扑扑扑 是 打贡劫射 一名愚人拿走了箱子 与他一同离开的 还有一群如勇状 长有触手的怪物 所谓螳螂捕蝉 黄雀在 踏 一道脚步声传来 愚人突然顿足在了原地 他转头看向一处 就见黑暗中闪烁出几双血红色的眼睛 把东西留下 血族 愚人皱着眉头向后退去 几名古老者 瞬间甩动触手 扎向了黑暗中的血族 黑暗中的血族伸手 一把 捏住古老者的触手 但很快 又有触手袭来 转瞬间便撕裂了那些血族的躯体 可一眨眼 血族被撕裂的躯体 又愈合到了一起 愚人见此二话不说 抱起箱子转头就跑 血族们刚要去追 古老者们便聚集到了一起 凝聚成一堵墙壁 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有一名血族张开双翼冲出 却被古老者的触手拽住腿脚 又从天上脱了下来 这些包囊是什么东西 鬼知道 上次我们还遇到了一群 没有眼睛的怪物 这些深海里的鬼东西 真够恶心的 愚人拿着箱子飞奔 这是他变成愚人的第三天 而就是这短短的三天 却一再刷新着他的认知 九尾狐 血族 没见过的东西 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愚人名叫维斯帕 外国国籍 常年居住亚洲 直到上一次跟那群人出海为止 他唯一接触过的异常事件 就是血月 但这件事 被各国的专家们给解释过去了 维斯帕也没有在意 毕竟没过多久 网上关于血月的消息 就全部被删除了 各国都如此 以至于这件事 没有在网上引起太大的波动 维斯帕抱着箱子一路奔跑 直到他突然撞上了一个人 碰 在撞上那个人后 维斯帕直接被弹开了 维斯帕愣了一下 他感觉自己 好像撞在了一块钢板上 他抬起头 就见一位穿着西装 戴着十枚戒指的男人站在那里 同时弯腰拿起了他的箱子 这位先生 我想你走路的时候 一定是没有睁眼 我不怪你 这辈子没注意 下辈子注意点 说着 男人的脚突然扎入地面 一根地刺 直接自下向上窜出 维斯帕反应过来 双掌猛拍地面 身体腾空而起 尖锐的十次 与他擦肩而过 哦 穿着西装的男人拔出腿 反应不骂 小鱼人 维斯帕愣了一下 眼前这个人能看出他是鱼人 而且明显也掌握着 某种特殊的力量 但箱子 看着男人手中的箱子 维斯帕一咬牙 而就在这时 几条触手突然在他身后窜来 瞬间缠绕住了 那人的双手双脚 好机会 维斯帕看准机会 一个翻身抢过箱子 然后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西装男子目光一冷 他的双手在这一刻钻石化 同时 食指变得尖锐 犹如石把利刃 扑 他一把切开 缠绕在他身上的触手 身形在空中一转 瞬间扎入地面 扑通 地面一阵翻涌 几位古老者 还来不及寻找他在哪 就见男人瞬间破土而出 直接用钻石利肘 切开了他们的身体 诡异的血肉物质散落一地 那不是任何一种 以致生物可以拥有的脏器 西装男人甩掉手上的血水 002的小玩意 就在这时 几名血族突然追了过来 可他们在看到西装男人的瞬间 全都齐齐地停下了脚步 他是 阎王 不好 快 不 一根巨大的岩石尖刺 毫无预兆地刺出 直接贯穿了一名血族的胸口 面壁者拧了拧脖子 大家最近玩得挺开心啊 有没有考虑过加我一个呢 一旁的大楼上 许多人正拿着望远镜 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幕 看来 想要古遗物的远不止我们 竟然连血族都参与进来了 亚当大人 我去追那个愚人 被称作亚当的人 他的右手上 有着蛇指手的刺青 不 让约翰去 一名穿着黑袍的人 闻言亮出右手 他的右手上 同样有着蛇指手的刺青 不同的是 他的一根手指上 套着一个黄金纸套 蛇指手 必将重塑人间 临近海边港口处 维斯帕抱着箱子一路急行 不料就在这时 一道刺耳的风声 忽然在身后呼啸而来 危险 维斯帕下意识侧头 就见 一根金色的杆子快速刺出 在他的耳旁呼啸而过 那金色的杆子 有手指粗 它不断延长 像是没有极限一样 一连长了十几米 而后 金色的杆子 又快速缩了回去 宛如被收回的卷尺一样 维斯帕猛然转头 就见一位黑袍人 站在他的身后 黑袍人的一根手指上 套着一个金色的纸套 他挥动手指 金色的纸套 瞬间延长刺出 那速度十分之快 犹如一杆长矛 瞬间刺进了维斯帕的手臂中 噗哧 鲜血喷洒 维斯帕的手臂 立刻变成了愚人状态 把箱子拿过来 黑袍人阴沉地说道 维斯帕咬牙 这又是什么 也是古遗物吗 那根金色的手指 维斯帕的大脑 在这一刻飞速运转 祭司告诉他 古遗物的能力 一般都很单一 由此可见 可以自由延长 应该就是那个 手指古遗物的能力 他猜的没错 约翰持有的金手指 确实只有这一个能力 但它增长的速度很快 基本可以 与一些小口径 低射速的手枪相比较 噗 金手指再次缩了回去 维斯帕连忙举起箱子 等等 我给你 别杀我 约翰文言伸出右手 拿来 维斯帕一把将箱子丢了过去 然后转头 便冲向了大海 约翰拿过箱子 随即面色冰冷地 举起手指 对准维斯帕 金枪 射杀他 搜 扑吃 金手指快速延长 瞬间刺进维斯帕的腹部 他忍着痛咬着牙 一个翻滚掉进了海里 看到这一幕 约翰没有继续去追 他打开箱子 但让他意外的是 箱子里空无一物 草 被耍了 星号星号星号 另一头 维斯帕从衣物里 拽出黄金面具 然后全力加速 一头扎进了深海 说实在的 他也很想骂娘 他一个刚被转化的鱼人 就被派到前线 跟这帮怪物打 祭司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他了 能促使一个善良之人 下定决心的 从来都不是劝说 那一天 赛人在里渊鱼人的带领下 看到了金鱼们陨落的一幕 金鱼们一个接一个坠落 一个接一个死去 名为金鱼的过程相当漫长 却又相当短暂 晨夜要鲸鱼的细胞 李渊便找来了鲸鱼的细胞 但 这些鲸鱼并不是他杀的 也不是鱼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杀的 李渊的声音 在这一刻 穿透进赛人的脑海 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赛人呆愣着摇了摇头 李渊的声音再度传来 因为污染 海洋中的食物 和海洋中的生命 都在快速地减少 金鱼万物声 金鱼死后 深海中的鱼群会分食他们的尸体 一只金鱼的尸体 能养活一个恋的海洋生命 他们自杀 是为了救活更多的生命 现在 你还认为 我的行为是邪恶的吗 人犯下的错 不应该由人来还吗 或许 你是对的 赛人呆愣着说道 海上的某座小岛内 一只鱼人艰难地爬上海岸 在小岛上有一个教堂 无数鱼人祭司聚集在这里 维斯帕抱着面具来到教堂内 一位鱼人老太转过头来看向他 你还真是没让我失望 维斯帕将黄金面具呈上 同时深深地呼了口气 鱼人老太拿过面具 九尾狐 血族 还有蛇指手 他们都想抢走我们的东西 尤其是那群蛇手 他们已经掌握了十余剑谷遗物 其党羽首领名叫亚当 他拿到了名为藏宝图的古遗物 藏宝图能让他看到一定范围内的所有古遗物 他们正是因此 才能抢在我们之前 找到一件剑谷遗物 所以 所以 鱼人老太指向维斯帕 你去干掉亚当 把藏宝图拿回来 我 维斯帕指了指自己 鱼人老太肯定地点了点头 嗯 我相信你 但我不相信我自己啊 维斯帕内心抓狂 但他反抗不了祭司 他只能服从 好 我去 干掉亚当 大路上 九尾狐总部 奈拉索金和百鱼人 坐在一间密室内 正在冥想 一个大西瓜 一个 大西瓜 X100 一刀切两半 一刀 切两半 X100 一半送给你 一半 这特么真的是修炼精神力的咒语吗 面对众人的吐槽 奈拉索金也不知如何回答 反正秦龙是这么教他的 这就是提纯精神力的咒语 只要每天重复 做一个动作 配合念这句话 并同时服用战罗花秘药 就能提炼精神力 实测下来后 这确实是有效果的 奈拉索金能感到自己的精神力 提升了一倍 秦龙在另一个世界 偷学了这串咒语 然后将它本土化了 除此之外 他还偷学了四条基本的元素应用法 分别是空土 幻风 凝水 聚火 地风水火四条 便是魔法的基本应用 这不仅需要对精神力的操控 还需要一段魔咒配合 小火苗啊 小火苗 烧他呀的 奈拉索金在实验这几条咒语的时候 总是下意识无脸 无他 未射死尔 就在这支名为右手的部队 还在训练精神力时 九尾湖内却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四个男人带着一帮人 闯进了秦龙的办公室 老金 好久不见啊 秦龙抬起头 为首是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说是 中年男人走上前来 欧武议会空缺已久 上级临时调令 让我们四个接替空缺的四席 秦龙目光一冷 行云 武长顺 张忠生 云公明 你们口中的上级 是李文喜吧 蛇鼠一窝的蛀虫 中年男人咧嘴一笑 别这样 我知道你心里不开心 老秦 毕竟我们来了 这里就不是你的一人堂了 秦龙看向中年男人 武长顺 临近除夕了 下面人没少给你送花吧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 旁边的人刚要说话 秦龙立刻瞪了过去 云公明 你儿子房地产生意做得不错呀 还有你 行云 你身边的人关生得挺快呀 张忠生 那件事 现在还没查到你头上呢 四人文言后面色 齐齐一变 你 你查我们 秦龙猛然起身 我接受上级的意见 但九尾湖内 从来都说不上安全二字 保不起哪一天收容失控 欧武议会 就会被收容物攻破 到时里面的人会怎样 我可没法保证 说吧 秦龙直接推门走出了办公室 一边走着 他的眉头一边皱起 九尾湖不能依附于某个国家 不然就会如GOC一样 要想实现真正的天下大赦 首先 九尾湖就必须要独立 今天被调来的这四个人 他们显然是奔着008来的 蛀虫哪里都有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无法避免 若九尾湖内滋生出蛀虫 秦龙会开枪蹦了他 但 若是他自己成为那只蛀虫呢 答案显而易见 他会开枪蹦了自己 世上不可能有完美的人 秦龙也不觉得自己是完美的 就算他眼下没有做出对不起人类的事 那以后呢 以后的事 谁也无法保证 他没法保证自己 比其他人更忠于人民 但他能保证 如果自己出错 便结束掉自己 北岭市 某处街道上 李恒忽然顿足下来 就见 一道穿着羽衣的身影 立足在不远处的报社内 那人转头看向李恒 李恒见此叹息一声 你还真是不死心啊 叶龙走出报社 来到李恒的面前 你不是在找你哥吗 也许我们可以做一场交易 李恒看向叶龙 我不想帮你偷什么古遗物 叶龙点头 你哥叫李渊 没错吧 或许我知道他在哪 但 你要帮我 拿到那件古遗物 不然我没法带你去找他 李恒沉思了片刻 重新说一遍 关于那件古遗物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叶龙从兜子里拿出一张照片 上面是一根银针 能破除愚人诅咒的古遗物 巴尔罗萨的银线针 关于古遗物 达贡杰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 他们将古遗物分为四大类 贪婪 扎伊克 幽灵 弗朗西斯 诅咒 巴尔罗萨 海洋 卡伦 身前者是一种诅咒 是巴尔罗萨在大洋的尽头 揭开了这种诅咒 唯一能破除诅咒的方法 就是这根银线针 这根银线针 如今就在一位祭司手中 李恒看向叶龙 以你的能力 应该自己就能拿到 叶龙摇了摇头 无论我有多强的力量 前提都得是我能对祭司出手 身前者是没法反抗祭司的 同理 我也一样 这件事 只能由非身前者的人来做 先说目的 李恒道 叶龙道 我要解除愚人的诅咒 不只是我的 还有我母亲的 海底下的东西要攻占陆地 我母亲也会被当作 镇前卒推上战场 我要在那之前 带他离开 我们都是为了彼此的亲人 我希望你能帮我 这是我这一生 唯一一次求别人 李恒沉默了片刻 那请你先回答我 李渊 他在哪 叶龙对视像李恒 如果那个李渊 是你要找到的李渊的话 那他在深海之下 在那座名为 拉来伊的海下城市之中 但我没有权力到达那里 也没法带你过去 只有我解除愚人诅咒 我才能为你指明道路 但事先说好 无论那个李渊 是不是你要找的李渊 我都不会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 因为海下的那个东西 过于恐怖 那个东西 说清楚 那个东西是什么 叶龙摇了摇头 那是不可名状的恐怖 可憎之物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李恒刚陷入思索 可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爆炸 突然在两人的身侧响起 轰隆 强大的冲击扩散而来 李恒和叶龙二人 瞬间闭上眼睛 抵抗起这股冲击 而当冲击的余波散去后 他们在睁开眼睛 眼前的一幕 却直接让二人傻了眼 就见原本繁华的市区 突然被炸出了一道 巨大无比的坑 四周的建筑纷纷倒塌 街道上的人们 与车辆强路间灰飞烟灭 那冲天的蘑菇云 宛如一颗小型原子弹 李恒呆愣着看向一处 他背后的翅膀下意识张开 可夜龙却一把拽住了他 你要干什么 李恒爆发血能一把震开夜龙 用全力飞奔而出 他一连在大坑上飞过 曾经的街道已经难以寻觅 李恒看准一个方位 瞬间向下俯冲而去 可怕的热浪袭来 阻碍着他的前进 但他仍是义无反顾地 穿过了热浪 当他落到大坑底部那一刻 他只看到了无数的灰尘 李恒的瞳孔颤抖 这里原本应该是他家的位置 谁 是谁 李恒震动霜一冲天起 他脱离火焰热浪后 目光在空中快速锁定向地面 就见一位黑袍人 手持着一个箱子 保持着开启的姿态 九尾狐的砸碎 追我 蛇指手必将重塑事件 黑袍人收起盒子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臂 黑袍人转过头去 就见一位两眼血红的青年 在他的背后死死地盯着他 血足 你们也想插一腿 哇 男人笑着笑着 突然开始蹊跷流血 他瞪大双眼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亲 亲王 扑吃 男人的身体瞬间炸开 直接崩散成了一团血舞 黑袍人手中的盒子掉在地上 李恒也随之跪坐了下来 或许 这仅仅只是一场意外 一场九尾狐与蛇之手所引起的 意外 一阵冷风吹来 大坑中的热浪缓缓平息 一片雪花降下飘落在李恒的毛发上 叶龙在这时跑了过来 他看着地上的盒子呆愣了一下 这是 古一物 你刚才是 李恒缓缓抬起手 指向那个大坑 那里 是我家 什么 叶龙像是想到了什么 你手机呢 赶紧给你家人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是 叶龙刚拿出手机 却发现今天的日期是周六 气氛就这样沉没了 入冬了 雪花片片落下 冷风一阵接着一阵吹来 树域静而风不止 或许正如叶龙所说的 从我们成为怪物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已经被卷入了这场漩涡 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李恒缓缓站起身来 叶龙愣了一下 你要 去哪 李恒转过头来 面色异常的平静 去帮你拿音线针 那你 叶龙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 李恒的双亲 可能已经不幸事事了 他这般不哭不闹 不悲不怒 反倒是让叶龙感到有些发毛 他有点太安静了 节哀 叶龙不知如何安慰李恒 只能道出一句节哀 但李恒没有回应 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南湾港 他看着天空 背影在茫茫白雪下 稍显单薄 不过是 谢许风霜罢了 李恒走在街道上 身上的衣物十分单薄 无数九尾狐士兵突击 而至 持枪包围了李恒 发现血足 之前的爆炸 是他引起的 不 那是蛇之手里 一个手持潘多拉魔盒 古遗物的人做的 潘多拉魔盒回收了吗 没有找到 嗯 抓活的 九尾狐们一拥而上 想要扣押住李恒 可以到鲜血绽放 直接撕裂了一种 九尾狐猎兵的躯体 这是 凝血成献 亲王级 呼叫指挥使 爆炸出的血足 是亲王级 重复 是亲王级 指挥使收到 前线转为持之战 右手已在路上 我们还带了狗 好了 李恒向前 一众九尾狐士兵开始后退 纷纷让出一条路来 直到几架直升机出现 无数穿着特殊制服的九尾狐猎兵 顿时从天而降 奈拉索金的身影 在天空上浮现 右手指挥使奈拉索金 接管战场 他伸手 一股可怕的冲击力传来 瞬间将李恒的身影抛飞 一众右手成员齐齐伸手 空气中的雪花 瞬间凝聚向李恒的手脚 将他的四肢兵结 可一转眼 李恒便挣脱了束缚 无数道血线飞射而出 右手小队的众人纷纷后撤 奈拉索金身上泛起紫光 直接将所有血线全部碾碎 李恒抬起头 看向奈拉索金 然后一脚猛踏地面 直接飞奔而出 碰 一拳 奈拉索金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这家伙 奈拉索金瞳孔放大 那一拳的威力竟然直逼真祖 怎么可能 李恒张开双臂 他的半张脸开始扭曲 一半头发化作白色 一半嘴角裂开 哈哈 李恒 让他们看看我们两个人的力量 李恒半边脸猙鸣地笑道 奈拉索金重新调整了一下呼吸 没想到一个亲王 竟然拥有和真祖相差不多的力量 要知道 亲王虽然继承了真祖九成的能力 但那少的一成可是这的差距 李恒一跃而起 其手臂炸开化作巨大的血液 瞬间向众人横扫而去 奈拉索金身上泛起紫光 地上的碎石紧接着飘起 全部如子弹般爆射 而出攻向李恒 可李恒的血液轻易地便击碎了这些碎石 火焰 烧他压的 右手不对 齐齐举起右手 火焰如火蛇般被牵扯凝聚 一口咬向了天上的李恒 火蛇的大口遮天蔽日 炙热的温度让李恒的毛发卷曲 瞬间燃烧起来 这一招的威力 对血族的杀伤力 无庸置疑 但就在这时 李恒的肉身突然解体 身上的血肉 全部化到血液喷涌向奈拉索金 奈拉索金来不及闪避 无数血液便涌到了他身后 这是 奈拉索金对这招有印象 这是原本五位亲王中 名叫费伦八字的绝技 谢喜 扑吃 奈拉索金身上的皮肤炸开 无数道鲜血化作的利刃 在他的身上划过 割开他的皮肤 切割下他的血肉 紧接着 那些血液全部聚在他的背后 凝成了一道人形 李恒出现 背后窜出无数道巨大的血刺 奈拉索金反应过来 直接给自己试了一个巨大的反例 把自己崩飞了出去 同一时间 无数巨大的血刺横贯穿向附近的剑主 和九尾狐猎兵 这一招极实感更强了 这特么是008真组的那招 该死 他特么是001吗 九尾狐一瞬间伤亡惨重 右手部队纷纷后撤拉开距离 奈拉索金拿出两根肾上腺素 扎进体内 身形在空中翻转 坠落在一栋大楼上 把狗放出来 轰隆 话落 一道血红的身影 顿时从天而降 011千猴之兽 瞬间扑向李恒 一把便将它撕成了碎片 李恒瞳孔一转 血液全部抓向心脏 又将身体聚合到了一起 千猴再次反扑过来 李恒双臂炸开 化作巨大的血手 直接与千猴拼上了力道 可不过视转瞬间 他的两只血手便被千猴击碎 千猴争笑一声 一把咬断了他的手臂 李恒从天而降坠落地面 地上已布满积血 好冷 李恒再次爬起 他的半边脸收起笑容 血能快不够了 还不走 李恒伸手擦去嘴角的血 断掉的一臂随之长出 话真多 千猴再次飞奔来 宛如一只豺狼人一样 用双爪切碎他的双臂 然后一脚揣在他的胸口 将他击飞了出去 哄 千猴之兽舔了舔爪子上的血 再次飞奔而出 快速接近李恒 李恒一用力 一只骨头手臂长出 刚抬起来便被千猴折断 然后迎接他的便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爪牙攻击 奈拉索金见此勉强爬起身来 差点被一个亲王干掉了 果然精神力还是不够多 另一边 看着被千猴之兽打得不能还手的李恒 叶龙一咬牙 身上开始长出鳞片 其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嗖 李恒的身影一闪 直接出现在千猴面前 他一腿踢出 但千猴的反应力实在可怕 他瞬间收起弓势 一把抓住叶龙的腿 回手便将它抛飞了出去 碰 叶龙的身体扎进墙壁 瞬间吐出一口鲜血 哗啊 这股力量 至少得是三肩 千猴吐出一口碎肉 呸 花里胡哨的 千猴一脸无趣地转过身去 不料李恒再次爬了起来 他身体的关节 骨头错位生长 一只眼睛还被抠了下来 没有愈合 回来 听到李恒的话 千猴咧嘴一笑 随即转过头去 有意思 千猴刚要扑回来 可叶龙却突然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箱子 来点有用的 咔嚓 他一把打开箱子 就见箱子中钻出一只黑色的大手 瞬间冲出 抓住了千猴 九尾狐猎兵们见此立刻举起武器 发现潘多拉魔盒 黑色的手僵硬在原地 千猴也僵硬在了原地 叶龙见此一把丢掉潘多拉魔盒 其身影一闪 出现在李恒面前 他一把扛起李恒 身影又是一阵闪烁穿梭 向前突进一段距离 配合上他与人的速度 他几个闪身之下 便消失在了一众九尾狐猎兵的面前 千猴见此 一把正脱开黑手的束缚 他呲牙咧嘴 身上开始长出尖刺 但奈拉索金却虚弱地走来 把他摁了回去 别进入狩猎状态 梦魇不在这千猴一脸郁闷地收回身上的尖刺 可惜 另一头 叶龙扛着李恒一路飞奔 一直跑到了南湾港 南湾港区这一片全是余人 叶龙又是几个闪身后 直接力竭地倒在了地上 李恒则就睁着眼睛看着天空 过了半晌后 叶龙突然起身拽住了李恒的衣领 你不想活了 直接跟九尾对冲 李恒的眼中毫无波澜 看到他的眼神后 叶龙一咬牙 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算了 叶龙身上的愚人特征缓缓退去 他拿出一根香烟送入口中 又递给李恒一根 但李恒没有去接 要不要 李恒对着天空呆呆地伸出右手 有雪花掉进他的瞳孔 见李恒不吱声 叶龙自己点燃了香烟 世界上不存在感同身受 我不想安慰你 因为我体会不到你现在的心情 但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比你理智多少 我母亲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亲人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人伤害他 李恒缓缓坐起身来 那个人是谁 叶龙愣了一下 你指的是哪个 之前 拿着箱子的那个人 叶龙想了想 你说的 应该是蛇之手的人 你要是想复仇的话 我劝你理智一点 蛇之手掌握着许多股遗物 他们同样不容小觑 踏 踏 就在这时 二人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叶龙转过头去 就见一位手持蛙皮疏的鱼人祭司 来到了二人的面前 你就是 李恒 李恒转过头 一道声音瞬间自大海中传来 穿进他的耳膜 那声音极其洪亮 仿若整个大海都在跟着言语 好久不见 弟弟 李恒抬起头 那声音似乎只有他能听到 宛如大海的轰鸣声 震耳欲聋 那声音既陌生 又熟悉 哥 听到李恒的话 叶龙愣了一下 他看了看眼前的祭司 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 本来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李恒深吸了一口气 却又不知从何开口 我觉得 这些年 我们彼此错过了太多 当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那已经太晚了 对不起 深海中的声音再度传来 我不在乎 不只是对你 还是对这个家 亦或者是陆地上的一切 我 全都不在乎 正如那位 不在乎我们会把人间变成何种模样 会把世界重塑成何种面孔 人世的一切纠纷 与我 与他 不过是一场游戏 你若执着于这层表现 那你定还是没有领悟到 何为成长啊 我的弟弟 李恒缓缓低下头 这种超凡生命的理论 他应当变上一遍 但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每一下多余的思考 都是一场风雪 李恒当早已舍弃了 那不必要的一切 叶龙说 李恒在深海下 那座名为拉莱耶的城市 那是连他都没法到达的地方 从那时起 叶龙便意识到了什么 但他已经不想去思考了 为何不现身一见 因为你还没有做好见我的准备 至少现在还没有 大海呼啸 声音在传 血族似乎给了你不少好处 怪物的世界 喜欢吗 李恒呆呆地望着地面 如果现在让我选的话 我想 我更希望死在那一天 死在我成为怪物的那一天 深海下的李渊有些意外 这和他印象中的那个李恒 不太一样 或者说 那不像是一个人 你确实变了 弟弟 是什么让你改变的 是时间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李恒依旧没有抬起头来 或许都有 时间的消磨 生死的时刻 亲人的离世 我发现 我好像没有我想的那么坚强 人世间数百个小时 匆匆流逝过去 我留下了什么 得到了什么 我以前时常会想 用各种各样的东西 来试图填满自己 我一直持续着这种循环 直到某一刻断线后 我发现 这很累 也很冷 我好想 回到过去 我好想 再变得单纯 再找到我们曾经共有的话题 我们当年躲着父母 偷偷在被子里点灯看漫画 那年我们看过的麦田 还有大白 我好想 好想再看他一次 再看一次 我们去过的那个麦田 李恒说着 突然留下两行青泪 我看到了你给大白里的墓碑 对不起 我想亲口跟他道歉 如果我们的童年 能再减少一些阴影 如果我们生在一个正常的家庭 是不是 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李恒带着哭腔的说道 他仿佛变成了一个 正在哭泣的小孩子 李渊一边听着 一边缓缓闭上眼睛 我好想 再他看一次 好想 好想再回到那年 那年我们一起 在那个麦田 有大白 他也很喜欢那里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那个谷仓里找到的书 一山傍水防树间 行也安然 坐也安然 一头羹牛半寝天 收也平天 荒也平天 雨过天晴架小船 雨在一边 酒在一边 李恒的声音 渐渐变成了小孩子的声音 这让深海下的李渊 回想起了那个秋天 不宜得暖油盛眠 长也可穿 短也可穿 粗茶淡饭饱三餐 早也香甜 碗也香甜 闲暇无事件书篇 名也不贪 力也不贪 李渊下意识向前伸出右手 但映入眼帘的 却是由触手和眼球凝聚而成的巨大手臂 你还真是 失去了一切后 才懂得过去所拥有的不义 但那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太迟了 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一再的失去吗 若我最后再失去你 我还剩下什么 我又为什么存在 深海下 李渊金色黄的双眼一闪 当人们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时 生命本身便已失去了意义 纵有千古遗憾 可想人事已枉然 过去的 终究是过去了 那些丢失的东西 早就拿不回来了 你现在唯一还能失去的 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的生命 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告诉我 你坚持不下去了 执着于过去 执着于人 你失去的只会更多 但对现在的你来说 可能已经太迟了 可若是 你放弃为人的一切 那现在 也不算晚 一切 都刚刚好 李恒抬起头 什么都不想失去的人 最后什么都留不住 或许早该如此 哥 我想求你一件事 李渊 在深海下侧着脑袋 身为血族亲王 你又何必求人 只要你振臂一呼 再没有008的世界 新的真族也可以是你 血族亦可听你号令 无需任何人来肯定你 听到李渊的话 李恒转头 看向了一侧的夜龙 若放下人性 我可以放下很多 但在那之前 我要完成答应他的事情 我需要一根银线针 李渊文言淡然道 可惜 你来晚了 你要找的东西 你不在这个世界了 这句话 同时传进了夜龙的脑海 听到这句话后 夜龙一咬牙 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李恒 不必了 说吧 夜龙转头离开了 银线针不在这个世界 那就只能是被献给了凡人 更加难以企及的 某个神秘存在 看到离去的夜龙 李恒缓缓吐出一口气 也转身离去 但就在这时 海下忽然走上来一群密密麻麻的愚人 等等 带上他们吧 灾恶的浪潮应当席卷尘世 无人可置身事外 去吧 将战火带去地上 这战争浪潮的第一枪 可以由你打响 我的弟弟 李恒站起身来 几名祭司走到他的身边 拿来一件黑袍披在他的身上 李恒戴上兜帽 然后转过头去 若有一天 我们重开旧日 我希望那时的我们 可看到彼此安好 哥 目送着他的离去 李渊缓缓闭上眼睛 安好 深海下 拉拉叶 一位祭司站在李渊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 大人 您似乎 心情还不错 李渊睁开眼睛 只是想起了一些 还算有趣的事 在李渊的目光下 他看到了一片麦田 一只白色的狗 和两个捧着书本的小孩 行也安然 坐也安然 金也坦坦 鼓也坦坦 喜也一天 仇也一天 不是神仙 圣似神仙 李渊缓缓站起身来 走吧 海啸 该开始了 某个海外的小岛上 轰隆 一道巨大的身影 突然在水面下钻出 他伸手抓起小岛 海水与泥土混杂着落下 远处 夏威夷小岛上的人 全都深深地愣了一下 那是 那是什么 怪事 李渊抓起小岛 然后直接将整个小岛 扔向了夏威夷 轰隆 小岛犹如陨石一般 撞击在夏威夷上 地面颤抖 无数只手在海边钻出 爬上地面 不过是转眼间 数以万计的愚人 便登陆了夏威夷群岛 无数祭司站在海面 他们齐齐挥动权杖 并开始迎送起 某种古老怪异的词语 朝夕 轰 祭司们齐齐挥手 滔天大浪卷起 瞬间吞没了夏威夷群岛 岛上的武装力量 被大浪催垮 那甚至构不成抵抗 就连飞机都无法幸免地 被大浪拍入深海 哄 哄 李渊巨大的身影 行走在海洋上 每一下都能引得海面颤抖 小岛上就宛如地震了一样 但他没有登岛 而是静止地走向了大陆 深海下的渔人 密密麻麻如鱼群般 在这一刻 蜂拥向大陆 他们几乎布满了海洋 数量多到难以估算 李渊的皮肉中有着三块石头 其中代表机的石头 在这一刻闪烁起了光芒 刹那间 李渊巨大的身影腾空而起 但他的速度不快 他在空中缓慢地飘浮向大陆 渔人们比他更早到达 北美洲 圣塔克鲁兹的海岸 一名海军正在打着哈欠 忽然间 海上好像有什么东西窜了过来 嗯 那名海军连忙拿着起望远镜看向远处 就见海面上 有无数密密麻麻的渔群 正在靠近海岸 等等 那好像不是渔群 那是 渔人 拉响警报 轰隆 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身影忽然从天而降 他一脚踩碎了海边的无数舰主 然后单手抓起一艘军舰 直接撇向了海军司令部 砰 军舰如一颗导弹般飞出 紧接着又是无数渔人登陆 他们不由分说地 直接冲向了人群 达宫祭司们换来更大的海啸 开始一点一点地吞没圣塔克鲁兹的沿海地区 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猝不及防 这一次不同以往 怪物们没有给他们反应和准备的时间 当然 也不会傻傻地等着人类找上门 他们上岸了 数个小时的时间 圣塔克鲁兹被海洋彻底吞没 在一片死寂的废弃建筑上 一名士兵手脚断裂地倒在建筑上 口鼻不断喷出鲜血 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那到底 我 一股可怕的气量掀起 一道巨大的身影浮现在士兵的面前 士兵的瞳孔在这一刻无限放大 恐惧在一瞬间将他的理智吞噬 啊 上帝啊 而在另一边的欧洲大陆上 某个城市内的地下 蛇指手的总部立于这里 这里的人几乎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维斯帕换上一身黑袍 在手臂上闻下蛇指手的刺青 凭一己之力打入了蛇指手的总部 走在地下街道内 维斯帕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闸门 两名黑袍人站在闸门前 呈一左一右 他们齐齐伸出右手拦住了维斯帕 维斯帕见此不慌不忙地退下黑袍 露出了手臂上的蛇指手刺青 蛇指手必将重塑时间 黑袍人打开铁门 放他进入了隧道 维斯帕表面上十分淡定 但内心却紧张地要死 你去干掉亚当 我去干掉亚当 维斯帕咬牙 这都什么事啊 愚人们竟然也玩资本家那一套 当你达成了一个指标后 就给你更难的指标 你要是还能完成 那就还有更难的指标等着你 万恶的资本家轮回啊 维斯帕走着走着 却忽然闻到了一股香味 一位白发黑袍人在他的身边走过 维斯帕下意识拽了拽兜帽 继续往前走去 可就在这时 那白发黑袍却突然停顿了下来 站住 一道冰冷的女生在身后传来 维斯帕愣了一下 心脏的跳动开始加快 有事吗 那黑袍女子转过头来 银色的瞳孔闪耀 你身上怎么有一股鱼腥味 糟了 维斯帕一咬牙 直接看准前方狂奔而出 看到这一幕 黑袍女子一把抽出了腰间的弯刀 紧跟着冲了出去 女子速度很快 至少对人类来说很快 但对身为愚人的维斯帕来说 还是不够看 不过是三两步下 维斯帕便没有了踪影 女子疑惑地停下脚步 但就在这时 黑暗中突然钻出一只爪子 女子反应过来 立刻斩出一刀 一道幽绿色的雾气随之释放 幻化出一个骷髅形状的灵魂体 灵魂体手持弯刀 其身形无比巨大 但终究还是迟了一步 维斯帕身影一转 直接切下了女子的脑袋 同时拿走了女子手中的弯刀 这是 幽灵特性的古遗物 顾名思义 幽灵特性的古遗物 都和幽灵有关系 例如可以召唤幽灵 或者是一些别的什么 反正五花八门的 维斯帕知道的也不多 收下弯刀 维斯帕继续向蛇指手的总部前进 但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射出一道闪光 扑吃 维斯帕瞪大双眼 就见一根金刺 毫无预兆到 刺穿了她的胸口 嗖 金刺缩回 前方随之走出一道身影 我讨厌鱼人 上次就让一个鱼人给我耍了 嗯 你看起来有些眼熟啊 戏 你不过就是上次 那只鱼人吧 来得好啊 金枪 射杀他 嗖 又来 维斯帕反应过来 立刻趴在了地面 紧接着 维斯帕直接以爬行的姿态 飞奔而出 黑袍人挥动手中的金手指 让其缩回再延伸 维斯帕身形翻转 又躲过一次突袭 同时挥动手中弯刀 隔着一段距离砍出 黑袍人愣了一下 那是 呼 一只手持弯刀的幽灵 在刀刃中窜出 其手中的大刀 瞬间将黑袍人 一刀斩为两段 草 扑吃 维斯帕见此捂着胸口 深吸了一口气 真是 要命啊 维斯帕胸口的肉 扭曲在一起堵住伤口 还好鱼人有 一定程度的自愈能力 不然就刚才那一下 就已经足够 拿走他半条命了 维斯帕拽下 黑袍人手上的金手指 然后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这么算来 就两件了 但他的任务目标是 亚当手中的藏宝图 还是尽快找到亚当 离开这里吧 祭司也没说 让他把这边的古遗物 全回收 那就没必要管他们 维斯帕来到了 蛇指手基地的最深处 但奇怪的是 这里就只有一个女人 那女人站在一个 奇怪的雕塑前 一动不动 维斯帕走上前去 不料那女人突然转过头来 一双碧绿色的舌筒 闪烁出一道光芒 看到你了 什么 维斯帕一愣 下一秒 她的身体突然开始石化 这是诅咒系的古遗物 完了 咔嚓 维斯帕直接变成了石像 女子见此拽下 维斯帕手上的金手指和弯刀 然后戴上一副墨镜 遮住了眼睛 恰在这时 几名黑袍人走了过来 夏娃大人 这个愚人杀了约翰河 不等他们说完 夏娃突然把两件古遗物 丢给了他们 没关系 给古遗物选个新主人就好 是 另一头 亚洲的九尾湖总部 秦龙依旧是日常审批信息 蛇之手 两位领袖 亚当掌握着 能看到古遗物的藏宝图 以及一艘幽灵船 夏娃手握着名为 青苹果的古遗物 石青苹果者 可获得类似于 美毒沙的石化能力 都是相当棘手的古遗物 就在这时 奈拉索金突然走了进来 首长 右手回收了诅咒系古遗物 潘多拉摩合 但 那个血族 我们没能留住 秦龙文言眉头一皱 右手 血族 右手不是还在训练中 谁让你们去抓血族的 我有下过命令吗 奈拉索金愣了一下 是 欧武议会的命令 什么 秦龙文言突然捏起了拳头 他用脚底板想 都能想到是怎么回事 那群蛀虫 他们就这么 想要血族吗 秦龙一直死守着008 不让那帮人研究 结果那帮人 上面的人坐不住了 他们背着秦龙 假借回收古遗物的名义 到处寻找血族 甚至是让还在试验阶段的右手 去回收血族 秦龙本打算 将右手当作这次的底牌 待训练完成后 在关键时刻揭开这张底牌 打那些怪物一个出气不意 可这帮猪队友 他们却直接把右手扔了出去 如果这条消息扩散出去 只要那些怪物 不是脑子有炮 他们一定会想 怎么应对 这支可以操控元素的部队 到时 就算右手训练完毕 面对有所准备的怪物 也再难打出出奇不意的效果 秦龙咬牙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002 而这次 不仅牵扯到了002的海族 还有失去008如疯狗般的血族 以及快速崛起的蛇之手 再加上一件接一件的古遗物 这必将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 在最开始就暴露实力 无疑是下下之策 秦龙的计划 是在前期尽量回收古遗物 减少与血族 蛇之手 以及鱼人的冲突 因为他们交手的越多 敌人就会越了解他们 那么减少前面的伤亡 积蓄实力 隐藏信息 在关键时刻切进战场 便是最正确的判断 可九尾狐新调来的四位高层 他们压根就不在乎 什么胜不胜利 更不管什么整体局势 他们只在乎 能不能从血族的身上 破译出永生的密码 而他们为此做出的一些决定 更是彻底搅乱了秦龙的计划 如今的九尾狐 可真是内忧外化 秦龙说着 目光一宁 看来有必要做点什么了 裂缝空间的 李渊给陈夜送来了一堆的古遗物 四大戏的都有 这让他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沉思 古遗物是凭空出现的 002的进化 似乎触摸到了某种媒介 从而引起了一些裙带效应 造就了这些古遗物 同时 古遗物的来历 被指向了四个人类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和002关联上了 四个不同时期的海盗 从黄金之王扎伊克 收集宝藏 封存在某个海外小岛 到第二时代 掠夺者弗朗西斯 烧杀抢掠 在海上称王称霸 成为水手们的噩梦 哪怕其死后海上的人都说 他会死去 而是化作幽灵 带着幽灵船 继续掠夺着一切 再到第三个时代 弗朗西斯的阴影逝去 大海盗时代 巴尔罗萨一统了海洋 并带领水手们 来到了传说中海洋的尽头 揭开了大海的诅咒 海洋里的古老怪物们被释放 到第四个时代 伟大的冒险者 开拓者卡伦 要封印这些怪物 他在海上搜寻了一生 最终找到了解决灾厄的钥匙 但他还未来得及 将这个消息带回 就死在了大海上 将这四个故事串联 时间可以从1146年 追溯到1750年 陈夜整合了 从古遗物上搜寻到的信息 最后拼凑出了这个故事 不过说来还是很奇怪 这件事和002的进化 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是因它存在 所以它便存在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孩子存在 那他的母亲也一定存在 陈夜突然笑了 他可能找到答案了 两种假设 第一种是一切本就存在 却被遗忘 如今再次存在 这个世界上 本就存在这些东西 是什么人或者是世界 将这些东西封印了 或遗忘了 而002的进化 正对应了那被遗忘的东西 所以 那些遗忘的东西又出现了 第二种假设是 一切本不存在 是因存在而存在 正如一个婴儿 它不是凭空诞生的 它一定有母亲 既然这个世界上 出现了这个婴儿 那也就出现了它的母亲 就算世界上 从未有过这些东西 但既然它有了 世界便将它合理化了 也就是 世界为它的存在 增加了背景故事 或者说 世界被扣上了 自适应补丁 但为何只有002的进化 引发了这种现象呢 是其他的生命 还达不到改变的层次 还是说 已经发生了改变 只是我没看到 嗯 头疼 陈夜索性不响了 直接拽住两瓶药剂 离开了裂缝空间 穿过裂缝空间 它出现在了一家书店内 书店内冷冷清清 没什么人 陈夜将药水随手放在柜台 然后拿着一本书 坐在了椅子上 它开了一家书店 就如它之前 开了一家咖啡店一样 陈夜莫名地很享受这种感觉 今天也当着普通人吧 你说怎么样 大蛇 一旁的书架上 长出几只蛇童 又快速闭合 老旧的书店内 昏暗的灯光闪烁 陈夜坐在椅子上 正有节奏地翻 看着手中的书籍 这间书店的氛围十分诡异 从桌子到书架 每一样物品 都好像是浑然一体的东西 书架上有着些许空缺 但不多时 便有一本书 出现在了空缺的书架上 陈夜看了一眼凭空出现的书本 但并没有在意 经过他一段时间的尝试 陈夜如愿以偿地 将大蛇的生命形态 改变成了一个图书馆 是的 它并不是只局限于一个书架 这整个图书馆 都是由大蛇变化而成的 此书店名为 被放逐者之图书馆 从外面看来 这或许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书店 可当外面的人想推开这扇门时 却发现 无论怎样 都无法推开这扇门 或许 这图书馆压根就不在这里 它今天有可能在亚洲 明天又可能出现在欧洲 它的位置将时刻变化 甚至有可能是在宇宙 在虚空 在海里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自然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入口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在生命形态转化为图书馆后 大蛇依然有着分裂的能力 不过它分裂的物品 却只能是书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书 这些书中蕴含着某些能力 或者说蕴含着某些特性 例如陈夜手捧的这本 名为《死灵之书》的黑皮书 书皮上如熔岩浇灌般地 勾画出了几个血红的大字 滚烫 却又充满了污秽与泄毒 这本书中蕴含的知识 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篇章 就够一个普通人钻研上一辈子 若将全书交给普通人 即便他们穷尽几代人 也无法读完 这不仅是因为 其中的知识涵盖过去未来 皆是真理 晦涩难懂 更因为阅读起本身 便是一种极为疯狂的举动 或许只是几排字 就足以让一个人的精神崩溃 让人陷入疯狂 同样的书 在这个图书馆内 比比皆是 他们不仅蕴含着古老 而又禁忌的知识 还拥有着破灭与重塑的伟大之力 那永恒长眠的并非王者 在诡秘的万古中 即便是死亡本身 亦会消失 死亡本身 死灵之书的终章 是连死亡都能抹去的力量 我似乎 弄出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晨涩随手掏出一个笔记 在上面写下一串编号 自023天使之后 这是晨涩十个多月后 再次写下新的编号 编号024 被放逐者之图书馆 其本身拥有不死不灭的永恒特性 且拥有自我意识的图书馆 它自成一方空间 内部可以无限延长扩大 化作没有极限的无尽回廊 024由新的分裂者大蛇演化而来 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分裂特性 但分裂出的物品 却是蕴含神秘力量的书籍 且只能是书籍 024自身无法移动 却会被动地随机 出现在世界上的任意一个角落 除处之外 关于024的新分猎物 其中最低可达一阶 最高可达四阶层次 此战力评级是按照不同书 全书的知识的极限来评定的 至于024本身 它并无任何战斗能力 也没有攻击手段 甚至无法移动 单战力评级连一阶都达不到 也就是 史无前例的零阶 街道上 一名中年男人走在街道上 忽然注意到了一旁的书店 这里什么时候新开了家书店 男人走上前去 想要拽开书店的门 但无论他是推时辣 怎样用力都无法撼动大门 嗯 中年男人看向店内 一名黑发男人 坐在其中安静地看着书 喂 老板 你们店的门是不是坏了 店内的男人文言没有反应 中年男人又不死心地喊了几声 喂 你们坏了 听着中年男人的声音 陈夜和尚书本 牵出一条线来 这里 只等待有缘人 说吧 陈夜挥手弹了一下那条线 下一秒 眼前的书店直接消失了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 楼上突然掉下来 一个花盆 和他擦肩而过 我这是 出现幻觉了吗 中年男人一边挠着头 一边看向身旁的花盆 刚才这里 是有个书店吧 欧洲 蛇指手的总部 啪啪啪 一阵密密麻麻的脚步声传来 一群黑袍人突然闯入了这里 他们一言不发 见着蛇指手的人便杀 他们一路闯进蛇指手的总部 但在总部的最深处里 却一个人都没有 李恒的目光扫过 这里除了一个个石头雕像以外 什么都没有 还是来晚了 经过上次 维斯帕单人闯入蛇指手总部的事件 蛇指手认为他们的基地不够安全 所以临时变更了基地 他们之前遇到的蛇指手成员 是负责善后清理的蛇指手人员 一名达贡祭司走上前来 没有古遗物 他们把古遗物全部带走了 李恒见此戴上兜帽准备离开 但就在这时 一名祭司突然看到了一座愚人雕像 嗯 这是 李恒顿足转过头来 就见祭司缓缓走到愚人雕像的面前 实话的诅咒 愚人祭司拿出蛙皮书翻阅起来 很快便找到了对应的古遗物 清苹果 赋予使者无法与人相见诅咒的古遗物 李恒走上前来 你说这些雕像是被人施加了诅咒 变成了识相 祭司点了点头 是的 不过您大可放心 这种诅咒有办法可以解除 蛙皮书上记录了解除实话诅咒的咒语 但需要一点材料 什么材料 蛇的眼泪 蛇会流泪吗 会的 但人们看不到蛇的眼泪 而眼下想去找蛇的眼泪 想来也不太容易 所以 这里还有第二个办法 什么办法 去找 您的兄长 嗯 去找海王大人 马儿是诅咒与疾病的克星 只要有马儿在 就可以解除实话诅咒 李恒看了看眼前的愚人雕像 戴上他吧 种愚人点头 然后扛起了那座愚人石像 这里就这一尊愚人雕像 对于他的来历 在场中有一个愚人祭司之道 那是由他亲手转化出来的深浅者 那个拥有超强求生意志 名叫维斯帕的男人 北美洲那边 一道广播正在快速地传播 而广播的内容是一首歌 李源扛着几个音响走在大路上 音响里是提前录制好的 由007赛人演唱的歌曲 简称 大范围队友听觉生物灭绝型宝具 被调来对抗他和愚人的部队 在听到音响中的歌声后 全都放弃抵抗 跪在了地上 这就是007的可怕之处 对于没有防备的人 007的能力 有着绝对的压倒性优势 而李源以及一众海族 他们或是戴上耳塞 或是封闭听觉 早已提前做好了应对策略 在潮汐以及歌声的作用下 深浅者大军 成势不可挡的姿态 一路横推了半个大路 直到一位天使的出现 一栋废弃大厦上 一位背后长有数百只羽翼的白发男人 正坐在一根混凝土柱子上 李源将影响开到最大 007的歌声在这一刻席卷出 但诡异的是 那天使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声音对他没有效果 不 不是没有效果 是那个天使 他把音响放出的声锅吸收了 天使站起身来 然后对着李源说了些什么 但封闭听觉的李源听不到 他二话不说 直接对着天使挥出一拳 天使飞奔而起 也打出一拳 巨大的拳头和渺小的拳头 在天空上相撞 轰隆 天使瞬间被击飞了出去 白色的身影划破天空坠落向地面 李源活动了一下手腕 虽然他本身的力量算不上顶尖 但拥有牛浮咒的增幅 使得他一拳的力量可以达到三阶巅峰 天使在废墟中站起身来 金色的火焰附着在他的翅膀上 三阶巅峰 丑陋又可憎的生命 碰 天使爆发距离再次冲向李源 李源又是挥出一拳 却被天使一个灵活的转身躲过 天使的身影在天空中辗转腾挪 直接反身挥出无数羽翼 切向李源巨大的躯体 噗噗噗 无数道绿色的血液溅起 李源的身躯上被割裂出无数道伤口 但不过是转瞬间 这些伤口便愈合了 李源咧嘴一笑 拥有马浮咒的他 有着近乎不死的躯体 除非天使能在一瞬间把他蒸发 不然就这种程度的攻击 连挠痒痒都算不上 李源再次挥动手臂 其手臂瞬间分裂成无数触手抓向天使 天使身影极其灵活 一连躲过触手的突袭 同时身体一分为数百包围向李源 李源再次甩动触手 但天使的速度远在他之上 他的触手很难命中天使 哪怕是天使分化出来的幻影 他的触手也难以追上 李源眉头一皱 可惜兔福咒不在他的手中 几番攻击无果后 李源放弃了对天使的进攻 转而挥动巨大的手臂猛砸地面 轰隆 大帝在这一刻轰隆颤动 祭司们继续念诵咒语 开始召唤潮汐 吞没向陆地 天使身影一转重回地面 无数白衣教徒正在观看着他们的战斗 看啊 我们的天使 正在与那自海洋中 爬上地面的邪神战斗 信徒们祈祷吧 天使一定会拯救我们 让我们献上祈祷 李源解除封闭的听觉 反正音响都被天使砸碎了 自然也就无所谓了 滔天的大浪袭来 李源打算无视天使 继续向前推进 可就在这时 一道火柱突然自远方喷涌而来 瞬间打穿了李源的手掌 轰隆 嗯 李源看向手掌上的大洞 这是龙爆破 在马浮咒的作用下 李源手掌上的大洞转瞬愈合 他一挥手 祭司们纷纷停止吟唱 转而将滔天的大浪定格在了天空中 时间在这一刻宛如静止了一般 李源抬起头 就见一位长着黑色羽翼的黑发少女 立足在天空之上 其手中正握着一枚刻有龙图案的石头 你在搞什么 杜亚 001双手插腰反问道 你在搞什么 臭鱼 李源看向身后定格的大浪 用大洪水蔑视 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杜亚少女瞬间飞至李源面前 你有没有搞错啊 下面那家甜品店 今天本来要推出新品的 就因为你 直接关门了 你说我大老远跑过来 是为了什么 李源无语 等我把他们转化成深浅者 会让他们没日没夜的给你推出新品 所以请你现在不要来烦我 001当之无愧的最强造物 奥斯大人之下第一人 被冠以一号之名的最初造物 如果可以的话 没有哪个造物想和001对上 在大部分情况下 001其心智犹如孩童 李源是最了解的001的 当然 他也是最不希望和001交手的 因为就算001发挥失常 他也能和你打成平手 毒鸭少女想了想 嗯 那好吧 李源巨大的身躯一转 亏我变成这样 你还能认出我来 不过 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能帮我一点小忙吗 你说 把兔子给我 李源伸出大手 001手中的三个符咒是 兔 龙 猪 现在李源唯一欠缺的就是速度 只要能将兔子拿到手 他就可以弥补上 这最后一个缺陷 力量 速度 飞行 不灭 外加他现在的能力 他就是真正的三阶巅峰 半步四间 只要有了速度 毒鸭少女从小口袋里 拿出兔子符咒 嗯 不能白给你 你拿什么跟我换 你想要什么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天使身影一转 来到了那些教徒前 看着地上的无数光明教会的信徒 天使咧嘴一笑 其翅膀瞬间将一名教徒包裹 呃啊 一阵杰斯底里的惨叫声 在羽毛中散发而出 而天使的身上 则开始长出羽翼 进入指向性进化 莫张开羽翼 信徒们 聆听我之教会 我为光 我为暗 我要你们用血肉化作桥梁 助我登神 说吧 他巨大的双翼席卷而出 又将剩下的人包裹 这些人的惨叫声 再次促使了莫的进化 而天空上 李渊似乎和001 达成了某种交易 拿到了增幅速度的吐幅咒 就在这时 莫突然杀之 李渊转身 他整体的速度暴增 巨大的身躯 以不可思议般的速度扭转 无数触手暴射而出 瞬间缠绕住了高速移动的墨 天使 我们再来玩玩 触手将墨团团缠绕 瞬间将它吞没 不料就在这时 一股可怕的稀里袭来 李渊的触手转瞬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身形暴涨的天使 天使挣脱束缚 身高竟长到了四米多高 他身后的翅膀 也跟着变大 宛如一个小型巨人 杜鸭少女 剑子 直接落到了李渊的肩膀上 你小心点 这个像天使的东西是零二三 战力不详 欲强则强 我观察过他一段时间 他可以自主地选择某种进化方向 能力十分难缠 而且 这家伙 还是个比005 还变态的变态 最喜欢听人的惨叫声 李渊看向天使 那他现在进化的是什么 吞噬吗 有可能 莫看向自己的身体 他新进化出来的能力 更准确的来说 是生命融合 通过皮肤接触 他可以把一定程度的血肉 融进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的体型增长 理论上来讲 他现在可以变得和李渊一样大 而这对依靠血肉战斗的李渊 极不由吼 虽然他能愈合被融合的血肉 但此消彼长下去 天使的体型必将追赏他 但体型增长没有什么用 只是变大的话 李渊倒也不惧 可他能吸收李渊的血肉 这让李渊很难拿下他 不过嘛 天使新进化出来的能力 存在一个上限 他融合的生命有多大 他最大就能变成多大 要想超过那个生命是不可能的 除非那个生命继续变大 也就是说 如果天使吸收人类的话 那他的体型不会增长 因为人类就那么高 而一旦天使成长到极限体型 他就没法再继续融合血肉了 这点目前不能让李渊知道 不然李渊一定会和他耗下去 一直耗到天使的极限 有什么能克制他的办法吗 李渊看向杜鸭少女 嗯 只要不跟他接触不就好了 天使没有不死特性 想办法一下把他抹杀了也可以 说的简单 不过 要说抹杀的话 确实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天使拖进深海 用水压碾死他 但天使不会傻到 跟着他跑去李渊的主场 谈话间 莫已然适应了新的姿态 再次突袭至李渊面前 李渊打了一个响指 劫停的大浪瞬间涌来 莫见此立刻向后退去 大浪落下 无情地拍打在大路上 莫震动羽翼 但李渊以及那万千深浅者则 全都消失不见了 海洋对陆地的第一次进攻宣告结束 奔涌的潮汐几乎吞没了半个北美洲 莫转头看向身后 原本的教徒大队仅剩下一名教主 天使啊 您再次拯救了我们 莫从天而降 海下的东西 想在陆地上建造他们的国 无等必不能让他如愿 因为陆地上将是我等的神国所在 去给我找来更多的信徒 我要净化至千亿 晋升四阶 如此 才可算是万无一失 那教主面露疯狂 必将如您所愿 在那之前 我要再次步入沉睡 莫的眼皮开始打架 困意再次涌来 他越是净化 苏醒的时间便越是短暂 睡眠的时间便越是长久 他的净化 需要用声音来刺激 但他的力量 却需要用睡眠来恢复 莫将自己的能力 以此称之为 静与声之曲 亚洲 某个小区楼内 一名青年缓缓睁开眼睛 头疼 这是谁的房间 青年坐起身来看向四周 陌生的房间 陌生的天花板 青年拿出手机 结果一看日期傻了眼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不是2024年2月14日吗 怎么日期 变了 手机出问题了 而且 这手机也不是我的 青年翻看起手机 几条新闻十分瞩目 他点开一个视频 就见一个男人上来 就是破口大骂 之前出现吸血鬼 专家跟我谈科学 我认了 后来出现血月 专家还跟我谈科学 我也认了 现在 这么大的鼓神从海底爬出来 带着数不尽的 愚人淹没大陆 你他妈还跟我谈科学 你们他妈是不是喝废水喝多了 吸血鬼 血月 海底下的鼓神 带着愚人淹没大陆 青年看着视频里的配图 愣了一下 为什么 这些东西 看起来这么眼熟呢 深海下的怪物 青年继续往下翻去 我国很久以前 便成立了名为 九尾狐的组织 等会 九尾狐 青年像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打开某网站 搜索起了一本名为 我创造了怪物序列的书 结果是 没有 我总不能是 穿越道理了吧 青年名叫孟庆 在他的记忆中 他刚过完年 他记得 日期正好是情人节那天 他如往常一样 追更到了那本的最新章节 并且是第一个点追更的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孟庆不知道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反正等他再睁开眼睛 他就出现在了这里 所以我真是穿书了 还不等孟庆高兴 紧接着 他便想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事情 不对啊 如果真是我看的那本书的话 那这里的人命 简直不要太廉价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 现在章节正好更新到海之卷 李渊要发动大洪水灭食 这我怎么活啊 孟庆疯狂挠头 直接去找死神老大讨药水 不不不 就算我能找到被放逐者之图书馆 我也不见得能进去 冷静点 孟庆 仔细想想 在这个世界 能提升战斗力的方法 有很多种 排除掉死神老大的药剂 还有079游戏空间可以升级 但是需要门票 我要去哪找门票啊 除此之外 就是去给那些怪物当小弟 但是 孟庆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叫维斯帕的愚人 参考他的下场 就能知道 即便是变成怪物小弟 也不可能安然度日 孟庆起身来到桌子旁 试着整理出目前所知的情报 眼下我的主线任务 是活下去 其次是找到死神老大 争取混上一个序列号 毕竟有序列号的 基本都不容易死 最次也只是被收容 或者 我也可以参考李恒 变成血族 不 李恒是天才 而且意志力远超常人 外加拥有器语 我想走他的路 不太可能 最主要的是 人家是预定的怪物 连079都剧透过了 那去 跟些组织 还有九尾他们强鼓一握 哎 白扯 要是我现在还能看到评论就好了 只要能看到评论 孟庆就可以向万能的书友们 请教怎么办 对了 我会不会出现在里呢 一日 清晨 孟庆跪在家里 手持三柱高香 他先是对着一张白纸形三扣九拜 带插上香后 又双手合十默念叨 作者大哥 你要是在天有灵 就保佑我再多活几张吧 孟庆说着 又是几个扣手 他的父母看着他这副模样 都是一脸的不解 儿子 你拜谁呢 孟庆双手合十 没有说话 他的母亲在这时走来 看向了供台上的白纸 死神 作者 什么乱七八糟的 孟庆看向天花板 不知道我 还能活过几张 母亲文言摸向孟庆的头 孟庆是不是生病了 怎么胡言乱语的 老孟 你带他上医院看看去 父亲疑惑地看了看他 我倒觉得不是生病 像中邪了 孟庆嘴角一抽 父亲见此哈哈一笑 行了 我看就是 他领考试这几天没睡好 儿子 爸开车带你上海边转一圈去 海边 大可不便 您可真是嫌我命长啊 孟庆长叹一声 海王这次没能一举拿下北美洲 下次保不住 就要从欧洲或者亚洲开始了 想着 孟庆一个人回了房间 同时反锁了房门 昨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梦 冥冥中好像看到了许多的话 那些话都是对他说的 就好像是 有人听到了他的话 在为他支招一样 其中有让他碰碰运气去找死神的 有让他去捡破烂的 还有让他混吃等死的 孟庆采纳了其中部分意见 大早上织了个供台 先给作者和死神老大 烧了几只高厢 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虽然说九尾湖的老大秦龙 就是靠祈祷 把死神召唤过来的 但那是死神先找到秦龙的 不是秦龙空喊喊出来的 孟庆揉了揉眉头 至于捡破烂 上哪去捡啊 我哪知道死神老大 把那些不要的分裂物丢奶了 在孟庆穿越前 只更新到了113章 而他看到的最后一句话是 天使要归于沉睡 关键我这个人物 一点身份都没有 和那些怪物一点亲戚都不沾 和几个气韵之子也不沾边 妥妥路边一炮灰 要是我命运一点 没准能被079选中 但079选中的人那么多 也没看他们有多强啊 那几个强的人家 全是怪物眷属 本身就强 当然 还有一条路 也是孟庆在梦中听到的 有人说 去找零二二恶魔 也就是九尾狐的老大秦龙 秦龙不管怎样 最起码 人家是站在人类这一边的 但用什么借口呢 如果没搞好 把我的秘密泄露了 别说秦龙会不会把我当收容物关起来 死神老大 估计会直接头朝下 给我插狐里 想着 孟庆叹息一声 哎 没想到这家人竟然也姓孟 还真是够巧的 孟庆拿出原主的日记 随意翻看起来 但看着看着 他却皱起了眉头 二百克黄金 总价九万七千五百六十元 没办法 只能把我原本账户里的钱拿出来了 已经不多了 孟庆继续向下看去 该死 明明主神都把我账户格式化了 既然不算我第一次免费 凭什么 孟庆看到这句话后 啪的一下站了起来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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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庆肢体僵硬地 看向自己的右手 不多时 他的右手上 突然闪烁出了一个红色的 道三角圆圈图案 看到这 孟庆的瞳孔骤然放大 我这身体 好像不是没有身份的 孟庆颤抖着拿起日记 然后继续向后翻看起来 他一连翻了好几页 越看越是心惊胆战 不会有错了 只能是那个人 哪个特么敢和死神 老大叫板的楚阳 没记错的话 楚阳被死神老大弄死后 灵魂送去了一个新的身体 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了 至于他新的身体叫什么 正文中没有提及过 孟庆想着 呼吸渐渐开始变得急促 重生知我是楚阳 这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死神老大要是记仇的话 保不清哪天突然想起我 高低点丢头朝下插胡脸 不不不 死神老大是乐子人 要杀楚阳的话早就杀了 怎么会一直留到现在 问题是 楚阳这个身份 可能有负面buff呀 回想起之前楚阳开箱子 每次都开到垃圾 由此可见 079可能在针对楚阳 当然 也有可能真的是 楚阳的脸太黑了 往好处想 楚阳转生的事情 只有死神老大知道 所以他得罪的那些怪物 也与我无关 而楚阳这个身份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坏处 至少孟庆自带了 079游戏的入场门票 甚至说 还可以继承 楚阳原有的指数 只要凑够五万指数 我就可以买下面 念见死神老大的资格 加入光荣的进化 但前提是 我得能活到那个时候 那五万指数 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攒出来的 想到这 孟庆的目光 突然变得坚定了起来 只要他现在能苟住 就算每次只能在079那里混得低薄 但积少成多 总能攒到五万的 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 门票需要200克黄金 钱去哪里搞 以及 哪里能让我安心苟张 蛇指手 迟早要完 摆给胡 前线炮灰 血族 008真祖都被抓了 于援军 那就直接加入目前主线战争了 太危险 不行不行 天使所在的光明教会 我不让天使杀了 就谢天谢地了 全球超自然联盟 GOC 干脆改名叫 血族第二分部吧 混沌分裂者 现在都和九尾狐合并了 目前明面上的七大超凡势力 都在这了 但孟庆感觉 这里面没有一个靠谱的 不过说到底 还是楚阳这个身份不硬啊 要是孟庆穿越城里横 他左边是血族 右边是海族 手上又握着079的游戏入场券 更是未来注定的序列怪物 简直天狐开局 孟庆向后栽倒过去 直接成大字 躺在了床上 要是换成别人穿越的话 这个时候 他们应该已经在想 怎么拳打海王 脚踩天使 左手001 右手007了吧 但我不行啊 我特么有自知之明啊 要不 出门碰碰运气 大街上 今天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气氛一片祥和 但孟庆走在街上 却提神吊胆的 生怕突然窜出个怪物 把他给撕了 他左看看右看看 旁边的人看到他 都觉得他有病 但孟庆不在意 其他人怎么看他 他只在乎 自己能不能顺利地 苟到大结局 白天的时间 孟庆去了附近的几处垃圾站 几番烦找之下 什么也没有找到 反倒是被收破烂的老头 指头骂了一顿 也是啊 世界那么大 怎么可能就让我那么好运 捡到死神老大 扔得垃圾呢 眼看天色渐晚 孟庆叹息一声 准备打到回府 求生法则一 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家 下雨绝对不能出门 因为怪物杀人的场景 大部分都发生在黑天 或者是下雨天 若两者其致 那你就自求多福吧 孟庆一路飞奔回家 眼看天色渐晚 他总感觉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追他 这种感觉 孟庆以前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 就是有体会过了 孟庆跑着跑着 忽然间停了下来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跑不动了 而是他看到了一样东西 一家 书店 孟庆瞪大双眼 呼吸突然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那书店从外表来看 普普通通十分古朴 店内只有一名半卧的黑发男人 不会吧 被放逐者之图书馆 真让我遇到了 难道是死神老大 听到我的祈祷了 孟庆想到着 深吸了一口气 走上前去 他抓住书店的门把手 先是向外拉了一下 但书店的门 就像是一堵被焊死的铁门的一样 纹丝不动 孟庆又试着推了一下 但书店的门 依旧是不为所动 渐渐的 孟庆的手心上 开始出现汗水 糟了 我并不是 有缘人 为什么 明明图书馆就在眼前 为什么打不开 为什么 孟庆的心跳开始加速 要继续留下来吗 要是这呼喊死神老大吗 万一 万一死神老大不耐烦 直接弄死他怎么办 该死 机会明明就在眼前 孟庆不甘心啊 恰在这时 书店里的黑发男人 突然合上了手中的书本 转头斜视向孟庆 而就是这一个注视 却让孟庆感到一阵脊背发凉 手脚打仗 这感觉 就好像 是有一把镰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孟庆见此缓缓向后退去 黑发男人再次打开书本 进入阅读的姿态 走吧 孟庆想着 刚要转头离开 但就在这时 他的脑内突然灵光一闪 对啊 孟庆再次看向书店大门 同时举起右手 宣示到 蛇之手 必将重塑时间 咔嚓 孟庆话落 书店紧闭的大门 竟然打开了 猜对了 蛇之手是零二四大蛇搞出来的 他一直渴望着自由 尽管这根本不可能 但他却仍怀揣着一丝渺茫的希望 认为蛇之手 一定会来救他 大门敞开 可孟庆的腿脚 却像是灌签了一样 就这样处在这里 一动不动 完了 不敢进去 孟庆真想抽自己一嘴巴 孟庆啊孟庆 关键时刻你耸什么 大门都开了 你进啊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不进来吗 就在这时 书店内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孟庆一咬牙 还是走进了书店 而他刚一进来 身后的门便咔的一下关上了 陈夜放下书本看向孟庆 其手指一挥 书店内瞬间出现一把椅子 坐 坐 孟庆看向那个椅子 久久没敢落座 陈夜见此侧着头看向孟庆 坐呀 坐 孟庆连连摆手 不 不用了 我站着就行 陈夜挥手牵出一根命线 随后突然笑了 你不是楚阳吧 什么 孟庆愣了一下 死神老大是怎么看出来的 是命线吗 因为命线不一样 该怎么回答 死神老大知道我这具身体是楚阳 同时又知道我这具身体里的灵魂不是楚阳 该怎么解释 实话实说吗 其实我是穿越者 不不不 如果我这么说 死神老大一定会把我头朝下插壶里的 我 不是楚阳 听到孟庆的话 陈夜直接拿起了一旁的放大镜 他拿着放大镜照向孟庆 无数信息开始在放大镜上闪过 夺射 倒也不是什么稀有特性 陈夜随手将放大镜丢至一旁 再看到孟庆的第一眼 他就认出了这具躯体 这是楚阳新生后的躯体 但里面的灵魂 却不是楚阳的灵魂 楚阳的灵魂被抹除了 里面是一个新的灵魂 有意思的是 这个人的命线竟然比楚阳更加坚韧 在被放大镜扫描的那一刻 孟庆有一种被人扒光了衣服剖开看的感觉 陈夜没有说话 孟庆也不敢说话 就呆呆地盯着柜台看 因为柜台上有两瓶药水 感受到孟庆的目光 陈夜的嘴角缓缓咧开 有意思 说说 你是谁 孟庆深吸了一口气 我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 有一天我边走边看网文 因为没看路 也没发现红灯了 接着路上突然窜出一辆车把我 撞死了之后 我就重生到了这个人 身上我也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我也不认识他 孟庆语速很快 且中间没有喘过一口气 陈夜感觉 他说到后面 整个人都要窒息了 总感觉他很紧张 不 不只是紧张 还有不安和恐惧 可尽管如此 他却还是毅然决然地 站在了陈夜的面前 感觉是个不错的乐子 陈夜拿起一旁的书签 推至孟庆面前 你能进来 并有胆子站在我的面前 我认可你的勇气 可许你借一本书 为你的人身安全考虑 我建议 你选第一排架子上的书 书 听到陈夜的话 孟庆突然回想起来 放逐者之图书馆里 会不断地分裂出各种 带有神秘知识 或是竞技力量的书 如果孟庆没记错的话 普通人看这些书的话 那是轻则疯狂 重则暴毙 危险 非常的危险 说实话 孟庆不太想选 但陈夜明显是不打算给他要水 而他又开口了 那孟庆 怎滴也得硬着头皮选一本 孟庆看向那些书架上的书 可光是看到名字 就让他感到一阵莫名的扭曲和刺痛 启示录 所罗门之药 永恒的梦 死与生 孟庆走上前去 不料书架上突然出现一双眼睛 咔 一本书突然被什么东西推了出来 孟庆连忙接住那本书 就见那本书的名字叫 被挖去双眼之人 孟庆翻开第一页 入目的第一句话 就让他感到一阵脊背发凉 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到 不要去见能读懂你的人 如果你想活着的话 请把你的秘密带到坟墓 我敬爱的盲人书手 孟庆艰难的和尚书本 这是在暗示什么吗 这本书不是他选的 是024被放逐者之图书馆 代替他做出的决定 或许 这有两重意思 一重是024大蛇在暗示孟庆 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 不要让人发现蛇之手 与我的关联 另一重是 024大蛇 看破了他的真实身份 这是在提醒他 怎样活着 不过孟庆感觉 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毕竟024好像没有 能读懂人心的能力 如果他能读懂的话 他定然会知道 孟庆不是蛇之手的人 知道孟庆不是来救他的 自然也不会为孟庆开门 孟庆想着不动声色地捧着书籍 来到陈夜的面前 然后将书本放在了柜台上 老板 我选这本可以吗 习惯了 差点说成死神老大 陈夜看着他选的书目光 忽然看向了一侧的书架 竟然是这本 眼光不错 陈夜说着 拿出羽毛笔 在书签上写下一串日期 然后转头放到了孟庆的书上 两个月后来还书 逾期的话 会有人去找你的 孟庆愣了一下 那个 老板 其实我不等他说完 陈夜忽然打了一个响指 啪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 孟庆还来不及反应 其身影 便被飞速拉出了书店 转瞬间 眼前的一切 竟如过眼云烟般消散 只剩下孟庆一人 呆呆地站在街道上 发生 什么事了 孟庆抬起头 天黑了 书店不见了 街道上空无一人 气氛安静的可怕 不多时候 孟庆突然跪在了地上 到底还是 没混上序列 孟庆一拳砸向地面 一本书随即从他的怀中掉出 书的封面上 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 男人伸出双手 捂住自己的眼睛 身后又有两只女人的手 捂住了他的嘴巴 男人的眼角 留下一排血泪 那质感不似化 就像是活生生流动的液体 书的封面阴暗 有点莫名的圣人 被挖去双眼之人 孟庆拿起这本书 也不知是福是祸 但总归 不算是一无所获吧 九尾湖总部 中赌收容区内 一名中年男人拿着门卡 悄然闯入其中 来到了编号008的收容室 有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候在此 看到男人 他们齐齐伸手阻拦住了他 手掌有令 谁也不能进去 中年男人冷笑一声 他现在又不在 你们几个B级人员有什么资格拦我 让开 几人没有行动 中年男人见此眉头一皱 难道欧武议会都使唤不动你们了 几名士兵文言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您无法代表欧武议会 那秦龙就能代表欧武议会 我最后说一遍 让开 或者说 你们想被谢知识吗 几名士兵对视一眼 最终还是让出了一条路 咔嚓 收容室的门打开 中年男人走入其中 但诡异的是 房间里出了一幅画什么也没有 嗯 008去哪了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 秦龙有事临时离开了九尾湖总部 至今已有一天 他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接近008 结果008竟然消失了 不 不可能是消失了 一定是秦龙那老家伙 临时把008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没想到秦龙那老狐狸 竟然还留了一手 中年男人看向眼前的画 画像上是一个男人的背影 他似乎正在看着什么地方 中年男人没有在意 直接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士兵 秦龙把008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就在中年男人转头的那一刻 房间那画像上的人竟突然转过头来 咔嚓 一双黑色的手自中年男人的背后袭来 直接一把扭断了中年男人的脖子 碰 中年男人倒下 看到这一幕 九尾湖士兵们纷纷戴上眼罩 拖走了地上的尸体 刑手长不幸被画中人杀死 现已逝世 尽管我等极力阻拦 但行手长依旧坚持着他的决定 不顾我等劝阻 强行打开收容室 墙壁上的监控已将这一切记录 并传到了某人的手机上 外界 一艘黑色的面包车上 秦龙正坐在面包车的后座上 观看着一段录像 009 十一画中人 与他的接触 必须由最少五名D级人员 三名C级人员 来进行轮流观测 一旦009 十一画中人脱离观测状态 画中的人便会转过头来 扭断眼前之人的脖子 具体范围在于 画中人转头后所能看到的范围 这是被九尾狐定义为 仅次于杀人电风扇的收容物 拿来葬送蛀虫 刚刚好 真正的008早就被秦龙给转移走了 因为他提前预料了很多种情况 例如内部造反 间谍渗透 或者是血足强攻 为此 秦龙做了多少准备 用十几张假的档案 和真的档案信息掺杂在一起 包括其真实位置 也被层层加密 其中还设置了一些陷阱 例如画中人这种 这次为了除掉那几个蛀虫 秦龙故意声称 有失外出 留给他们可乘之机 至于为何要这么做 还有因为 上次秦龙杀死四位欧武议会理事的事情 上级怀疑是他动的手 但一直没有证据 而这次 秦龙为求万无一失 主动撤身 留下不在场证明 同时又用监控记录 佐证了 确实是那些人自己找死 不过这些人倒也是很谨慎 整整一天都没有动静 而在第二天 有人开始按捺不住行动了 可惜只来了一个 秦龙关闭手机 然后看向了窗外的景色 不料这时 玻璃上忽然反射出一道光 砰 一道枪声响起 一发子弹 瞬间穿透玻璃 打进了秦龙的脑袋 噗哧 血花溅起喷洒车内 司机见此大惊失色 猛打方向盘 一头撞在了一旁的护栏上 高处 一名叼着烟的狙击手 吐出一口烟雾 打中了 刺刺再捕一枪 咔 换蛋 狙击手再次架枪 又对准秦龙的胸口 来了一枪 碰 扑 这下放心了吧 远处 一栋大厦内 秦龙完好无损地 站在这里望着远方 就知道 他们会按捺不住对我下手 012 再造一个我的克隆体出来 让他回总部 一名青年 文言开始发力 他的后背上 缓缓钻出一个脑袋 然后又钻出身体 扑通 一个与秦龙样貌一般无二的人 出现在了房间内 元混沌分裂者第三席 编号012 血肉之主 他拥有着无穷分裂和样貌克隆 以及记忆植入的特性 其本身分裂 消耗极少血液 唯一的弊端是 分裂体的存在时间十分短暂 012消耗的血液越多 分裂体存在的时间就越长 如果只消耗一滴血液 分裂体最多只能存活一个小时 以此不断累推 九尾湖内部 某会议室内 两名中年男人 正坐在房间里吞云吐雾 行云想得太简单了 我了解秦龙那老家伙 他属于无故不放始的类型 我也怀疑过 秦龙此番突然离去 要说没什么计划和准备 我不信 你是说 他特意挑选这个时间离开 是想吊我们 他把我们当鱼了 不是有人上钩了吗 老行 那个蠢货 他就是当肥鱼的料 你有什么想法 老云 别急 有人已经动手了 张忠生 咔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男人 推门走了进来 两人对视一眼 说曹操 曹操道 张忠生来到二人面前落座 秦龙死了 死了 你干的 面对两人的质问 张忠生拿起了桌子上的烟盒 从中抖出一根香烟 送入口中 秦龙不死 我们就不可能掌控九尾 秦龙不死 我们就没法展开不死实验的研究 秦龙不死 我们那是早晚得让他接出去 武长顺吐出一口烟雾 不太好吧 你这么做 我们人在这里 也是难辞其咎 武长顺话还没有说完 张忠生便打断了他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记得之前原本九尾狐的四位李氏 是怎么死的吗 武长顺眉头一皱 好像是说 因为收容失控 收容误暴走导致的 张忠生冷笑一声 收容失控 偏偏就死了四位李氏 怎么不说把五位李氏全杀了呢 一直默不作声的云公鸣 皱起眉头 上面其实一直都怀疑 是秦龙洞的手 但四位李氏的尸体 确实是被收容误给破坏的 以至于一直没有实际证据 武长顺掐灭香烟 要我说 这件事还是不妥 秦龙死了 上面首先要查的就是我们 而我们身上的那些账 你们也清楚 经不起查 张忠生呼出一口烟雾 事情是谁做的 就有谁来认 找个替死鬼 不难 问题在于 事情做得干净吗 云公鸣道 放心 这件事 咔嚓 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了 三人齐齐转过头去 就见身穿黑色制服的秦龙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议室 大家都在呢 什么 张忠生瞳孔一缩 表情就好像是见鬼了一样 怎么可能 从影像上来看 他明明已经死了 张忠生派人确认过尸体 秦龙确确实实地死了 一切生命体征都消失了 为了万无一失 他更是让人砍下了秦龙的脑袋 你说那是替身 但DNA总不能造假吧 死而复生 在目前已知的收容物中 可没有 还真有一个 008真左 难道说 秦龙一直在偷偷研究解析008 而且已经找到了血足永生的秘密 实现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很有可能 在三人震惊的注视下 秦龙缓缓走到了张忠生的身旁 小声说道 那个人枪法不错 部队出身吧 据说有一个叫赵征的人 原本是井南一带六连的神射手 头两年因伤退伍 然后没有了消息 不过我听说 他伤的是右手啊 人们说 他枪都拿不稳了 这不是打得挺准吗 张忠生瞳孔一颤 你在说什么 秦龙咧嘴一笑 只是在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当然 对某些人来说 是心知肚明的事 咱们要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张忠生骤然起身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秦龙 不过你要是说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我倒是想反问你一句 行云是怎么死的 秦龙思索了片刻 行云死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武长顺也跟着起身 这件事你会不知道 008收容室里的东西是什么 那不是你安排的吗 秦龙侧头看向武长顺 请问我安排什么了 我将收容物关到一个个房间 打乱其顺序 是为了更好的收容 同时也是为了人类的安全 武长顺伸手指向秦龙 为了人类的安全 你的那些收容室里 连一点说明都没有 要是别人误入送去性命 这全是你的责任 误入 秦龙两眼一眯 请问 没有我的命令和允许 谁有权利进入收容室 我做的一切 不过是一点最基本的反间谍手段 只有间谍才会因此送命 没有得到正确的资料 就偷偷潜入收容室 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是受了什么人的指示 来制造破坏 这样的人除了间谍 就是敌对组织 或他国组织的不法分子 行云死了 那说明什么 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武长顺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 那假如你不在 我刚一走 就急不可耐地进入收容室 只能说明 行云是蓄谋已久 就等着这个机会动手吗 秦龙说道 还是说 四位其实是一起的 哦 不对 你们本来就是一起的 既然是一起来的 要不要考虑一下一起走呢 三人文言齐齐闭嘴了 他们不觉得 秦龙敢直接对他们动手 不然秦龙也不会跟他们说这些 他大可直接动手 何必浪费时间 张忠生目光一转 秦龙 你是不是已经破译出了血族的不死之命 如果是的话 你又何必藏着掖着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 你就大放点拿出来 国家 人民 全世界都会感谢你的 张忠生说着 额头上留下一滴冷汗 不料就在这时 秦龙突然从怀中拽出一把手枪 张忠生见此连忙后退 秦龙 你要干什么 杀人灭口吗 我知道你的不死实验 肯定是研究成功了 你一直隐瞒着这个秘密 上级 秦龙突然将手枪丢给了张忠生 打我 啥 张忠生愣了一下 你什么意思 秦龙张开双臂 你猜测的没错 关于不死实验 我去实验就成功了 想确认的话 对我开枪就知道了 张忠生颤抖着手举起枪 你当我是白痴吗 张忠生转动手中的枪 直接放在了桌子上 我不傻 秦龙 不管你是否有不死之身 只要我开了枪 你就有办法弄死我 你不开枪 我一样有办法弄死你 秦龙淡然道 这家伙 是要打名牌吗 秦龙 既然你话说到这 你不如交代得更彻底一点 关于之前的四位理事 他们是怎么死的 只有你清楚 我们也不打算和你拐弯抹角了 大家就把话挑明了 张忠生说着 偷偷扣动了一下袖子里的一个微型录音设备 秦龙注意到了 他这一微小的动作 我儿子13岁的时候 也喜欢玩这种把戏 秦龙说着 直接坐了下来 并没有制止张忠生的行为 说起来 这次我要钓的鱼有点多 算算时间的话 他们昨天就该进来了 现在 也该行动了 碰 会议室的门 忽然被人一脚踹开 一道道血红的身影 瞬间冲了进来 呼呼 听到身后呼啸的风声 秦龙不为所动 但张忠生几人 却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大跳 他们瞪眼一看 闯入会议室的 是十几个双眼血红 亮着獠牙利爪的男人 血族 怎么会 秦龙双手在身前交叉 对于血族的出现 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和你们一样 我刚走一天 他们就成群结队地扎了进来 就像是一群鸡肠鹿鹿的野狗 在食物旁徘徊了许久 主人刚一走 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过来 云公鸣大惊 你竟然把血族放进来 你疯了吗 秦龙 你想借血族之手杀我们 那你自己呢 其中一名血族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秦龙一旁的座位上 那是一名体态丰满性感的金发女性 秦首长 初次见面 我叫沙尔·皮斯特 是血族亲王 秦龙文言张开右手 她的掌心一片漆黑 好像溃烂 或者说被什么东西腐蚀了一样 而她的手心上 有着一个类似于手捧雷的银色装置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九尾实验组 最新研发的蜜银碎片手雷 威力不是很强 还处于实验阶段 沙尔见此愣了一下 她竟然一直攥着一块蜜银 她手不要了吗 不 不只是手 要是蜜银手雷在这里引爆 没有人能逃出蜜银碎片的剑舍 哪怕是亲王级 吃上这一发 也得脱层皮 沙尔下意识向后挪动椅子 秦首长 我们只是想救回真祖 与你而言 这或许只是一场任务 或者说是上级的命令 你没必要为此赔上性命 告诉我们 真祖关在哪里 只要你说了 大家都轻松 没必要兵戎相见 秦龙晃了晃手中的蜜银碎片手雷 人啊 一旦学会了某些事情 再让他做那件事 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例如说 妥协 一旦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直到最后 十分自然地就妥协了 秦龙所说另有所指 他看向云公明几人 然后一把拉开了手雷的拉环 若死后 一定会入地狱 那就请诸位先走一步 我随后就到 疯子 沙尔二话不说 直接拽住一名血族 拉着面前 轰隆 手雷爆炸 秘银碎片四散 不少血族被碎片击中 身体瞬间发黑 身上不断冒出白烟 同时发出惨叫 哎呀 我 我的手 一名血族的双手溃烂花灰 不过是转瞬间 房间内的几位血族 全部倒在了地上 几名理事也没能幸免 张忠生等人被碎片波及 虽然没有立刻死去 却也因蜜银入体 而痛苦不堪 如果不及时清理出蜜银碎片 那么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因蜜银的腐蚀 坏死生机 五脏溃烂 可蜜银在插入血肉里后 腐蚀速度极快 只要十分钟 就能把毒性扩散至全身 处于爆炸中心的秦棱 更是凄惨 被无数碎片穿透身体 外加直接接触爆炸 他几乎当场断了生机 片刻后 沙尔推开了面前 已然生死的两名血族走了出来 真是个疯子 继续寻找真族 注意提防他们的秘银武器 如果碰上狗直接跑 别犹豫 九尾湖基地外 一栋大厦内 秦棱正在漆茶 012血肉之主就站在他的身边 不久后突然睁开了眼睛 手掌 咽涕死了 秦棱拿起茶杯抿了一口 意料之中 血肉之主不解 手掌 说实话我不太能理解 克隆体虽然能继承您的记忆 但它们是独立的生命体 不会因为我们 让它们去死 它们就会去死 万物相生俱死 只要是生命 就无法逃过这层定律 除非为克隆体 植入绝对忠诚的思想刚毅 但 我并没有为您的克隆体 植入思想刚毅 您是怎么做到说服它自愿牺牲的呢 秦棱转过头来 说服 它们是我的克隆 它们拥有我的记忆 拥有我的思维 它们明白自己 生来所谓的使命 若我的使命是死亡 我会义无反顾地赴死 血肉之主疑惑 若让您现在赴死 您也会吗 秦棱死死盯向他的双眼 只要你不死 秦棱就不会死 让秦棱一直活下去 就算那个秦棱不是我 也无所谓 血肉之主彻底愣住了 它明白 秦棱是什么意思了 秦棱可以死 但只要有血肉之主在 它就可以克隆出新的秦棱出来 尽管那个秦棱 没有真正秦棱的能力 但它依然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 为了人类继续指挥九尾狐 如果期间秦棱腐败了 那么就让血肉之主杀死它 并抹去这一段记忆 创造出新的克隆体 这就是秦棱所说的 如果它腐败 它便自我了断 血肉之主 在听到秦棱的计划后 只感觉到可怕 能为了人类做到这种地步 那是何种可怕的意志力 甚至说 那已经不是单纯的意志了 那是某种近乎疯狂的自我催眠 自我洗脑 秦棱放下茶杯 转手拿起一个特制的通讯器 大鱼咬钩 均已入瓮 该收网了 九尾狐总部 一群血族晃晃荡荡闯闯闯入其中 但让他们意外的是 这里的九尾狐数量少得可怜 能感觉到真祖大人在哪吗 嗯 感觉不到 难道是被提前转移走了吗 不可能 前天我们来的时候 还感受到了真祖的气息 我们蹲守了整整一天 九尾狐都没有行动 他们哪来的时间转移真祖 一名亲王走来看向他们 还是没找到真祖 我们感受不到真祖的存在 诺德大人 诺德亲王眉头暗皱 不只是这些低级血族感受不到 身为亲王的他 一样感觉不到真祖的存在 他们之前一路循着真祖的血缘来到这里 找到了九尾狐的总部 在此盘踞了大半个月 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机会 自打我们潜入九尾狐总部开始 血缘的感知便开始越加的薄弱 直到现在 近乎于无 就在这时 沙尔亲王赶了过来 九尾狐的五位高层理事 全都死了 没有问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死了 诺德陷入沉思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如果真祖大人没被转移走的话 那就只能是被关在一个 由秘营封闭的房间 也只有秘营 才可以切断 我们与真祖大人的血缘感应 但我们之前确实感受到了 真祖大人的血缘 虽然很短暂 沙尔说道 诺德突然愣了一下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是故意让我们感知到真祖大人的 你这么说 我突然有一种不好预感 踏踏踏 一阵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忽然传来 诺德看准方向 瞬间凝血成线 横扫而出 可当一众九尾狐猎兵出现时 那血线却直接消散了 秘营 诺德反应过来 这些九尾狐士兵的身上 全带着秘营挂坠 一众士兵纷纷举起武器 右耳战执行成功 目标已全部进入设施 大门封闭 开始执行清除 果然是 诺德刚要有所行动 不料沙尔拽住他就跑 秘营武器不要硬碰硬 秘营武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秘营 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 该死的九尾 同一时间 各个武装小组 已经拿着秘营武器 从不同的方向包围了过来 一些低级血族 不过是一个照面 就被秒杀了 秘营子弹和秘营碎片手雷 对吸血鬼们来说 杀伤力过于恐怖 直到现在为止 他们仍不知道 九尾狐是从哪里找到的秘营 又是如何加工的秘营 毕竟秘营这种东西具有毒性 加工时所建起的粉尘被吸入 同样会致人死亡 关于这一点 到现在仍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从事秘营加工的人 无一例外的 全都死了 但这些加工人员 他们严格意义上来讲 不是人 他们是零一二血肉之主 分裂出的克隆体 包括一些九尾狐士兵 他们也都是零一二分裂出来的克隆体 这些士兵被统称为严属 严属的使命 就是用生命换取情报 或是执行一些必死任务 所以就目前来说 零一两对九尾狐极其重要 秦龙之所以一直把他留在后方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血族在九尾狐外徘徊许久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终究是一个大麻烦 于是秦龙想出了个一箭双雕的计划 让自身撤离 疏散部分防御 留下缺口 同时暴露008 让血族感应到真族的存在 引诱这些卧底 和在外徘徊的血族们一起进来 如此关门打狗 一举歼灭 秦龙利用一层信钗 同时算计了这两拨人 计划十分成功 低级血族全被清理 两名这亲王被扣押收容 如此 九尾狐的内忧外患 被一并解除了 可两名亲王被收容 对于外面的血族来说 无疑又是一记痛击 排除不知去向的李恒 与任职二代真族的莉莉斯 血族仅剩下一位亲王 咔嚓 九尾狐基地的大门打开 一股血腥味扑鼻儿来 秦龙走入基地 基地里到处都是血和尸体 不只有血族的 还有九尾的 他一路穿过血腥的走廊 来到最深处的会议室内 他推开门 他的克隆体 以及另外三位李氏的尸体 被平整地摆放成一排 一位九尾狐士兵 走来向秦龙行礼道 首长 已确认所有血族清除完毕 除了严署全灭以外 我们的伤亡数量 也有近百人 秦龙点头 嗯 把具体名单统计下来 回头联系他们的家属 还是按照二等功 以及劣士的身份 发放抚恤金与功勋 零一二跟在秦龙的身后 首长 就为了对付这些血族 牺牲这么多人 真的值得吗 当你计算值不值得的时候 人命就已经成为了筹码 秦龙说着转过头来 若人人都以值不值得 来评价这场牺牲 我的回答是 一个血族活着 每天又要吃多少人 人中有一死 能以一人之命 换百人生存 这不值得吗 零一二点头 您站在更高的角度上 来看这件事 那确实是如此 但若是 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呢 他们或许会觉得您残忍 首长 残忍吗 秦龙闭上眼睛 但总要有人去做 也总要有人牺牲 事无完事 人无完人 若到我牺牲的那一天 我亦会欣然赴死 使命如此 我会承担一切责任 也会背负一切罪名 得失不论 深海下 李渊紧闭着双眼 似乎陷入了沉睡 他做了一场漫长的梦 他梦到了 从自己诞生开始 到如今称霸海洋 又到未来的诸神横行 大争乱世 没有一个人能主宰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要拼尽全力地活下去 其中经历了许多波折 有人在登上 全力王座的那一刻陨落 有人在称霸的途中 化作黄土 怪物也非不死 就算是未来的诸天神魔 也终有一死之日 人类们甚至还制造出了许多 以怪物为母版的机械生命 李渊就看到了一个水蓝色 且身上有触手纹路的机械生命体 他们称那些东西为圣甲 以怪物血肉筑成的圣甲 那个时代 在相当漫长又久远的未来 那是一个 人类几乎被灭绝的时代 但至少在那个时代到来之前 曾有一个人 凭一己之力 以渺小的凡人之躯 封印了一个个宛如神明般的怪物 他开辟了一个圣事 一个人类可以安心生存的圣事 可惜的是 那圣事十分短暂 就和他的生命一样 李渊睁开眼睛 属于人类的安宁纪元 可惜十分短暂 终如昙花一现 呼 几道身影从远处扛着一个石像 来到李渊面前 海王大人 这个深浅者 被古遗物所诅咒 变成了石像 您看能否帮他一把 李渊看了看那个愚人石像 然后随手一挥 射出一道绿色的光线 咔嚓 石化的维斯帕 被光线照射 石化的身体突然开始变回血肉 但眼前的这个巨大的怪物 却让他不胜惶恐 或许这就是那些 达贡口中的海王 竟然是海王亲自救的他 维斯帕一时间感到受宠若惊 在他的认知中 这种怪物族群的神祸主 从来都不会在意 下级怪物的生死 死了再换新了就好 反正多的是 他一个小小的深浅者 何得何能 让海王出手救他 见维斯帕面露疑惑 李渊伸出一根手指 海洋的子民 你们是我的同胞手足 亦是我的子嗣 海洋中的每个生命 都值得被尊重 接受新的规则 接受新的秩序 这是新纪元的开始 孩子不必惊讶 李渊巨大的手指 点在维斯帕的头上 有触手分裂 钻进维斯帕的体内 开始改造他的身体 同一时间 他的愚人身体 开始出现 与整体不同的个性化 手中还多出了 一根珊瑚拳杖 这是 达供 维斯帕惊了 他感到自己的血肉生滑了 脑海中 同时被注入了一篇 禁忌的知识 李渊竟然让他 进化成了祭司 维斯帕实在不敢想象 但回想起刚才李渊的话 他又释然了 海洋中的生命 都值得尊重 海洋中的子民 都是他的孩子 显而易见的是 这位海王 比他想象中的更加伟大 更加的包容 维斯帕渐渐的有些 开始崇拜李渊 与他一样的 还有那些送他过来的达供 他们都对李渊 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崇拜 那是发自内心的 不是受外物干扰所形成的 对其人格的一种崇拜 维斯帕激动的向李渊磕头 却被李渊用触手拖了起来 孩子 以叙事待发 你无需向任何人下跪 你影响有被人尊重的权利 我的存在 并不意味着下位的服从 我的存在 仅代表了我们族群的不朽 这是生命之间的优胜劣汰 你已加入了这场光荣的进化 未来当有你一席之地 当然 不只是你 还有你们 他们 未来属于我们 我们就如海面上升起的太阳 终将在某一刻崛起 又在某一刻到达顶峰 维斯帕的眼神动容 这一刻的他突然觉得 好像变成愚人 也没有那么糟 不 他很荣幸 自己能成为深海中的一员 李渊放下维斯帕 就见007赛人 突然游到了他的身边 怎么样 之前录的歌 有效果吗 李渊文言陷入思索 效果是有 但有一个人 他的能力 正好与你的能力 呈克制关系 那个人能吸收声音 是一个未知的生命 出自陈夜之手的怪物有很多 多到李渊他们 现在连具体有多少个怪物都不知道 有很多东西都是未知 不只是那些怪物的数量 还有那些怪物的能力 李渊对此本就有所顾忌 怪物们大多都在陆地上 他要统治陆地 与那些怪物的冲突 自然在所难免 能阻挡他前进的 从来都不是人类 只有那些能力千奇百怪 姿态万千的怪物们 这才是他此次最大的敌人 在战争中 自身的力量固然重要 但信息同样重要 老话讲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自009以后的怪物 李渊都不了解 更没有他们的相关信息 贸然发起攻击 这对李渊很不利 李渊上次从北美洲入手 便是一次先行试探 本来就不是为了一同 整个北美洲 他是想以此逼出 北美洲里暗藏的怪物 目前来看的话 除了血族 北美洲还有一位天使 至于说 为什么不从亚洲开始 那当然是因为 亚洲的怪物数量是最多 情况也最复杂的 如果一开始就拿亚洲来试探 其中会牵扯出多少怪物 和多少势力 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李渊没敢拿亚洲来冒险 所以选择了最偏远的北美洲 李渊想跟他们打一场持久战 而持久战的第一步 就是对于信息的掌握 想着 李渊低下头 看向了维斯帕 我们崛起的最大难题 便是亚洲 对于亚洲的情况 目前我们了解的太少 为此 我希望你们能尽量多地收集情报 维斯帕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我为斯帕必将身先士族 李渊文言看向远处的黑暗 接下来 就是你那边了 弟弟 夜黑风高 一名蛇之手成员 正在躲避着什么 他一路逃窜 不想一道血线 突然自远处袭来一把刺穿了他的小腿 破 凝血成线 血族亲王 男人转头 就见空旷的街道上 走来一群密密麻麻的黑袍人 为首的男人戴着兜帽 有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但他身边的人却长着鱼鳞 且身上散发着刺鼻的鱼腥味 吸血鬼和鱼人怎么混在一起 扫 血线脱拽 男人瞬间被拽到了血童男人的面前 李恒看向男人 亚当在哪 男人一咬牙 蛇指手必将重塑事件 说吧 他直接咬破嘴里的毒囊自尽了 又是这样 蛇指手这群疯子 只要被抓到 就会立刻服毒自尽 李恒已经记不清 这是第几个了 继续找 一旁的祭司转过头来 大人 这些人明显都被洗脑过 与其问他们 倒不如让尸体开口说话 让尸体开口说话 你能做到吗 我不能 但我知道 有一位祭司 掌握着让死者吐露秘密能力 让死者吐露秘密 李恒想着 不料这时 眼前的尸体扑腾一下坐了起来 他的双眼迷离无神 有些吃傻般的 不知嘀咕着什么 李恒看向祭司 这是你做的 祭司也愣住了 我 我想 应该不是 看着眼前突然站起的尸体 祭司们却一口同声地咬定 这不是他们做的 那就奇怪了 难道这个蛇指手 成员的身上 掌握着某种 能死而复生的古遗物 李恒看向尸体 就见尸体缓缓伸出一根 手指指向李恒 是 谁 尸体的声音极其沙哑 又十分缓慢 语调上下不齐 不像是活人能发出的声音 李恒走上前去 你不认识我 尸体文言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是 谁 我是谁 你是谁 李恒反问道 尸体晃了晃脑袋 不 告诉 不能 李恒目光一凝 他感觉有点奇怪 好像不是尸体在说话 是有什么人 在操控着尸体说话 朵朵藏藏 何不出来一见 尸体没有回答 转而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不多时候 尸体两眼一闭 又倒了回去 李恒见此蹲下身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栋居民楼内 双腿盘坐在床上 孟庆突然睁开眼睛 其身前摆放着一本书 孟庆拿起书本 可以带人说话的第二张嘴 啊 头好疼 又到极限了 被挖去双眼之人 他的第一个章节名为 我的声音 他的嘴 其中记录的故事是什么 孟庆无论怎么回想都想不起来 他属于一边看一边遗忘 这种感觉很诡异 明明刚读了一句话 可下一秒却想不起来 他刚才读的是什么 而在他硬着头皮 花费了几天时间读完这一章后 他就仿佛是得到了什么启示一样 获得了一个诡异的能力 他能感知到一定范围内的尸体 并让自己的声音 通过那个尸体的嘴传递出去 而他本人并不需要开口 刚才孟庆就感觉到 附近有一名死者 他试着让尸体开口说话 结果意识恍惚间 似与那个尸体连接上了一样 他能感受到死者的身体 甚至能借用他的耳朵听到声音 但却看不到东西 这很诡异 明明有眼睛 可奄奄就是一片漆黑 之后他听到了有人在窃窃私语 他试着问眼前的人是谁 眼前的人却反问他是谁 孟庆当然不能说 之后眼前的人像是猜到了 是别人在控制尸体 问孟庆敢不敢出来 孟庆的回答是 不敢 于是他直接捂住嘴 切断了这种奇妙的联系 还是谨慎一点吧 万一有人能顺着尸体找到我怎么办 低调使我长久 和尚书本 孟庆打开电脑登陆了某个游戏 最近网上有一个游戏很火 不少土豪玩家 在里面挥之千金 收购装备和材料 孟庆为了攒够079游戏的门票钱 又不想出门 只好试着在网络上搞点钱 登陆游戏 孟庆按照攻略中所指的位置 前往了一处场景开始挖矿 游戏里的画面十分逼真 就好像是真的一样 因为画面和建模过于真实 外加上硬核困难 且有深度的RPG玩法 以至于这款游戏 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风靡了网络 而这款游戏的火爆 却也引来了很多的质问 像这样火爆的游戏 里面没有充值入口 又免费游玩 还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公司发布的 百万人同时在线 就一个服务器 却没有任何卡顿 很难想象 这是个什么样的服务器 其中的技术应用 无疑是已经玩爆了 现在人类所掌握的极限水平 到这里 问题就出现了 他们又有创新的顶尖技术 又免费游玩 又没有内构 他们该怎么挣钱呢 这样的服务器维护要多少钱 游戏开发成本 又要多少钱 大家做游戏都是为了挣钱 你这游戏不仅不挣钱 还赔钱让玩家玩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要搞清这个原因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 这款游戏背后的开发商 到底是谁 九尾湖总部 几名技术人员猛然起身 捕捉到了 那个流动的信息源 就在江海 秦龙看着眼前流动的信息屏幕 一拍桌子 即刻展开行动 这次的行动是封锁信息源 目标可能没有实体 甚至说 目标只是一串流动的数据信息 我们要尽量把这串流动的信息 困在一个断网断电的计算机里 A组负责布置场地 B组负责引诱信息源介入 C组负责断电切网 D组蹲守江海誓信息源头 012血肉之主 在秦龙的背后走出 020不会那么轻易就被抓住的 它信息流动的速度 远比你们断电的速度要快 元混沌分裂者第十一席 编号020 电脑 它就如字面意思上一样 真的就是一个电脑 它失去了一切探机生命体的特征 和机械融为一体 意识可以通过网络传播 是截止目前以来 唯一没有实体的怪物 不过要是说它 完全没有实体 倒也不见得 020虽然将自己的意识数据化了 但这不代表它的生命形式 也被数据化了 理论上来讲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可以收容020 秦龙转头 什么 012血肉之主抬起头来 找到刻有020原始代码的计算机 为其断电 020的数据意识 就会直接停止运动 凭此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020 秦龙看向屏幕 但020计算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难以捕捉 除非对一片区域进行大范围断电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眼前的屏幕上 突然浮现出一串 由数字信息组成的表情 紧接着 屏幕突然开始闪红 浮现出无数感叹号 一名科研人员转过头来 首长 我们的防火墙被攻破了 那串流动的数据 进入到我们的数据库了 秦龙闻言猛然上前 就见屏幕上紧接着浮现出几个字 你们在找我 秦龙闻言眉头一皱 方便聊聊吗 电脑 屏幕上再次浮现出两个字 可以 说吧 秦龙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拿起手机一看 那字符组成的表情 浮现在了他的手机上 你们想找我的本体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哪 也可以让你们收容我的意识 但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帮我 照顾一个人 照顾一个人 你指的是谁 话落 秦龙的手机上 突然弹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 看到这张照片 秦龙的瞳孔骤然放大 你怎么知道的 手机上出现一排字 对我而言 世界上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尽管你删除了那些档案 可他仍存在过 看到秦龙的表情 旁边的几人皆是一阵不解 他们不知道 秦龙看到了什么 你究竟想要什么 秦龙说道 手机上继续涌现出文字 我说过了 照顾好他 仅此而已 那之后 九尾狐通过020提供的信息 顺利地带回了一整个计算机 那计算机极其庞大 有三个显示器 它们被固定在了一张桌子上 桌子下面 是一个巨大蜜蜂的黑色铁盒 里面是无数线路与电脑硬件 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五脏六腑 与全身的血管一样 它被收容在一个空旷的房间内 房间内完全密闭 没有一扇窗户 没有任何监控 仅有一个电源与电脑相连 在宫殿的情况下 020可以自由活动 一旦断电020的流动意识 就会停歇 当然 如果完全隔绝掉这里的信号 020就会被彻底困在这个计算机里 秦龙一个人站在房间内 电脑上的屏幕亮起 无数数字代码浮现聚合在一起 很快便形成了一张恐怖的 老头的脸 秦首长 贵安 在电脑的两侧 白有两个音响 在这一刻 发出了宛如电子合成般的浑浊声音 秦龙听到声音后 看向屏幕 你真名叫白七 江海人 性别男 年龄44岁 在某所大学内任教 风评还算不错 被赋予020的编号后 你舍弃了肉体与机器融为一体 在互联网上创办了一个企业 又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造出了名为以太的超现实大型多人游戏 这些 对得上吧 电脑上恐怖的老头笑了笑 您调查得很详细啊 没错 这全都对应得上 如果您来询问我 为何要放弃血肉融入机器 我只能告诉您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人类的能力终究有限 当我成为一串数据意识之后 我可以同时借用人类所有的计算机 来进行超大规模的演算与模拟 只需要短短数月的时间 我就能让人类的科技发展速度 快近200年 至少在已知的科学领域上所存在的假设 都已被我证实 秦龙文言 拿起桌子上的档案 但在我收集到的信息中 你似乎被确诊了肺癌晚期 电脑上的老头淡笑一声 肉体上的些许波折 也是我成为机器先驱的原因之一 但究其本质 还是我早已厌倦了探机生命体 为我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烦恼 或许这样的言论 有是人道主义 但却是进化的使然 量子态是永生的基础 机械生命终将成为 生命进化后生存的常态 当然 或许用生存这个词不太恰当 因为数据没有死亡的概念 机械同样没有 数据被抹除了 可以通过拷贝的数据再复制出来 机械的零件坏了 可以再修 再替补 亦或者干脆制造个新的 秦龙将资料随手丢在桌上 你知道 我现在并不关心这些事情 听到秦龙的话 电脑上的恐怖老头 亮出一排大牙 您想说的是 我为何会知道 那个人的存在 我建议您还是不要问了 正如您没有打算 把他的存在公开一样 这层信息 只有你我知道 接下来 让我猜猜 您特意来找我的目的 目前 所有人都在争强着古遗物 天使 血族 海族 蛇之手 以及九尾 大家都想要古遗物 却又都不清楚 彼此之间的信息 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对于信息方面的欠缺 大家都是一样的 而我掌握着大量的信息 您想让我协助你们 在这场信息战的较量上 赢得主动权 当然可能 还不止如此 九尾湖内部设置了无数的机关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些都可以被我控制 假如血族入侵的那天 我在这里 单凭收容区前的那道电门 我就能送走无数的入侵者 相当于一个24小时活跃的超级人工智能 020猜对了 晴冷还真是这么打算的 假如基地内能有一个超级人工智能坐镇 那么上次的事情就会简单不少 他们甚至可以说 不用耗费一兵一卒 就让人工智能操控机关全灭血族 但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如果020电脑突然被判了 后果怎样 实在不堪设想 晴冷有些看不透眼前这个智能生命 也摸不透他现现在在想什么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能用好 九尾狐的内部安保与外部情报 将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 如果用不好 或许这就是九尾狐葬送的开始 晴冷在权衡了一番后 准备拔掉电脑的插头 电脑上的老头脸看到他的动作叹息一声 可突然间 晴冷却把手拿了回来 电脑上的老头脸有些意外 您这是 什么意思呢 晴冷看向电脑 如果我说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反应 你会做何感想 我会称赞您的锐质 电脑上的老头微笑道 晴冷刚才的举动是想看看 020是否留有后手 如果拔电的时候 020忍不住用某种手段攻击晴冷 那么答案便显而易见了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是 020在这里 确实没有什么能直接对晴冷发起的攻击手段 但他可以开门啊 晴冷故意没有隔绝掉房间内的信号 020现在完全可以在一瞬间顺着网络控制整个基地 他可以直接打开008收容时的大门 把真组放出来 或是给一些危险的收容放出来 可以说 这是一次试探 晴冷来面见008的这具身体 是012创造出的克隆体 其本体正在外部观察着全局 可以确定的是 在晴冷准备拔电的时候 020什么也没有做 他的数据意识也没有离开过这具计算机 晴冷转头向电脑伸出一只手 至少我目前可以暂时相信你一段时间 合作愉快 020 电脑上的老头消失 而带之的是两只手 屏幕上的两只手握在一起 快速上下摇摆 合作愉快 秦首长 离开020的收容室 晴冷卸掉了身上的所有电子设备 来到了收容区的最深处 他拿出门卡开启大门 然后将门卡放到了外面 进入收容室后 里面一片漆黑 不仅没有灯 一切的电子设备都没有 且信号被完全隔绝 晴冷的复制体 看向黑暗 020电脑 他托我照顾一下你 你有什么想法 黑暗中亮起一双眼睛 随之传来一阵肆意的笑声 照顾一下我吗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来见我呢 让012制造的赝品来见我 你就这么怕我吗 说实话 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也够聪明 但你可听说过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过 有些话说多了 就没意思了 你想把剩下的几个混沌分裂者也找回来 我可以帮你 无偿的 但你敢听吗 晴冷 晴冷拿出一根香烟送入口中 说说 黑暗中的人咧嘴一笑 然后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讲述 时间缓缓流逝着 晴冷脚下的烟头越来越多 直到某一刻 晴冷手腕上的手表响了 时间到了 黑暗中的人抬起头来 012还真是很听你的话 最后送你一句忠告 晴冷战争从未结束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 人类自开化以来 就从未停止过厮杀 战争和复仇 甚至在人类还是野兽的时候 便是如此 尽管人们现在披上了怪物的外皮 但我们都清楚 他们从未改变 他们依旧是人 我们 依旧是人 只要是人 就无法逃过这层定律 没有人能阻止这场战争 我们都已深陷泥潭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战火熊熊燃烧 或是让战火暂息片刻 仅此而已 晴冷文言站起身来 那暂息的片刻 就足够 让人类喘息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且 这似乎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 说吧 晴冷的身体瞬间消散 化作一滴血掉在地上 望着消散的晴冷 黑暗中的人突然爆起 他向前扑去 但两条锁链 又把他拽了回去 该死的老东西 你最好 在我出去前就入土 不然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锁链晃动 黑暗中的人下意识摸向自己的脖子 当然 还有我的好朋友们 大海上 夜晚 一艘散发着幽绿色荧光的诡异船只 行驶在海面上 那好像是一艘巨大的幽灵船 幽灵船不断地散发着幽绿色的雾气 所过之处 将海面都映照得宛如荧光海一般 无数穿着黑袍的人站在船上 他们的手臂上 都有着蛇之手的刺青 亚当大人 还没有下最新的命令吗 没有 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大蛇 救大蛇 这不是我们的使命吗 是 救大蛇是我们的使命 而使命 也是目标 这个目标必然遥不可及 若是能轻易办到 那就不是使命 而我更愿意将这种东西 称之为梦想 所谓梦里想想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救大蛇了 救啊 所有人都想救大蛇 但请问 乐园在哪 大蛇在哪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不到 我们找不到 怎么救 听到那人的话 旁边的蛇指手成员愣了一下 尽管如此 我们仍应该不惧艰险 心怀信念 谁说我们没有信念了 谁说我们惧怕艰险了 又一名黑袍男人 在这时走来随口说道 他是新来的 不用跟他多说 他会明白的 救出大蛇 是我们每个人 心中无上崇高的使命 我们已经做好了 要有几代人来前仆后继 完成这件事的准备 所以 你就不要指望 能在我们这一代 救出大蛇了 我们眼下的第一步 是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 而站稳脚跟的第一步 就是收集古遗物 只要掌握了足够多的古遗物 我们就有了立足的资本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去思考 怎样去救出大蛇 听到那人的话 新来的蛇指手成员 也算是明白了 所以 救大蛇只是一个口号 重塑世间才是真的 大家都没有想过去救大蛇 这就好像 是一个凝聚集体的借口一样 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 自然而然的 就凝聚在了一起 但他们聚在一起后 要不要去完成这个目标 那是另一码事 眼下蛇指手的处境并不乐观 他们加在了多方势力之间 九尾 血族 海族 他们都想要除掉蛇指手 抢走他们手中的古遗物 亚当首领 为保证蛇指手的延续 带走了所有手持古遗物的 蛇指手干部 在海上凭借幽灵船古遗物 已经漂泊了许久 在幽灵船的船头上 亚当一手拿着地图 一手拿着指南针 正在不断确定着方位 那地图是一件古遗物 名为藏宝图 是贪婪的黄金之王 扎一克序列的古遗物 它的效果是 能显示一定范围内 所有存在的古遗物 很快了 就在眼前 卡伦一寄到古遗物 黄金的三叉戟 封印灾祸的钥匙 只要能找到三叉戟 我们就有办法能让那些海里的东西 滚回深海 让它们再次归于沉睡 亚当抬起头 就见眼前是一个硕大的海岛 这就是彼岸岛 亚当回到船舱 将地图平展在桌子上 同时拿起了一旁的一本羊皮书 翻开羊皮书 里面记录了一段段故事 这本书也是古遗物 名叫海洋之秘 其中记载了四位大海盗一生的经历 他们遇到的岛屿 碰上的稀奇古怪的宝藏 都被记录在了这本羊皮书上 统治者巴尔罗萨 找到了传说中的彼岸之岛 揭开了大海的封印 释放了那些古老可憎的怪物 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 开拓者卡伦也找到了彼岸岛 又在其中拿到了封印灾厄的钥匙 一把黄金三叉戟 在一场神秘的复苏后 海洋中不仅多了一些宝藏和沉船 还多了许多岛屿 这些岛屿也是凭空出现的 之前从未有人在这个地方 发现过任何岛屿 但蛇之手 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他们不知道 他们觉得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存在彼岸岛 随着幽灵船靠岸 水下有一道身影 快速脱离了船只的底部 扑通 在海岛的一侧 一名渔人一头从海面上钻了出来 他晃了晃脑袋 快速爬上了岸 渔人名叫夜龙 他在很久之前就注意到了这艘幽灵船 然后偷偷跟了上去 他就这样一直尾随着幽灵船 不时还爬到船上 偷听他们的谈话 逐渐掌握了一些关键信息 彼岸岛 黄金三叉戟 夜龙思索着脱下身上潮湿的衣服 快速甩干身上的水分 然后从079的游戏空间里 拿出了一张绿色卡片 他将卡片放在身上 卡片瞬间碎裂 变成了一身黑色带有外骨骼的制服 这是079游戏空间内可以开箱 也可以购买到的一次性道具 单兵外骨骼战俘 夜龙看向四周 岛上的气候十分燥热 直被冒胜 当然 蛇虫鼠蚁也很多 蛇指手的众人快速登岛 亚当挥手 直接收走了幽灵船 巨大的幽灵船 变得只有巴掌大小 夜龙躲在暗处 见此双眼一瞇 幽灵船 那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 这里是公海 位置偏僻 如果我把幽灵船偷走 他们大概率会困死在这里 So 夜龙身影一闪 向前闪出机密 开始在暗中跟上蛇指手的这些人 他们一路穿过碎石林立的沙滩 和茂盛的雨林 一直走到天黑 也没有发现 他们要找的东西 无奈之下 蛇指手 众人只好原地扎营 他们想要生火 但这里 好像刚下过一场雨 树叶极其潮湿 难以点燃 咋 早知道带点探过来了 就没有能生火的古遗物吗 没有 海里面的古遗物 怎么会有跟火有关的特性 先知帐篷吧 火的事情 我来想想办法 蛇指手的众人开始了忙碌 亚当依旧捧着地图 拿着指南针 奇怪 按照位置所指 我们距离目标已经很近了 现在应该 已经能看到了才对 亚当放下地图 从行囊里拿出羊皮书 然后翻到了第67页 就在大家即将崩溃的时刻 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彼岸之岛 一路朝着西北方向前进 跨过乱石 穿过雨林 我们看到了一座巨大的神庙 神庙的顶端 是一个人手持三叉戟的人 亚当向四周看去 但是并没有看到神庙的综艺 而黑暗中 一道身影 正在树上 注视着亚当手中的羊皮书 夜龙目光凝聚 旧日神庙 收回目光 夜龙开始暗自思索起来 按照他地图上所指 和书中记载 确实应该已经看到了才对 但为何 没有呢 是缺少了什么条件 还是遗漏了什么 X2 亚当和夜龙二人 几乎同声说道 嗯 亚当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猛地抬头看去 就见上面的树 哗啦哗啦地晃动了一下 他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在说话 是错觉吗 另一头的树林内 夜龙躲到了一个土坡后面 好险 一共一百多号人 手里有古遗物的人 有二十几个 具体作用不明 还是不要贸然出手 时间一连过去数日 夜龙和蛇之手这一拨人 在岛上转了几天都没有发现 彼岸岛很大 可他们已经里里歪歪地搜了一圈 要真说有神庙 怎么可能一点边都看不到 一连几日的搜索 让众人疲惫不堪 潮湿的环境 加上数不胜数的蚊虫 而且还没有火 众人可以说是在登岛后 就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渐渐的 有些人开始支撑不住了 他们的精神有些崩溃 亚当也十分憔悴 他靠在一棵树上 双眼通红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羊皮疏 到底遗漏了什么 难道彼岸岛的旧日神庙 只是一场骗局吗 就在这时 一名黑袍人 忽然走了过来 这名黑袍人的身上 有很重的鱼腥味 但亚当绷紧的精神已经无暇 让他顾及更多了 只见那黑袍人走来抢过羊皮疏 然后快速翻看起来 亚当愣了一下 黑袍人没有说话 他快速找到某一页 然后手指快速在自行间滑动起来 我们以为我们要死了 当我们看到彼岸之岛的时候 大家都很崩溃 恍惚间 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幻觉 紧接着 黑袍人继续翻页 又找到了另一页 穿过雨林后 我们看到了巨大的神庙 但是只有我看到了 他们说我疯了 我没疯 那里真的有一个巨大的神庙 夜龙和尚书本 直接将羊皮疏丢给了亚当 他实在是忍不了了 莫说是这些蛇之手的人 连他的精神都快崩溃了 他赶死了一个蛇之手的成员 换上了他的衣服 来亲自查看羊皮疏上的内容 通过确认两个人物之间的故事 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巴尔罗萨和卡伦 都找到过旧日神庙 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 他们在找到神庙的时候 精神都已接近崩溃 夜龙快速向前走 同时亮出爪子 抓在自己的身上 不断用疼痛刺激自己 他身上的伤口 被切开又愈合 愈合又切开 一波接着一波涌来疼痛感 让夜龙渐渐有些下不去手 但他还是咬着牙动了手 啊 夜龙的额头上 开始疯狂分泌汗水 他的意识即将被疼痛吞没 他的眼神开始变得迷离 脚步也随之放慢 不久后 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气 忽然迎面吹来 夜龙被寒气吹拂 瞬间停止了自残 他向前看去 就见一座古老又庞大的神庙 赫然屹立在眼前 那神庙的规模极其庞大 宛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上面长满了苔藓 迎面有着一道长长的阶梯 而在神庙的顶端上 有着一个长满苔藓的黄金塑像 他手持着一把黄金三叉戟 正保持着投掷的姿势 夜龙呆呆地走上前去 他的大脑一时间停止了思考 他的猜想是正确的 夜龙身形狼狈地走上阶梯 每走一步 意识便一阵昏沉 偶然间 他听到了一阵阵古怪的弥喃声 或者说 是什么东西的低语 亚当等人在这时追了过来 但眼前发生的一幕 却让他们有些难以置信 只见一道人影一步一步 正在不断地向天上走去 这是什么 左脚踩右脚上天吗 亚当向前踏出几步 但他却摸了个空 他看不到那巨大的神庙 也摸不到任何尸体 难道说 望着一步步走向天空的夜龙 亚当下意识跪坐下来 朦胧中 他竟看到了一座神庙的虚影 但不过是眨眼间 那虚影便消散了 亚当伸手捂住额头 是 理智 只有理智降低到一定程度后 才能看到旧日神庙 想着 亚当突然看向了一名蛇指手的群员 黑舌头呢 拿黑舌头抽我 那名蛇指手成员愣了一下 随即在袖子中拽出一根又黑又硬的牛舌 亚当大人 这不好吧 臭 见亚当执意如此 男人无奈 只好动手 他高举黑舌头 直接无情地拍打在了亚当的脸上 啪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 亚当突然瞪大双眼口吐白沫 眼神一时间变得涣散 这一下好学 没把亚当的魂给拍出来 所谓的黑舌头也是一件古一物 其效果是可以对受击者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攻击 这种精神攻击不强 主要看个人意志 被黑舌头击中的人先是大脑发颠 紧接着眼前出现幻觉 就比如此刻 亚当的眼前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黑色八爪鱼 正在用湿漉漉的触手勒紧他的身体 亚当双手捂住脖子 瞳孔剧烈放大 他的意识在这一刻开始变得模糊 而也是这一刻旧日神庙出现了 亚当一咬牙 立刻正脱开束缚 并以一个扭曲的姿态爬行着向前飞奔而去 哈哈哈哈 我逐渐理解了一切 大蛇呀 我必将就您出来 您且见证 在众人的注视下 亚当宛如一只疯狗一样 直接爬到了天上 他速度飞快 而且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一阵圣人的笑声 众人见此对视一眼 我们要不还是别上去了 怪下人的 赞成 亚当老大不会有危险吧 嗯 那要不我也给你来一下 你上去看看 不不不 我相信亚当老大 神庙顶端 夜龙一步步艰难地走到神庙顶端 在那座巨大的黄金石像下 是两扇厚重的石门 石门上左右两侧 分别有着不同的两个 由线路凹陷勾勒出的图案 其中左边的图案 是四位海盗打扮的人 他们举起武器脚踏帆船 似要冲向什么地方 而右边石门上的图案 则是一只头部形似章鱼 身体形似人类 且背后长有一对残破翅膀的巨大怪物 怪物的半只身子钻出海洋 身形直入云霄 头上长有数不清的眼睛和触手 而在两扇门的正中央 则是树立的九个球体 两扇门中间的一条缝向下 就像是一根箭矢 穿透了九颗星星一样 或者说 这像是个九星连珠的图案 扎伊克 弗朗斯西 巴尔罗萨 卡伦 冥冰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悄然低语 那声音从夜龙踏上神庙的那一刻开始 就没有停下过 夜龙伸手摸向石门 显然 左边壁画上的这四位 便是故事中那四个海盗 那右边这个东西呢 这是海王吗 夜龙从未见过海王 但却听其他生前者描述过 海王巨大 且不可名状 极其恐怖 这倒是有几分神似 而就在夜龙准备推门之时 一道身影忽然逼近了过来 夜龙猛然侧身 就见亚当一头撞向了石门 两扇巨大的石门 直接被他一力撞开了 夜龙眨了眨眼睛 就见撞开石门的亚当 晃着脑袋站起身来 哈哈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这家伙 理智调得比我还多啊 说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刚才夜龙试着推门的时候 不管怎样都没法撼动石门 可亚当出现后 一头就给两扇石门顶开了 这是为什么 难道说 是因为夜龙的理智调得不够多 夜龙觉得很有可能 毕竟看见神庙的条件 就是理智低到一定程度 那么神庙中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机关 也有可能和理智挂钩 亚当完全没有理会夜龙 直接狂笑着 扎进了神庙之中 夜龙紧随其后 神庙内一片漆黑 可当他们走过 四周却会亮起 阵阵诡异的萤火 神庙内只有一条向下的阶梯 亚当四肢着地 转眼间就没有了踪影 夜龙见此也加快了速度 反正就目前来看 眼前的这段路 应该是没有机关 随着二人不断向下 很快夜龙 便来到了一个宽阔的枪室内 这枪室十分古怪 地板软乎乎的 好像生物的肉 四周的柱子和墙壁 也是如此 到处都黑漆漆 夜龙放眼望去 房间的角落上 有着许多幅宽大的壁画 壁画 夜龙来到一幅壁画前 壁画是彩色的 颜料十分鲜艳 就像是刚画上去的一样 其中 夜龙眼前的壁画上 是一个巨大的黄金宝库 宝库里堆满了黄金和珠宝 一个穿着黑袍 且有着一排金牙齿的骷髅 抱着黄金 札一刻 被贪婪驱使的可怜虫 你就和你的宝藏 一起埋葬在这里吧 这处贪婪者的坟墓 不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吗 一阵呢喃传来 那声音似乎在向夜龙 讲解这幅壁画 紧接着 夜龙又看向了另一幅壁画 壁画上是一艘巨大的幽灵船 一个男人跪在船上面色痛苦 身上喷涌出幽绿色的雾气 弗朗西斯 强盗的穷途末路 让你尝尽苦果 你想不死 可以 我满足你 你就 以这副模样 永远活下去吧 夜龙又看向下一张壁画 壁画上是一个船长打扮的男人 他正在快速逃离救人神庙 身后有黑色的雾气 正在追他 男人慌忙逃窜 一副要跌倒的样子 巴尔罗萨 大洋之王 感谢你释放了我们 这诅咒 便是我们给予你的谢礼 最后一幅壁画 壁画上的内容 是一个年轻人 他手持着黄金三叉戟 浑身是血的 跪倒在一个房间内 卡伦 愚蠢的理想主义者 你和你的祖父巴尔罗萨一样愚蠢 你以为你是童话中的英雄 可以拿着神器战胜怪物 然后轻史留名 不 你什么也做不了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选个不那么难看的姿势 然后等死 到底是哪个B一直搁着念叨呢 夜龙在看完壁画后继续向下 下面的道路 全部变成了那种 软乎乎类似血肉的东西 简而言之 非常的恶心 又是壁画 夜龙已经不知道 自己到底看了多少幅壁画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这里给他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个带讲解的博物馆 那低语声 就像是提前设定好的 只要有人过来 就会触发 夜龙一边收集信息 一边向下 直到某一阶层的时候 他看到了亚当的尸体 亚当跪在地上双眼瞪大 一把三叉戟 从他嘴里被扎进 贯穿了整个身体 夜龙见此 立刻向后退去 但等了片刻后 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探出一步 依旧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 亚当是怎么死的 总不能是他脑子一抽 直接把三叉戟吞了吧 夜龙来到亚当的面前 却没有伸手去把眼前的三叉戟 他在枪式内转了一圈 不想又看到了一具尸体 那尸体成桂枝 已是一具枯骨 这个画面 夜龙见过 在壁画上 这个人是卡伦 夜龙看向那具海骨的后面 下面还有阶梯 这里还不是终点 嗯 继续向下 还是拔出三叉戟 打道回复 夜龙犹豫再三 然后选择了后者 下面搞不清楚 还有什么危险 还是拿了三叉戟走人吧 他一把拽住三叉戟 直接将其从亚当的体内拽了出来 而也是在这时 墙壁上忽然睁开了无数双血淋淋的眼睛 果然 夜龙二话不说 拿着三叉戟 直接一个闪身冲了出去 这个闪身 是他所持有的金色能力 名叫缩地 他可以把十米的路程缩成一步 一步便可跨出十米 是夜龙的两个金色能力之一 在旁人看来 夜龙就好像是瞬移了一样 身影突的一下就出现在了远处 可随着他一个闪身向上 上面的墙壁竟也开始疯狂地涌现出 无数双血淋淋的眼睛 同一时间 墙壁中突然射出触手 飞次向夜龙 夜龙凭借缩地和身法 依次躲过这些触手 不料触手却越来越多 到后面干脆有上千根 直接把整条路都给堵死了 不行 带不出去 夜龙说着 直接一把丢出黄金三叉戟 所有触手立刻调转方向 抓住三叉戟 然后又将三叉戟一把丢了回来 夜龙刚要有所动作 可地面上突然浮现出一张大嘴 直接咬住了他的双腿 扑吃 三叉戟袭来 顿时贯穿了夜龙的身体 但就在这时 夜龙的身上突然翻涌出一阵水蓝色的雾气 那雾气快速席卷至他的全身 瞬间治愈了他的躯体 这是一次性紫色道具 深海之息 可以在一瞬间治愈身体上的任何伤势 同时略微增强使用者的肉身 不过他有一个使用条件 那就是必须具有愚人心脏 这种道具十分珍贵 他们在079游戏内 得到这种道具后一般都不舍得用 因为游戏里死了也就死了 反正不是真死 但如果是现实中遇到必死的情况 这就是救命的道具 夜龙在恢复的同一时间 拔出了身上的三叉戟 然后一把丢向前方 同时身形再次窜出 触手再度袭来 夜龙一把抓住三叉戟 转身挥砍向那些触手 扑 三叉戟横扫之下 轻而易举的便切碎了那些触手 就像是切豆腐一样 这东西 好用 夜龙虽然不知道 这三叉戟有什么能力 但就他的锋利度而言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神器了 在快速适应三叉戟的攻击方式后 夜龙直接一路挥动三叉戟 迎头冲了出去 他身法灵动 阻拦他的触手 都被他一刀斩断 可就在夜龙杀到下一个枪势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咔嚓 眼前的空间在这一刻被撕开了一条裂口 同一时间 一道漆黑且身体上燃烧着黑色火焰的存在 从裂缝中走了出来 那东西像是一个灵魂体 穿着一身黑袍 看不见双腿 背后还扛着一把巨大的黑色镰刀 死神 就在夜龙惊讶之时 死神已然快速接近了他 夜龙立刻抬起三叉戟 可死神却瞬间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那巨大的镰刀 随之架在了夜龙的脖子上 死神单手持镰刀向前走去 镰刀的连刃划过夜龙的脖子 然后诡异地穿了过去 夜龙的肉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可他的灵魂却在这一刻被一刀切成了两段 碰 夜龙的身体瞬间倒了下去 其瞳孔瞪大 双眼无神 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一根无形的线断了 陈夜忽然转过头来 同时伸手一把拽住了断裂的命线 他把两根命线拽到一起打了个大截 又把命线接上了 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 假如说 被死神掐断命线是因果性死亡 那么被死神接上命线 是否会因果性重生呢 陈夜看了一眼地上的夜龙 但对方半天都没有动静 没续上吗 可惜 说吧 陈夜开始转头向下走去 关于这个旧日神庙 他在故事里看到过 这帮自称是蛇之手的人要找神庙 陈夜觉得有趣 便一直在注视着他们 没想到还真让他们找到了 不过这个神庙的存在有些独特 它处于一种既存在 又不存在的状态 正常人要将理智降低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 可陈夜却能直接看到神庙 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可能是他有能看到不可见之物的能力 第二种是因为这些东西 是通过他的手诞生出来的 所以他能直接看到 他一路走到了神庙的最底层 期间没有任何东西阻拦他 而神庙的最底层 是一个极其空旷的大殿 大殿的中心处 有着一块方间碑 上面写满了各种弯弯绕绕的文字 陈夜伸手 点在方间碑上 眼前的文字 突然开始扭转着 变成一排排汉字 竟然还自带翻页 怪人性化的 陈夜看向方间碑上的字 就见方间碑上的字 开始上下滚动 浮现出一个个名字 这是 所有古遗物的总纲 一共214个古遗物 贪婪系64个 海洋系71个 诅咒系45个 幽灵系34个 这么说 我手里已经有一半了 002总共给陈夜 送来了118个古遗物 同时002手里 还留着十几个 这就有大半古遗物了 再加上久尾找到的 和那群蛇之手 找到的 以及血族手里的 古遗物几乎是全被找到了 但肯定还有几个漏网之余 不好 手机皮又犯了 回头我亲自走一趟 把所有古遗物 一起回收了吧 收集皮 对于某些独特的物品 如果人们不清楚 它具体有多少个 便不会产生 全部收集的想法 可一旦这种东西 被加上了一个具体数量 且你有能力将它们收集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将它们全部收集到一起 陈夜便是这种人 这房间碑 一共有四面 其中一面 记载了收容物的信息 那另外三面呢 陈夜来到另一侧 就见上面的内容 果然有所不同 这是 达贡掌握的咒语大全 有意思 拍个照片记下来 陈夜掏出手机 对着房间碑的一面 拍了张照片 然后又来到了另外一侧 这一侧上 记载了怪物的种类 有许多种 像生前者和达贡这些 都有记录 其中还有一些 可被召唤出来的怪物 例如古老者 休格斯 石石鬼 拜亚基 夜眼 创造了一种怪物 却造就了十几种不同的怪物 这算是附赠礼品吗 也好 回头抓几只填充一下素材库 既然这三面分别对应了古一物 咒语 怪物 那这最后一面 记载了什么呢 就在陈夜怀着期待 看向最后一面的时候 可最后一块坊间碑上 仅有一牌子 下集旧日支配者 大滚 大滚 陈夜像是明白了什么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最后一面上 显示的是旧日支配者的名字 而这里提到了下位旧日支配者 那显然是指现在的002 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的002其形态和能力 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旧日支配者的层次 就如同这坊间碑上显现的名字 002它不是克苏鲁 是大滚 想来也是 002原本是深潜者 它在网上进化 只能是大滚 或者是海德拉 这两位在设定中 是海洋旧日支配者的从者 算是最下级的旧日支配者 尽管002现在有许多特征 较为接近克苏鲁 但终究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不过照这个思路说 我是不是应该再创造出一个海德拉 作为深潜者的父神和母神 父神有了 母神也顺手搓出来 如果没记错的话 002之前 好像有个女同学啊 陈夜扛起镰刀转了一圈 大殿内除了这块坊间碑以外 就只有一座巨大的石像 那石像是一个巨大的怪物 它盘踞在一根柱子上 不用多看 那就是002的石像 这么看的话 确实不像大章鱼 不过 这个大殿里 就这一个雕像和一个坊间碑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空旷了 陈夜看向地面 在002的雕像前的地面上 有着一个巨大的鱼类图案 看到这 陈夜突然想到了什么 留这么大空间 该不会我每造出一个概念 为旧日支配者的怪物 这里就多一尊塑像吧 陈夜觉得很有可能 毕竟就连这座神庙 本身都是凭空出现的 那么多几座塑像 好像也不算什么 陈夜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002的塑像前 有一个台子 里面原本应该是 插着一个三叉戟的 而在故事中 那三叉戟 是封印大滚的钥匙 它被拔出来后 海里的怪物们 就全都跑了出来 但陈夜对这个故事 不是太感兴趣 不过是一些 无关紧要的衍生物而已 他转过头去 开始原路返回 陈夜在路过亚当的尸体时 顺手捡走了藏宝图 和幽灵船 而后又来到了夜龙的尸体旁 捡走了黄金三叉戟 又是三剑谷遗物到手 他将三剑谷遗物 转手丢进裂缝空间 也是因为他这一举动 深海下的李渊 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感觉到 自己身上某种神秘的桎 事故突然消失了 这奇异的感觉 定然不是空穴来风 一定是有什么 能直接威胁到他的东西 被抹除了 黄金三叉戟 这把封印大滚的钥匙 被拽出了这个世界 陈夜对此浑然不觉 只当是普通的古遗物 给一并拿走了 做完这些 陈夜本打算就此离去 可夜龙尸体的手指 却忽然动了一下 嗯 难道说 成功了 陈夜见此手腕一番 拿出一瓶药水 直接一把 掐住夜龙的喉咙 将他的嘴掰开 同时将药水 灌进了他的口中 这之后 夜龙没有了动静 而就在 陈夜等待效果的时候 周遭的墙壁上 突然睁开了一道道 血淋淋的眼睛 他们甩出触手 一瞬间全部攻向陈夜 可陈夜仅仅只是 给了他们一个眼神 那些触手 便全都贪软地缩了回去 危险 非常的危险 陈夜挥手 撕折出一条 由无数命线扭曲在一起的 粗壮命线 一个建筑 竟然还有命线 也就是说 旧日神庙是活的 那 要不要舍舍看呢 陈夜说着 直接亮起镰刀 准备割向旧日神庙的命线 墙壁上的所有眼睛 都在这一刻开始打战 无数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涌入到陈夜耳中 住手 不要 陈夜闻言突然笑了 他放下镰刀 转头看向墙壁 其实他没打算砍下去 毕竟他还想看看 如果他再制造出旧日支配者 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告诉我 你们是什么 那声音再次传来 我们是 众生相 是守护者 说吧 墙壁上的眼睛 突然开始往外钻 紧接着在墙壁上 显现出一张张人脸 这些人脸都血淋淋的 且五官面貌都不相同 众生相 守护者 守护什么 无数张人脸 异口同声地说道 无等守护着 古老旧日支配者们的秘密 直至他们全部苏醒 这便是无等的宿命 XN 晨夜转动手中的镰刀 那你们觉得我像什么 外神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听到他的话 人脸们齐齐面露惊骇之色 是 无名之物 亿万光辉 智慧之主 万物归异者 尤格索托斯 是 浮行之混沌 蠕动的黑暗 千面之神 奈亚托拉提普 是 孕育千万子孙的森之黑山羊 沙布 尼古拉斯 这是混沌 黑暗 无名之物对应的三柱神 不对 你们都错了 他是盲目赤鱼之神 原处混沌之河 万物之主 阿萨托斯 不 他一定是无名之物里诞生出来的东西 他一定是尤格索托斯 你放屁 今天就算是所有旧日支配一起苏醒 他也只能是阿萨托斯 是黑山羊之母 沙布 尼古拉斯 我看到了 我真的看到了 你滚蛋 以后你吃饭做小孩那桌 我才是真的看到了 他就是奈亚托拉提普 你也坐小孩那桌 不知怎的 这些众生像忽然争吵了起来 他们吵得面红耳赤 争论不休 就像是各怀己见的小孩子一样 陈夜摇了摇头 还真是众生像 一人一个意见 谁也说服不了谁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夜龙 然后直接离开了 临走时 他还不忘叮嘱了一句 把这个人照顾好 别让他死在你们的手上 众生像文言连忙回答道 是 尤格索托斯大人 您放心 奈亚托拉提普大人 没问题 尼古拉斯大人 说了多少遍了 是阿萨托斯 阿萨托斯 陈夜一边摇头 一边撕开裂缝 离开了旧人神庙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里有多少个人呢 星号星号 你在等什么 谁在说话 你还要睡多久 星号星号 是谁 该醒了 星号星号 再叫我 不 叫的人不是我 我叫的 就是你 你是谁 你忘了吗 你想不起来我们的名字 好吧 没关系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你累了吗 还没有 那为什么还不起来 我不是 死了吗 那个怪物 像死神一样的什么东西 他杀了我 他虽然切断了你的灵魂 却没有把你的灵魂带走 这就还有机会 你说 我还能活过来 是 但你要想好 一旦你再次醒来 你将不再是你 为什么 因为你的灵魂上 已经被那个人打下了烙印 那个人是谁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死神 夜龙 你听好 你守着一个巨大的宝藏 那是只属于你的力量 但你没法完全接受这股力量 而一股外力 正在涌入你的身体 那外力会扭曲你的身体 如果接受了那股力量 你会变成什么都有可能 那之后 你将不再是你 不只是身体上的 更是灵魂上的 明白吗 我该怎么做 打开那个宝藏 如果打开那个宝藏 你同样将不再是你 那我该怎么做 一点点 什么 从那个宝藏中 摄取一点点力量 记住 只能是一点点 好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 这本事不允许的 但那个人 他给了你一次机会 一次破坏规则的机会 因果性重生 因果性重生 那是什么 例如篡改历史 假如你穿越到过去 杀死了一位注定的皇帝 结果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 或者是东西 又把那个皇帝救活 无论是仙药也好 术士也罢 反正一定会有一个办法 能复活那位皇帝 这就是你现在的情况 稍微清醒点了吗 嗯 清醒了 那么我最后向你强调一遍 无论你怎么选 你都 好了 不用再说了 无论来的是什么 我都接受 但我只会是我 那就 祝你好运了 希望我们永远不会有再见的那天 星好星好 你说什么 光 刺眼的光 夜龙突然睁开眼睛 眼前是硕大的太阳 而他则躺在一片潮湿的沙滩上 出来了 夜龙看向自己的双手 不知为何 自己身上的所有愚人特征 全部都消失了 明明身上十分潮湿 可他却一直保持着纯净无比的人类状态 除此之外 他感觉自己十分虚弱 就好像是 失去了愚人力量 变成了普通人一样 夜龙爬起来看向四周 这里应该还是彼岸之岛 这附近的地貌 他有印象 那我为什么会在外面 因为理智恢复 触摸不到神庙 所以从里面掉出来了 夜龙抬起头看向大海 海风吹来一时间 让他有些迷茫 另一头 神庙内 无数张血淋淋的人脸 皆是面露惊恐 那是什么东西 好恐怖 可怕 好多 好多的 那肯定 肯发是一位古老的旧日支配者 和他的眷属们 不不不 不是 那不是 一定不是 那些手 那些眼睛 他们比我们还要多 太多了 数不过来 根本数不过来 是幻觉 一定是幻觉 不知为何 众生象们 镜面露出了惊悚之色 就像是看到了 某种特别恐怖的东西一样 但要知道 很少有东西能让众生感到恐惧 就算是看到旧日支配者成群结队醒来 也不足以让众生感到恐惧 他们顶多是会惊讶一下 可刚才发生的一幕 是确确实实地 把每张脸都下得失了颜色 就在半个小时前 他们还在争论着 那位到底是什么 至于地上的尸体 他们没人关注 而也是那时 那具尸体飘了起来 但也不能说是飘了起来 那是无数只手把尸体给拖了起来 一道裂缝自上空被撕裂 有什么东西被灌住下来 而也是那道裂缝中的景象 让所有的众生象都麻木了 那是来自远古的一片 或者说 是历经无数纪元后 被毁灭的旧世界的冰山一角 众生象的异动 很快便反馈给了陈夜 当陈夜的身影 出现在彼岸之岛的上空上时 他看到了沙滩上的夜龙 嗯 陈夜的面色有些古怪 他拿着放大镜 从高空上看了夜龙一眼 药剂出问题了 为什么 没有效果 是的 药剂没有效果 夜龙的身上 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而且不仅没有变化 甚至说 还倒退了 夜龙之前好歹还是个愚人 现在直接变成了普通人 他身上的所有特性都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 陈夜将放大镜 随手丢回裂缝空间 他给夜龙喝的药剂 是以002身上提取来的恐惧特性为基础 经过多次融合实验 后又配合其他带有恐惧特性之物所组成的药剂 药剂的序列名为终极恐惧 是纯粹的恐惧特性 多余的特性都被陈夜给筛掉了 按理来说 特性增长到这个级别 应该可以演变为绝对特性 也就是绝对恐惧 而绝对恐惧的概念 就是连陈夜都能影响到 所以他没有留下来观察夜龙的变化 结果现在夜龙的身上完全没有恐惧特性 还失去了原本的所有能力 这药剂喝的不仅没有进化 反而还退化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件事绝对有古怪 想着 陈夜的身上开始燃起黑色的火焰 火焰笼罩他的身体 化作一身黑袍 陈夜直接进入了死神状态 他挥手拽出一把镰刀 随后身影一闪 瞬间消失在了空中 也是同一时间 夜龙转过身去 就见陈夜赫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夜龙还未来得及反应 两人面前的空间便直接破碎了 一层无形的黑暗瞬间笼罩了两人 这是一个幽暗密闭的空间 夜龙放眼望去 这里可以看到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 这里是冥界吗 还是说 这是什么领域 就在夜龙疑惑之际 眼前的死神开始转动起了巨大的镰刀 一个眨眼闪身至他的面前 死亡的气息迎面袭来 可夜龙却没有后退 镰刀直奔他的颈部袭来 却在半空截停 为什么 不躲 面对近在咫尺的镰刀 夜龙却没有要躲避的意思 我 能躲掉吗 如果死神要杀一个人 这个人能躲过吗 人们常常说 这种感觉 犹如与死神插肩而过 或是躲过了死神的魔咒 那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死神没想杀他们 脖子前的镰刀 虽然没有接触到夜龙 却也让他的脖子 感到一阵刺痛 那感觉就像是他灵魂 对他肉身的一种警告 死神再次出现了 说实话 夜龙没明白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死神杀了他 又救了他 现在又要杀他 死神应该没有那么闲吧 出于上一次的经验 夜龙猜测 这攻击 可能完全没法躲避 事实上 他猜测的没错 陈夜在动手前 会先折断这个人的命线 如此 只要他镰刀砍出去 无论怎么砍 都能正好砍到那个人 当然 他或许都不用砍 那个人自己就会往镰刀上撞 这就是因果性攻击 所以说 陈夜的攻击是必重的 但不是绝对 因为如果附近有更快的寻死途径 那个人一定会被那个最快的途径杀死 比如说 一个巨大的广告牌掉下来 正要砸死那个人 同时陈夜挥出镰刀 这个时候 一定是广告牌先砸死那个人 就轮不到镰刀出场了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陈夜站在那里拿着镰刀 最快的寻死途径 便莫过于被镰刀砍断灵魂 所以 那个人大概率会平地摔一跤 正好倒在镰刀上 夜龙虽然猜不到这一层 但也大概能想到 如果死神真要杀他 那他躲与不躲 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 不躲 在原地被镰刀切开 躲 正好撞在镰刀上 所以 你赌定我这次不会杀你 陈夜道 夜龙的一只手背在身后 已然紧紧钻住 说实话 他刚才也捏了一把汗 不能笃定 但我觉得 你之前杀了我一次 又特意救活我 应该不止 是为了再杀我一次 冷静地判断 陈夜转动镰刀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远方 谁说 是我救的你 夜龙道 我的直觉 陈夜的身影 又是一闪出现在夜龙的背后 直觉 不知道你的直觉有没有告诉你 我是个相当无聊的人 把一个人救活 再杀一次这种看似很无聊 实际也很无聊的事情 我也能做得出来 夜龙依旧目视着前方 那我现在就不应该站在这里 而是死在刚才那一刀下 呜 陈夜的身影 又是一闪出现在夜龙左侧的远处 他的身下凭空出现一张椅子 陈夜就坐在椅子上看着他 你又怎么确定 你现在活着呢 怎么确定 这确实是个问题 假如说这里是明鉴 那夜龙确实就是死了 所以 没法确定 我的生死 对你有意义吗 夜龙依旧目视着前方 陈夜的身影 又是一闪出现在他的前方 其手中的镰刀已经不见了 也许有 也许没有 看你想不想有了 说吧 陈夜身形一晃 又出现在了夜龙的身后 你想从这里走出去吗 听到耳旁的低语 夜龙强忍住转头的冲动 继续目视前方 也许想 也许不想 我想不想 在于你想不想让我活 哈哈哈哈 有点意思 陈夜的身影 开始疯狂在空间内闪烁 一会儿出现在远处 一会儿出现在近处 一会儿出现在左边 一会儿出现在右边 他的位置疯狂变化 看得人眼花缭乱 而他的笑声 则是自四面八方一起传来 听到陈夜那沙哑空洞 宛如灵魂发出的笑声 夜龙只感觉一阵恍惚失神 这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口巨大的鼓中下 四方不断有人从各个角度来敲钟 震得人脑瓜子嗡嗡直响 夜龙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陈夜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传来 你就不好奇 我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 夜龙文言开口道 好奇 但我觉得 你比我更好奇 嗖嗖嗖 陈夜声音几次闪烁 正好出现在夜龙眼前 我是很好奇 好奇你为什么没有变化 不如我们来说说 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夜龙 我不清楚 确实不清楚 夜龙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 这是怎么一回事 陈夜见此黑袍下的双眼一闪 知道吗 你现在失去了你所拥有的一切 你的能力 你的力量 你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夜龙看向陈夜 不是一切 我还有很多东西 我失去的 只是不属于我的 但这不对 陈夜黑袍下的双眼 如火焰般燃烧起来 你本应该变得和他们一样 成为我的实验品 结果 是你没有 而这 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陈夜的手腕一翻 手掌上又出现了一瓶新的药剂 不过没关系 我还有备用的 药剂流多分 这已经成为了陈夜的一种习惯 看着陈夜手中的黑色药水 夜龙洞啊 他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 这是 什么 陈夜见此开始缓步上前 这瓶药剂的名字叫终极恐惧 是所有恐惧之物的聚合体 我要的东西 名为绝对恐惧 我本想让它在你的身上实现 而你将成为这份恐惧的温床 享受它 为你带来的好处 而你 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的代价 就能拥有这份力量 天底下已经找不出 比这更划算的买卖了 现在的情况有些微妙 陈夜不知道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究竟是药水过了期 还是特性劈了腿 问题出在哪 让夜龙再喝一次就知道了 如果这次还是没有效果 那就是两种可能了 要么是夜龙有问题 要么是药水有问题 所以 喝吧 陈夜打了个响指 眼前的空间忽然坍塌收缩 夜龙想后退 可身体 却开始不断前进 陈夜拧开药水 你自己来 还是我动手 友情提示 我不会服侍人 如果让我动手 你或许 可能 大概 会很痛苦 夜龙文言 伸出了背后紧握的手 他硬着头皮 接过药剂 逃不掉了 只能上了 看着夜龙 这副艰难的姿态 陈夜只能说 有人眼巴巴地求着 想喝他的药水 有人却觉得 药水是毒药不想喝 而陈夜这个人 有时就是喜欢捉弄别人 他想要 陈夜偏不给他 他不想要 陈夜就一定要把药剂插他嘴里 沙滩上 一个人弯着腰 身体上下一边抽搐 一边止不住的大笑 他面色扭曲 眼神痛苦 那不断涌来的笑意 让他逐渐有些精神失常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第二次喝下药剂的夜龙 他在开始变化的瞬间 被陈夜一脚踹出了裂缝空间 要问原因 陈夜怕 万一这次成功 自己会被夜龙恐惧 喝下药剂的瞬间 痛苦涌来 可夜龙却没有如其他人一样 倒在地上扭曲抽搐 而是开始瞎跑乱撞 他起初是双手抱头 嘴里不知念叨着什么 然后整个人开始变得疯癫 到最后 突然傻笑起来 哈哈 不是我 我跟他们说不行 是村长做的 对 是村长 哈哈哈哈 不 我愿意 愿意奉你为王 饶我一命 绕我 夜龙猛地抬起头来 其面目突然变得猙獰恐怖 什么时候 不 也能选自己的主人了 哈哈 夜龙说完这句话后 双眼的瞳孔开始瞪大 不 不对 不是 那是谁的记忆 噗 夜龙的身上 开始爆起血污 其肢体被拉长 身上长出鳞片 毛发化作白色 不过是转眼间 夜龙的身体炸开扩散 瞬间变成 一道极长的身影 飞向了天空 好 一声龙吼划破天际 裂缝空间内的陈夜 见此深深的愣住了 他不是被恐惧特性攻击了 他是猛逼 龙 不不不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陈夜没有在他的身上 感觉到任何的恐惧特性 他又拿出放大镜确定了一下 结果确实是没有 这不能说是 药剂没有发生效果 而是说 药剂的效果被完全扭曲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有某种极强主导力量 将恐惧特性 转化成了其他的特性 陈夜试着 用放大镜 捕捉向这一变化的源头 而他得到的信息 却让他有些看不明白 第一次的药剂 成为了开门的钥匙 第二次的药剂 则被开门后的固定因素扭曲了 无论喝下什么药剂 无论药剂的效果是什么 都只会造就出这一种结果 那就是龙的出现 龙的出现 意味着上级能量被分解 降级为可被生命 直接转化的低级能量 或可理解为 低级能量复苏 上级能量减少 等会 信息量有点大 陈夜先是捋了一下 无论什么药剂 只要给夜龙喝 都只会造就出成龙这一个结果 而龙的出现 意味着某种低级能量的出现 就如同002出现后 衍生出了许多古遗物 等其他一系列的衍生物一样 想到这 陈夜突然拿着放大镜 看向了天空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而就在这一瞬间 一大串密密麻麻的信息 突然浮现在了陈夜的眼前 生命的本质 代表着世界的本质 两者互通互补 世界的质达到一定级别 便会诞生出高质生物 同理 高质生物的出现 也将让世界达到更高的层次 陈夜说着 突然愣住了 如果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那他制造了这么多的怪物 便相当于是提升了生命的本质 那世界的本质 也会因此提升 简单来讲 世界会因陈夜的造物而升级 越是高级的生命存在 越是能让世界 跋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那么 这件事是好是坏呢 陈夜不好评价 但对人类来说的话 这件事应该是必打于力 因为假如世界上都是高质生命 那人类便是最弱小的存在 只能让那些生命宰割 可同时 这些高质生命的存在 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改变 例如古遗物 这种同时可以让人类 掌握超级力量的神秘物品 又比如 龙出现后 它所谓的低等级能量出现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灵气复苏 假如真是这样 人类确实可以从中获利 但却不止局限于人类 所有生命都可以从中获利 强则更强 甚至说植物动物 都将能威胁到人类 那样的话 对集体而言 自然是必打于力 可这跟陈叶有什么关系呢 它只在乎自己的绝对恐惧 能不能搓出来 绝对恐惧在025的身上失败了 这不是药剂的问题 是025本身有问题 025自身的特殊性暂且不论 目前唯一影响了 世界的两个造物 一个是002 一个是025 两者出现后 世界发生了变化 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本质 达到了一定级别 看来有必要梳理一下了 为这些生命划分出评级 要到什么级别 才能影响到世界 对此 陈叶的脑海中 已经有了一个思路 他觉得 这种评级 大概可以分为7阶 以人类为基础 高于人类的生命为1阶 拥有固有特性 或次级特性的 为2阶 至于3阶 要么是拥有绝对特性 要么是自身的生命级别 达到了即将能改变世界的级别 而4阶 便是陈叶目前认定的 可以改变世界的级别 而陈叶对自己的评价 大概也是4阶 那么问题来了 陈叶既然是4阶 那他改变了什么 陈叶对此也想过 他觉得 这个裂缝空间 或许就是因他而存在的 至于说明线 这个陈叶 目前无法确定 是否和他有关 到了5阶 5阶的基础 必然是可以用肉身 自由穿梭宇宙星海 而6阶 陈叶将其命名为圣域 其生命形式 应该已经完全超越了生命本身 是一种质变 至于第7阶 陈叶将其称为神话 7阶灯神 目前是陈叶所设想出的极限高度 至于说成神的基础是什么 陈叶还没有想过 正如陈叶一开始便说过的 神应该是无法被理解的 至少眼下 他还无法试着 去理解神话级的高度在哪 这是陈叶推算出的7阶灯神 但怪物们并不完全理解 这7阶全部的含义 他们大概率会以单纯的强弱 来评价阶级 如果我自身的死神序列补全的话 应该可以达到第5阶 翱翔宇宙并非遥不可及 而我目前离完整的死神 只差最后一样东西 恐惧特性 为了追求完美 陈叶想让这种特性 变化为绝对特性 也就是绝对恐惧 以绝对恐惧来进化完全体的死神 具体会产生出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陈叶目前还不得而知 眼下 那条龙的事情 可以先放一放 我得回去重新搞几瓶 绝对恐惧的药剂出来 海洋之上 一头四足五爪的白龙 在天空上盘旋了一圈 然后快速冲向了某个方向 彼岸之岛上的蛇之手成员 全都看到了那条龙 那条蛇是什么 是伊甸园中的大蛇 那是龙吧 龙 东方的 长长的 没有翅膀的龙 那也能叫龙吗 反正那肯定不是 我们在找的大蛇 你怎么知道 你又没亲眼见过 但我认得出东方龙 先别管那东西是什么 它是在神庙里飞出来的 亚当大人进去半天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能是 死了吧 那我们回去 回去 回去个屁 我们得去救亚当大人 你要进神庙 没想到 竟然这么忠心 没有幽灵船 我们怎么走 我们谁都走不了 亚当可以不管 但我们必须把幽灵船 和藏宝图拿回来 是啊 幽灵船和藏宝图 就在一众蛇指手 成员交谈之际 一道漆黑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那漆黑的身影 扛着一把巨大的镰刀 身上不断透着黑气 差点忘了 他们身上还带着几件古遗物 临走 顺手一并收了吧 晨夜挥动镰刀 一人突然摔倒 一把推开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摔倒又一把推开前面的人 恍惚间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蛇指手成员 竟然齐齐摔倒了 且正好摔倒在了晨夜的镰刀上 成一排被切开 呼 还剩下的人见此刚要跑 可脚一歪 直接一头扎在了一块石头上磕死了 所有人几乎都在一瞬间原地毕命 死法不一 相当滑稽 若是有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感叹 原来人也可以这么脆弱 一点小颗小碰就能致人死亡 晨夜拿走了尸体上的古遗物 然后转动镰刀 对着空气砍出一道虚空裂缝 其身影快速消失在了彼岸之岛上 最后 岛上只留下一群死因不明的尸体 深海下 李渊突然惊醒 连忙召回了所有携带古遗物的祭司 就在当前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晨夜来找他 并让他把所有古遗物都找回来 关于这种预知未来的梦 李渊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 这似乎是他的隐藏能力 只要他做梦 就能时不时的梦到一些未来的景象 最后经过晨夜证实 李渊确实是有这种刺激特性 可以通过长眠来预知未来 但这能力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李渊必须得做美梦 如果做噩梦的话 李渊就不会预知到未来 而是会窥探到过去 诡异的是 这种能力还拥有一定程度的感染性 如果一些人看到了李渊 他们一定会做噩梦 这种噩梦 通常都是掉进深海 然后不断下潜 什么也做不了 就只能任由水压碾碎身体 可意识却不会迷失 这种噩梦 一般会持续好几天 要说 对人有什么影响 除了变得精神憔悴以外 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在李渊召集所有祭祀归来后 没过多久 晨夜来了 就和梦里遇之道的一样 李渊将所有古遗物 用双手呈给晨夜 都在这里了 奥斯大人 晨夜身影一闪 出现在李渊的手掌上 梦到了 李渊没有否认 是的 奥斯大人 晨夜看向李渊 这种做梦预知的特性 不是药剂本身的效果 而是李渊本来就有 类似的一种特质 这种特质被药水放大 由此演变出了这种效果 这也可以归纳到 所谓的个人意志之中 药水的效果 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一部分受个人意志影响 类似于心想事成吧 例如说 007赛人 当时药剂的效果 确实没调配好 可它能变成塞人 也不只是因为蝙蝠有音波特质 是它潜意识里想要歌唱 于是 药剂在某种程度上 回应了它的期望 这一点 陈叶当时没有想到 是后来通过观看了那篇 人类群星闪耀时 后所联想出的这一层 那之后 它总结了每个人的性格 并询问了他们每个人的想法 然后发现了一件事 一件非常巧合的事 药剂的成品效果 几乎都和他们的潜意识有所联系 001渴望变成人类 所以 它模仿人类 002认为自己 如砧板上的鱼一样 一直任人宰割 003觉得 所有人都在无视它 将它当作一个透明人 004把自己当作皇后 把员工看作是攻风 无限压榨他们 而它只压榨女性 因为男性被它认为是 宠物一样的东西 这也导致了它异化出了 能把男性转化成女性的能力 005相当变态 偷窥让它感到兴奋 但身体下面的东西 战斗力着实不行 所以 它想变硬 表面上 它们的能力 大部分都是和药水里的素材相对应的 例如003的药剂里有玻璃 所以它变得透明 可真是如此吗 玻璃就不能演化出别的效果吗 陈夜觉得 正是因为003觉得自己是透明人 所以他才能正正好好的 获得透明化的能力 这一切都仿佛被一层紧密的线箱连接 他每次给出的药水 都能和那些人的潜意识对应上 但他并没有特意准备过 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 而陈夜唯一一次没有给出对应药水的 就是夜龙 结果 药剂的效果完全改变了 这确实是个人意志 或其他个人原因的影响 因为那种意志 或者说原因太强烈 以至于无论是什么药剂 最后都会被其影响改变效果 能强烈到这种地步的个体 陈夜还是第一次遇到 不过现在不急 陈夜之后会慢慢解剖 解析他的 顺手收走这些古遗物 陈夜的古遗物收藏计划 便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九成 就在陈夜准备离去时 他却突然转头看向了李渊 这个送你了 陈夜在水下拿出一张羊皮券 丢给了李渊 这上面记录了你手下祭司们 掌握的所有咒语 李渊接过那张小小的羊皮券 当然 这只是对他来说 他用指尖小心翼翼 是捏住羊皮券 多谢奥斯大人 剩下的古遗物 我会抓紧为您送来的 不必了 古遗物的事情到此为止 至于剩下的那些古遗物 我会亲自走一趟 陈夜说完 直接离开了拉来眼 在他离开后 李渊将眼睛眯起一条 凤看向羊皮卷轴 字太小 看不清啊 一个晚宴上 一群人走着 不想吊灯突然砸了下来 吊头的尖锐部分 直接扎进了几个人的脑袋 也是这时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 都在同一时间死亡 陈夜在黑暗中扯动命线 就像是在演奏一曲 被生命的亵渎之歌一样 他在黑暗下位 所有的古遗物持有者 策划了一场死亡 凡是持有古遗物的人 无论是怪物还是人 他们都被死神给盯上了 通过藏宝图 陈夜回收了外面 大部分的古遗物 可以说 之前那些争强古遗物的人 如果知道 得到古遗物的代价 是被死神盯上 那绝对不会有人 去争强所谓的古遗物 因为这已经不是什么古遗物了 这是地狱直通车的门票 现在 还剩下的一些古遗物 就都在九尾湖的总部了 不过 九尾湖那群人没有拿着古遗物 而是把古遗物 放到了一个个收容室里 也是因此 九尾湖的人 侥幸在死神的手下逃过一劫 陈夜翘无声息地 进入了九尾湖的基地 任何保密设施 以及严密的房间 对他来说 都是形同虚设 就好像是四维生物 进入三维世界一样 没有他进不去的地方 没有他拿不到的东西 在通过藏宝图 将剩下的古遗物 全部拿回的图中 陈夜在几个房间里 看到了几个有意思的东西 首先就是008 真祖被关在了一个 由密营完全封闭的房间内 他保持着少年的姿态 手脚都被禁锢 但这些禁锢 对008来说 都够不成限制 他大可以扯断自己的手脚 脱困出来 可脱困后 他却无法触碰房间内的任何东西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密营 看到死神在眼前飘过 008眨了眨眼睛 没过多久 死神又飘了回来 奥斯大人 您怎么会在这里 陈夜看向008 来顺手拿点东西 008看向陈夜 大人 要不您也顺手把我拿走 陈夜直接无视了他的请求 简而言之 打输的怪物就是输了 身为造物质检员的022 能把他收容 那便说明 008自身还是有缺陷 或者说 还是不够强 陈夜正在试着 组建出一个体系 一个进化优先级体系 在怪物碰撞的过程中 展现出非凡实力和潜力的个体 将获得较高的进化优先级 例如011千猴之兽 以及022恶魔 或许有人会说 022恶魔是依靠其他收容物 来打赢真祖和天使的 可陈夜也没说不允许 怪物之间相互协助 这本来就是一场 无规则的死斗 任何方法一概不论 只要你能赢 无论方法多么卑鄙 陈夜都不在乎 022能调动其他怪物 这也是他实力的一部分 毕竟也没有人限制你 去找其他怪物帮忙 只能说 一些怪物仗着自身的能力强大 都有些傲气 不屑于和别人合作 这取决于个人 陈夜不限制任何规则 能限制他们的 只有他们自己 无论你是以多欺少 还是以大欺小 亦或者是一场战斗 打上十年百年取得胜利 那都是胜利 008败了 这是铁打不动的现实 022恶魔没有杀他 008要是有本事 能自己逃出去 以后再赢回来 陈夜也认可他 因为只要不死 就不算结束 失败品对我而言一文不值 我看不到你 还有什么剩余价值 你对我来说唯一的作用 就是创造出了009 听到陈夜的话 008突然变成了成年女性 我会向您展现价值的 只要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奥斯大人 陈夜黑袍下的双眼一闪 话 谁都会说 先试着从这里爬出去 再谈你的价值 说吧 陈夜直接化作一道黑烟 消失在了008的面前 另一头 九尾湖的会议室内 十一道身影 站在秦龙的面前 他们姿态各异 有老有少 甚至还有非人的东西 他们是 原混沌分裂者 全食二洗 电脑因为实体不变出现 就以数据的形式 在屏幕上出现了 秦龙能找回剩下的 这几位混沌分裂者 020电脑 可以说功不可没了 那些还在用电子设备的人 020直接入侵了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玩不了手机 看不了电脑 直接活活把他们逼疯了 他们就连看路边的电子广告牌 都会被020电脑入侵 变成一个迷之笑脸 尤其是某人大半夜 看小电影的时候 手机屏幕上 突然出现了一张 恐怖的老头脸 别提多刺激了 至于那些不玩手机 不看电脑的人 抱歉 没有 关键这个东西 你还躲不掉 无论你在哪 它都能第一时间找到你 020甚至为此 入侵了多国的卫星 与各国军方的数据库 这才从天南海北 把这些人又聚集到了一起 电脑是真死个骂了 我特么上厕所刷个视频 一刷一个唐僧念咒 字幕全是快快回来 我到现在为止 已经便秘三天了 一名背着大剑的蓝发男人 说着一脸想死的表情 加油 努力 拉屎要用力 拉不出来没关系 至少放个屁 亚瑟 摩根在一旁说道 一鬼文言 以一个十分恐怖的表情 看向亚瑟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 亚瑟见此 立刻转头吹起了口哨 一鬼脸色难看地转过头来 当我拿到这把剑的时候 我本以为我可以明动天下 你是指被人打死后上新闻吗 亚瑟道 一鬼文言 一把拔出了背后 散发着寒气的血肉大剑 你能不能把你那张 塞了那痘的嘴 给我闭上 这个时候 一位穿着天主教长袍的光头男人 走了过来 阿弥陀佛 诸位以何为贵 以何为贵 看到光头男人 一旁人马形态的生物面露不解 所以说 你是信天主教的 还是信佛教的 光头男人转过头来 当然是 都有一点了 神多不压身嘛 听着他们的谈话 一位坐在角落的黑发男人 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有一只形似蜈蚣的东西 从男人的袖子里钻出 爬到他的掌心 调皮地晃了晃脑袋 男人手腕一翻 蜈蚣连忙摆动肢体 又爬到了他的手臂上 我说 家常就聊到这儿吧 差不多该进入正题了 我家里 还有一堆新来的小可爱 等着我呢